第一章 重生1983 冷 好冷 叶萧萧打着寒颤睁睁开眼睛 透过昏黄的一点亮光 入幕式一间装修破旧 环境昏暗的屋子 屋顶还能看见露出来的木头横梁 四周墙壁则是贴了发黄的报纸 窗外北风呼啸 将单薄的窗户纸吹得哗哗作响 嗨嗨嗨嗨 叶萧萧张嘴 想要说话 却吐出一连串的即可 屋门立刻被推开了 走进来一位40岁左右的短发妇女 说话声音里透着急切 妮儿啊 你可算醒来了 村里的老流头 说你要是再烧 就要把脑子烧坏了 这大雪封山 去卫生院的路可不好走 叶萧萧脑子发猛 没有回应 女人就在这昏暗的环境里 自顾自地取了暖壶和茶碗 倒了一杯热水端过来 妈知道是咱家对不住你 要不是当时在部队医院生产的时候报错了 你也不会嫩大了 才找到咱家 城里的条件好 你要是愿意回好家去 等好天类 让嫩爹和哥哥送嫩回去 可不敢乱跑 你这是运气好 让你四哥看见了 掉进冰窟窿里 还能救出来 要是再晚一波 可就没命了呀 乘着热水的茶缸 塞进叶萧萧的手里 终于让她的身体 恢复了一些温度 这是哪 你 你叫什么 苗翠芳有点诧异 怎么连地名都忘了 而至于自己的姓名 她这位从城里跑来 寻亲的大闺女 可是头一次问她这个问题 萧萧 这里是黑云省长岭市 百川县松林镇白石村啊 俺是你娘苗翠芳 家里还有你爹叶建国 你哥哥叶长青 你嫂子 叶萧萧刚听了个开头 就感觉头更疼了 就说自己没那么幸运 果然她不是这次 飞机逝逝的幸存者 而是单纯的重生了 还重生进了一本 八十年代的年代文理 这本书的女主好艳艳 是重生者 书中第一章 就写了重生的好艳艳 为了摆脱自己 上一次的悲惨生活 提前踏上了 前往京城寻亲的路 好家人很快接受了这个现实 按照好艳艳的意思 将养女和亲女的姓氏 调换回来 而被好家抚养的 甲千金叶萧萧 不甘面对现实 拿着已经换回来的身份证明 跋山涉水 来倒白石村叶家 却在这个贫寒的家中 只待了七天 就待不下去 准备离开 因为暴雪天气 叶家人好意阻拦 却被叶萧萧 当成不怀好意 偷偷溜出家门 掉进河面人工开凿后 没有冻结石的冰窟窿里 好在有叶长生默默跟着 发生意外后 将她及时救出来 才幸免于难 叶萧萧喝了口热水 这才发现 这里面还放了红糖 留在唇齿间甜滋滋的 也温暖了心口 谢谢妈 我知道了 叶萧萧缓了缓混乱的思绪 哑着声音说道 苗翠方却更加惊恶了 这孩子可是来家里后 第一次喊自己妈呢 对方虽然拿着 叶萧萧的身份证明过来 但是一直觉得 自己幸好 是好家人 至于他们一家 只是住在乡下的穷亲戚而已 苗翠方叹了口气 心说 这孩子真的是稍糊涂了 连性情都变了 叶萧萧只喝了几口水 就咽不下了 嗓子疼得厉害 身子也软 只能继续躺下 苗翠方接过茶缸 帮着叶萧萧噎了一辈子后 走出屋子 叶萧萧心里难受 她穿越来自医学世家 家里的长辈和兄弟姐妹 都是医者 本人也是医学系的学生 虽然还没本科毕业 但自幼受家庭环境熏陶 已经能独立开放治病 只是没想到 她现在对自己的小小发烧感冒 无能为力 没准她会烧坏脑子 那就白得到重生的机会了 又想到自己在现实世界已经死了 她更是止不住地落泪 死了也好 反正她父母各自在婚后 就很少有人关心她了 叶萧萧一边头晕脑胀 一边胡思乱想 直到有人掀开了她的破棉被 开始解她身上的棉袄 草 叶萧萧正要挣扎 就听见了苗翠方的声音 倪儿 别乱动 给你拿温酒擦擦身子 要是还不退烧 明天就得拉你去镇上的卫生所看看了 温酒精浴确实有退烧作用 不过酒精需要稀释 叶萧萧现在也顾不上看看 稀释标准和不合格了 只感觉自己像条咸鱼似的 被翻来覆去的擦了一遍 然后严严实实地照在棉被下面 又过了一会儿 屋外有个更年轻的女人说话 妈 我灌了点热水在瓶子里 给小妹塞被子里 苗翠方接过来给叶萧萧放好 直到看着对方沉沉睡去 才转身出了房间 关好门 苗翠方问大儿媳 老四怎么样了 张雪面露愁容 也还烧着呢 要是今晚不退烧 按照老刘头说的 就得去镇上看看了 老刘头是村里的赤脚医生 虽然没有大本事 但是有个小点的头疼脑热 乡亲们都爱找他 另外 白石村偏僻 贫穷 只要不是大病 谁都不愿意去镇上的卫生所 明天看看吧 苗翠方现在最关心的 倒不是两个孩子的病 他担心 要是萧萧病好了 再闹着离开咋办 就算是他们家愿意 好家还愿意养个 没血缘关系的孩子吗 苗翠方决定好好和自家老头子 说说这事 这一觉睡得叶萧萧十分不踏实 早上耳边传来好几声 攻击打鸣的声音 才将他从新世纪的万里高空 拉入1983年的东北炕头 叶萧萧动了动身子 感觉身上湿乎乎的难受 但是高烧已经退了 他呼出一口气 不用变傻子了 捡起炕上的衣服穿好 这才有时间仔细打量这间屋子 虽然破旧狭小 但是整理得很干净 昨天晚上 除了偶尔有人进来 摸摸他的额头 没有人和他一起睡 这家人是懂规矩的 平行也好 他扒着窗户 看了看外面的院子 看位置 应该是西片房的一小间 院子里已经升起吹烟 有人迎走来走去 叶萧萧起床 屋地的木头柜子上面摆着镜子 他看了看里面的人 原主面容清秀 明眸好齿 鹅蛋脸上的五官比例极好 一双眸子更是润若春帘 乌黑的头发垂在肩头 顺滑如瀑布 令人吃惊的是 这张脸竟然和他原本相貌有九分相 只是年纪更小而已 而且不愧是书里的恶毒女配 大院子弟们的白月光 这样我见尤莲的好相貌 很容易让人忽略他 娇蛮恶劣的本性 在原书中 这位恶毒女配 在最后快结局的时候 才被戳穿真面目 惨遭众人厌恶 最后落得在监狱度过残生的悲惨下场 不过这一切和叶萧萧 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想明白了 想要生活过的去 必须远离男女主 不想死 就不要按照书中的原设定 回到京城 去给好艳艳添堵 也不要去争夺那靠不住的未婚夫 女主是重生的 我是穿书的 我们都有光明的前程 叶萧萧按着自己的心 坚定地说 知呀 忽然间 木门推开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孩子 从外面探头进来 第二章 改编命运 第二章改编命运 小姑姑醒了 叶宝成这一嗓子 把院子里正在扫血的人都惊动了 苗翠方从外面走进来 萧萧你怎么起来了 我看看退烧了没 可别再着凉了 叶萧萧虽然已经决定留在叶家 但毕竟和这家人还不熟 文言只是摸摸鼻子 我已经退烧了 那也得好好休息 外面太冷了 穿厚点再出来 苗翠方翻出一件就棉袄 给叶萧萧拿过来 虽然上面打了补丁 但是洗得干干净净 比他目前穿的这件厚得多 园主虽然带了行李箱来 里面的衣服时尚好看 但是一点都不饱满 谢谢 都是一家人 客气什么 苗翠方显然也有些无措 转身把孙子叶宝成抱起来 咱们别打扰 你小姑姑休息 叶宝成是叶萧萧大哥的孩子 今年五岁 我想和小姑姑玩 叶宝成张牙舞爪地扭着身体 他对于家里突然多出来的小姑姑 很好奇 可是前几天 小姑姑都不理自己了 听话 苗翠方伸手拍了下叶宝成的屁股 小孩有些委屈 让他和我一起玩吧 叶萧萧看着委屈巴巴的孩子 主动说道 那你们玩一会儿 暖壶里有热水 先洗洗脸 咱们一会儿吃饭了 苗翠方这次没有再拦着了 想着叶萧萧多和家里人相处 是有好处的 他走前点了点叶宝成的脑袋 听小姑姑的话 老实点 不然打你屁股 叶宝成泪眼婆娑地点点头 等到苗翠方一走 顿时变得眉开眼笑 小屁孩走过来 抱住叶萧萧的腿 小姑姑 你真好看 叶萧萧 臭小子 还有两副面孔呢 小小年纪 嘴巴这么甜啊 走吧 小姑姑带你去洗脸 叶萧萧用脸盆兑了水 自己洗了洗 然后又给叶宝成把脸洗干净 他从行李箱里面找出雪花糕 给两人涂脸 看见自己的行李 叶萧萧已经在心里想着 想要在这里长久地待下去 需要准备的东西很多 叶宝成养着小胖脸 乖乖让小姑姑给自己擦香香 觉得家里突然多出来的小姑姑 好像和前几天不一样了 但是又说不出来 哪里不一样 直到吃饭的时候 叶萧萧才对叶家的家庭成员 和家庭情况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饭桌上坐着原主父母叶建国 苗翠芳 大哥叶长青 大嫂张雪 两个侄子 大侄子叶宝成 三岁的小侄子叶宝源 叶萧萧知道 原主还有爷爷奶奶 现在和屋前的大伯一家住在一起 另外 家中二哥在部队当兵 只每月游寄一些钱票回来 三哥在和对面的临场工作 性格叛逆 和叶父关系不好 不经常回家 叶家的家庭生活在这个村子里来说 还算好的 因为儿子多 劳动立足 但就算这样 每日也只是粗茶淡饭度日 吃肉的时候都很少 因为平时山里打猎留下的肉 都拿到外面换了钱和粮食 而且叶萧萧还知道 郝燕燕在离开叶家的时候 拿走了叶建国夫妻半辈子攒下的存款 让这个本不富有的家庭雪上加霜 萧萧吃饭了 苗翠芳把桌上唯一的一碗鸡蛋羹 递到叶萧萧面前 叶宝成瞪着圆溜溜的大眼 好香啊 但是妈妈说 那是给小姑姑吃的 小姑姑生病了 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叶萧萧抿着嘴 从这一家人淳朴的面容上扫过 最后对上了叶宝成 快要流出哈喇子的脸 最小的叶宝员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叶萧萧对着他笑笑 我不爱吃蛋羹 听到叶萧萧这么说 叶宝成瞪大眼睛 小姑姑真奇怪 蛋羹都不喜欢吃 他更喜欢小姑姑了 叶萧萧端起碗 扒了一口米饭 这不是细米 是高亮米饭 又粗又硬 他这一口嚼了很久才咽下 还有些拉嗓子 叶萧萧苦中作乐地想 就算是一口丝甜了 吃完饭 叶萧萧帮着大嫂捡碗 对上了对方错愕的目光 张雪连忙把碗 从叶萧萧手里抢回来 他可还没忘记 这位妹妹刚来家里 吃第一顿饭的时候 直接把碗摔了 说这不是给人吃的东西 叶萧萧 苗翠方和叶建国父子 在上屋里说事情 几分钟后 叶萧萧看见他们 把还在发烧的叶长盛抬了出来 叶萧萧问 你们这是要去哪 苗翠方 老四还在发烧 老留头的要不管用 得去镇上看看了 听到这话 叶萧萧才想起 原书中记载的剧情 叶家老四叶长盛 原本是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尖子生 但是因为这次高烧生病 直接变成了瘫痪 从此退学在家 苟且度日 叶长盛的悲惨 一部分原因是 卫生所的医生失误操作导致 但更多的原因是 叶家的钱被好艳艳偷偷拿走 不能在身体出现问题后 送叶长盛去县城医院 进行更好的治疗 以至于病情加重 不可挽回 叶长盛治疗失败后 叶建国父子 将人拉回白石村 在回家的路上 叶建国失足滑下山坡 因此去世 而很多年后 已经功成名就的女主 回到白石村 想要将从叶家拿走的钱 以数十倍返还 不过 那时候叶家 也已经死得死 伤得伤 甚至连这处院子都没能留住 女主为此一直愧疚 利用关系网 全力寻找叶家人下落 但是 作为书中不起眼的小角色 叶萧萧读完整本书 也不太清楚 最后叶家人的结局 只知道全部下场悲惨 叶萧萧皱眉 难道就是这次事故 使得叶长盛 由天之骄子瘫痪在床 现在山路难行 想要去镇上 只能用板车 将人一路拉过去 趁着其他人还说话的时候 叶萧萧进屋去把自己的钱包翻出来 园主虽然性格娇蛮 但是再好家的待遇不错 零花钱很多 这次出来他 带了五百多块钱 除去路费开销 现在还剩下四百左右 想到家里的情况 叶萧萧将钱揣进怀里 跑了出去 叶建国已经套好了车 除了叶长青 还有前院大伯家的哥哥叶长远 过来帮忙 木板车上放着棉被 将叶长盛围的严严实实 叶萧萧 我也一起去 萧萧 你和妈和嫂子在家待着吧 就算是要离开 也得等许化了再走 叶长青神色为难 我没想走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医院 叶萧萧说着 将围着叶长盛的棉被 拉开一个小缝 看到了对方清秀眉眼 和烧得发烫的脸蛋 四哥的情况很严重 必须及时用药 要是卫生锁的药没用 那我们就得去县城医院 白石村靠着大山 山路崎岖 平时只有林场那边的大车 每月来往几次 但到了冬季 就已经停运了 而等到了镇上路就好走了 也能通车 只要有钱 去县城是很方便的 叶长青看向叶建国 第三章 我也是医生 第三章我也是医生 叶萧萧知道 他们在为钱发愁 主动说 我来时带了一点钱 还够救急 四哥是因为我掉盒的 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就让我一起去吧 听到叶萧萧坚定的声音 叶建国沉思了一会儿才同意 山路不好走 你要是走到一半后悔了 可没人送你回来 其实哪里是担心钱 叶建国更担心 这孩子是想自己跑了 到时候 不是天乱吗 而且 山路确实非常不好走 这姑娘可不一定能坚持下来 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自己 一个人跑到村里来的 虽然叶建国板着脸 很严肃的模样 但是叶萧萧知道 这位大家长看着不苟言笑 其实很关心孩子们 我知道 叶萧萧重重点头 离开家门前 苗翠方劝了很久 让叶萧萧留下来 最后实在没办法 把家里的兔毛帽子和围巾给他戴好 叮嘱几句路上小心后送人离开 不过叶萧萧还是低估了 八十年代农村山路的崎岖程度 因为走大路 要绕很远很远的路 平时村里人都是翻越 大石头岭的山路去镇上 山里的雪很深 每走一步 叶萧萧都得像是拔萝卜似的 把脚拔出来 而前面拉着车的叶长青和叶长远 都要比他走得快多了 在叶萧萧艰难走路的时候 叶建国也在暗中打量他 叶建国年轻的时候当过兵 观察力非常敏锐 他非常肯定 这个娃娃和之前不一样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想通了 所以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平和 比刚来的时候顺眼 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 叶萧萧感觉自己的脚都没有知觉了 快到了吗 还远着呢 马上下坡了 等到下坡再走个二十里地吧 叶长远的声音消散在北风里 把叶萧萧的心也吹得凉哇哇的 叶建国喊着 下坡小心了 别滚下去 叶萧萧这才想到 叶建国就是山路下坡的时候 失足摔死 萧萧 不然你也坐车上吧 叶长青看着小姑娘说道 她刚开始知道自己疼爱了十多年的小妹 不是亲生的 非常震惊 直到叶萧萧来倒白石村 可能是血缘的牵绊 她没怎么纠结 就接受了这位城里来的妹妹 既然是他们叶家的人 她作为大哥都应该爱护 叶萧萧连忙摆手 我还能坚持 说着像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的 快走了好几步 直到被叶建国拉住 下坡路更要慢慢地走 跟在我后面 叶建国在前面带路 不时地拿着棍子 探探有没有血坑 他们早上出发 等到了镇上卫生所的时候 时间已经是晌午了 叶萧萧现在又累又饿 但还想劝说几人 直接去县城 老四这只是发烧 先去卫生所打一针看看 如果不退烧的话 再去医院 叶建国说道 叶萧萧只好妥协 但是他记得 叶长盛就是因为卫生所大夫操作失误 才肌肉萎缩 瘫痪在床 所以决定自己一定要寸步不离地盯着对方 镇上的卫生所规模不大 里面只有两个值班医生 那位女大夫 看见叶长盛的模样 连忙让家属将人抬到病床上 这都稍迷糊了 得打退烧针 女大夫出去拿药了 最后进来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的男医生 叶萧萧并不知道 书中一笔带过的缺德医生是谁 只能紧盯着对方的动作 叶长青给弟弟解开裤腰带 扒下裤子 看着目光炯炯的叶萧萧 有些尴尬的提醒 萧萧 不然你出去坐着 不了 叶萧萧怎么可能出去 眼看着大夫就要把长长的针头 扎在叶长盛的屁股上 叶萧萧忽然把人推了出去 八十年代的医疗器械 和几十年后不能同日而语 但是打针的手法 叶萧萧总不会看错 这个医生就是那个不专业的 干什么呢 小孩子别捣乱 男医生气恼 但是看着叶萧萧 只是个白白嫩嫩的小姑娘 气顿时消了一半 叶萧萧挠头 医生 我也会打针 不如让我来吧 男医生和其他人 都露出不信任的眼神 我真的会 叶萧萧咬牙 反正我不会让别人碰我哥哥的 男医生发出灵魂质问 你有病啊 叶萧萧忽然伸手 抢过医生手里的针管 然后熟练的男链子 夹起一旁的酒精棉球 在叶长盛的屁股上涂过 找准位置 将针管理的药剂推了进去 动作一气呵成 最后还不忘帮叶长盛 把八道一半的苦腰提上去 叶长盛一睁眼 就看见他那便宜妹妹 帮自己替裤子 顿时恨不得再次晕过去 胡闹 简直是胡闹 男医生反应过来后大怒 医生同志辛苦了 这里有这么多病人需要您照顾 我这是为您分担工作 您快去休息吧 叶萧萧将针管塞回医生手中 对着怒气冲冲的人 露出一个美丽的笑容 将白月光女配的光环发挥到最大 你你你 对方拟了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 最后生气地转身走了 叶长青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萧萧你 大哥 我在京城就和我师父学医 要不是家里没有药 咱们不用跑这么远的 反正叶家人并不清楚叶萧萧的底细 他胡编乱造 也不用担心露线 在外间歇息的叶建国和叶长远 匆匆掀起帘子 但并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事 圣哥儿醒了 叶长远喊道 原本想继续装睡的叶长盛 叶萧萧没有理会其他人关心叶长盛 卫生所里生着炉子 还算暖和 进来没一会儿 之前身上的血都化了 脚底凉嗖嗖的时 他在炉子前面找了个位置烤火 两个小时后 叶长盛虽然还有些发烧 但是温度降了下来了 卫生所陆陆续续又来了许多人 这里没有过夜的条件 一般都是打完针输完夜后就走了 叶萧萧站起来活动 我们今晚住在哪 这里有招待所吗 叶建国 圣根还没好 大夫说还得打几针 咱们先在你老爷家里凑合一晚 叶萧萧这才想起来 母亲苗翠芳是镇上的人 其父亲苗凤山原本是娇叔先生 后来在特殊时期受到严重迫害 平反后自己一个人住在镇上 每月能领十几块钱的养老费 也够自己生活了 哦 在原文里 这位老人只作为背景板被介绍过 叶萧萧并不能了解对方的性格 他点点头 趁着其他人给叶长盛收拾东西的时候 自己去了领药的房间 第四章 条件艰苦 第四章条件艰苦在出来的时候 叶萧萧手里拎着一个袋子 里面装着许多药瓶 没有千日房贼的道理 叶萧萧决定将要买回来 自己给叶长盛打针 如果刚开始还有些怀疑 在观摩了这卫生所的治疗流程后 他已经十分确定 自己的医术绝对在这群人之上 当叶萧萧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其他人的时候 别人只是有些怀疑 而叶长盛反抗激烈 你做梦 别想 别想再脱我裤子 少年憋红了脸 害羞什么 你也没什么好看的 叶萧萧目光从对方身上扫过 叶长盛气愤难当 又说不过对方 只能喊道 爹 叶建国正好奇观察 这兄妹斗嘴的一幕 虽然还是在互损 但是关系要比以前亲近许多 听到儿子的求助 他在前面拉着车走得更快了 全当是没听见 阵子不大 这次走了二十分钟 就找到了老爷家的小院子 进到院子里 能看见空间不大的小院子 收拾得干干净净 院子的东墙根 下摆了许多笼子 里面养的是兔子 叶萧萧注意到 正屋门前贴着一对颜色 已经发白的对联 纸墨虽旧 上面的字 却苍尽有力 方圆兼北 他爷爷也会写毛笔字 自己幼时也跟着学过 所以能看出这次的功底 听到动静 屋里的老人推门出来查看情况 看见是姑爷和外孙过来 瘦小的老人面露喜色 快进来快进来 怎么这个天气过来了 苗凤山非常意外 他家里冷清 平时就盼着孩子过来玩 叶建国 老四生病了 来卫生所打针 苗凤山连忙将人迎进屋子里 上屋有三间不算宽敞的小土房 只有老人常住的屋子生着炉子 说不上寒冷 但也绝对不算暖和 苗凤山 都上炕里坐着 炕上暖和 老人目光落在叶萧萧身上的时候 愣了一下 叶建国低声给老人 解释一番叶萧萧的来历 老人也算是见多识广的 听完话后 很快就接受了 面色如常地 从火盆里掏出两个烤好的土豆子 塞给孩子们 家里没啥好吃的 你们先垫吧一口 等着老爷给你们宰两只兔子吃 叶建国连忙拦着 爸 您别忙活了 我们来没带东西 就算了 哪能吃您辛辛苦苦养的兔子 苗凤山 冬天的兔子不好养 给孩子们吃了 我还省事呢 叶建国没办法 只好去院子里帮着忙活 叶长青摸摸叶长盛的额头 觉得他没大碍了 也动身去帮忙 屋里就剩下叶萧萧 和另外两个哥哥面面相去 叶萧萧手里还拿个黑土豆 他那个时代 真没见过这种吃法 萧萧 你不吃啊 叶长远看着叶萧萧 他不知道 对方想要离开叶家的行为 还挺喜欢这个小妹妹的 毕竟他从小到大 都没见过这么白嫩可爱的姑娘 叶长盛机翘地开口 人家城里来的人 肯定吃不惯我们的东西 叶萧萧不和病人计较 自己把土豆掰开 抛开黑油油的外面不谈 但是嫩黄色 还挺有食欲的 他小口小口地尝着 一个烤土豆 愣是吃出了真羞的感觉 叶长盛 居然没骂人 有点不正常 院子里 叶长青匹柴烧水 苗凤山和叶建国在说话 苗凤山现在萧萧回来了 燕燕怎么办 是以后就在京城生活了 叶建国 爸 这是燕燕自己的决定 叶建国没有把好燕燕 拿走家里钱的事情说出来 只是想到 养了十七年的闺女不告而别 心里还是憋气 那点不满 不自觉地带到了脸上 苗凤山叹气 这人和人的缘分啊 谁也说不准 咱们家算是幸运的 走了的姑娘又送回来一个 这是咱们家的孩子 你和翠芳可得好好对人家 不能因为不是自己养大的 就偏心 叶建国 爸 你放心吧 咱不是那偏心的人 再说 那可是俺亲闺女 心疼还来不及呢 得到叶建国的保证 老爷子这才满意了 这边冬季天黑的早 下午三点多 他们在老爷子家里吃了热热乎乎的一顿饭 而且菜里还有肉 老爷子杀了两只兔子 和萝卜干炖在一起 还没出锅就闻到香味了 连叶长盛这位病人的胃口都好了很多 吃了几口后就又躺着休息 叶萧萧还好 其他人吃饭速度可比他快多了 一顿狼吞虎咽 一大盆菜就只剩下一点点 吃完饭 叶萧萧要给叶长盛打针 看配药的手法还挺专业的 只是叶长盛拽着裤子 誓死不从 远哥 你帮我按着他 不然我没办法打 叶萧萧只能寻求帮助 好嘞 吃饱喝足的叶长远 非常乐意干这件事 他本来就长得壮实 比有些瘦弱的叶长盛力气大多了 一下子就把对方按趴下 强行扯开裤腰带 放开我 叶长盛脸憋得通红 挣扎着 直到冰凉的酒精球擦到屁股上 他才老实下来 看来是逼凉为昌成功了 叶萧萧熟练的注射药剂 一旁的叶长远面带佩服 萧萧 你好厉害啊 叶萧萧萧萧 打针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叶长青 萧萧买了卫生所的药 老四情况又好转了 我看咱们明天就能回家 苗凤山不赞成道 别着急 你们多住几天 别回去再把孩子折腾严重了 叶建国 爸 家里还有活呢 要是明天圣根没事了 俺和老大就先回去 也省得孩儿探娘着急 这回老爷子没说什么 只是默默下地去收拾东西去了 把家里的大米白面收拾了一下 等着明天给他们拿回去 白石村背靠高山密林 村民经常进山打猎 肉虽然不多 但是只要勤快些 总能隔三差五吃一顿 家里最缺的是粮食 而且 要是遇上收成不好的年份 吃饭就成了大问题 只能用山里的山货 来外面换大米白面 冬天一下雪 就更艰苦了 山里进不去 整个村子与世隔绝 家里就得被足充足地过冬凉 这也是为什么 叶家有肉和鸡蛋 却都舍不得吃的原因 因为这些东西 需要用来换钱换米 再不济 也要等最困难的时候吃 而苗老爷子 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买一次米面 给村里的闺女家送过去 叶建国想要拒绝 但是想到家里的情况 还是什么都没说 晚上挤的男丁 都挤在一个炕上 老爷子把西屋的炕烧得热热的 让叶萧萧去住 屋里给他放了火盆 担心一氧化碳中毒 窗户还得开缝 北风就呼呼地灌了进来 叶萧萧一想 夜里他躺在热乎乎的炕上 想着自己应该已经改变了 叶长盛的命运了吧 对方还可以继续读书 不会变成瘫在床上的废物 会有更好的前程 第五章 认清现实 第五章认清现实一日一早 叶萧萧就醒了 换了个地方 他真的睡不着 而且屋里真的好冷啊 第一次让叶萧萧感觉到 贫穷和寒冷是成正比的 越穷越冷 现在是八十年代 遍地是金子的年代 但是时代的春风 并没有吹到小小的松林镇 这里没有成片的平原 没有轰隆隆的钢厂 更没有沿海地区的开放环境 就连村里唯一需要 劳动力的伐木场 也会在不久之后 因为保护环境的呼吁而关停 钱啊钱 钱从四面八方来 飞到我的怀里来 叶萧萧在心里 给自己做了一遍法后 开始了艰难的起床 然而 皮肤一接触到冷空气 就开始起鸡皮疙瘩 半点离不开被子 他明白了 可能钢铁般的意志 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吧 叶建国和叶长亲戚的更早 原本看着叶长盛已经好多了 两人想偷偷摸摸走 但是让苗凤山拦住了 直到把收拾的粮食都拿上 才放人离开 走之前 叶建国叮嘱叶长远 照顾好弟弟妹妹 等天气好一点就回家 叶长远满口答应下来 等到叶萧萧推开门的时候 叶建国父子已经走了 叶长盛看着也好多了 不再是昨天病歪歪的模样 在炕上置了桌子在看书 叶萧萧想起来 对方应该是再读高三 这两年全国教育改革 将原本的高中两年制 换成了三年制 首先影响到的 就是贫困地区的孩子 多读一年书 对一些家庭来说是 承担不起的负担 现在是寒假时间 你看什么书呢 叶萧萧坐在抗边找话说 叶长盛没搭理对方 他看的是 老爷以前留下来的一些教辅资料 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 他心里并没什么底 虽然在白川县 他算是学习好的 但是当地本来教学质量就非常差 和其他地方比不了 每年考上大学的人 更是寥寥无几 叶家鼓励读书 可是他的几位哥哥 也都是没有考上大学 叶长盛 你不是想要走吗 现在没人拦着你 随时可以走 叶萧萧忽然笑了 故意说道 但是爸爸妈妈都不想让我走 我决定了 我以后就住在这里 和你们一起生活 现在就算是叶家人赶他走 他也不会回到京城的 原书中写道 叶萧萧回到京城 刚开始还有许多大院子弟护着他 帮着他一起欺负好燕燕 但是后来在女主光环的作用下 那些对好燕燕抱有敌意的人 都被他征服 原本是白月光的叶萧萧 则是从神坛跌入泥闹 下场凄惨 要改变命运 那肯定是远离女主 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叶长盛 随便你 反正这里的生活很苦 我可不信你收得了 叶萧萧 那咱们走着瞧 叶长盛 在老爷家吃完早饭 叶萧萧继续给叶长盛打针 一回生二回熟 对方已经认命了 这次倒是没有挣扎 吃完饭后 叶萧萧看见 苗凤山左腿有些一缺一拐的 便坐在炕上给对方把脉 老爷 你左腿是有就伤吧 最近天气寒冷 便有复发的迹象 苗凤山点头 我这都是老毛病了 不碍事 叶萧萧没说什么 但是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等到白天没事的时候 他就要拉着叶长远出门 我来这里带的衣服不够 还有一些日常用品也得买 这是实话 叶长远挠挠头 那你买布和棉花就行 回去让二省给你做 二省手艺可好了 行 而就在两人准备出门的时候 被叶长盛拦住了 担心他们在外面闯祸 也非要一起跟着 叶萧萧本来就没准备干坏事 也不怕对方跟着 三人来到供销社附近 镇上的供销社规模不大 但是什么东西都能买到 只是进来后 叶萧萧才发现一个问题 他没有票 八十年代 华国仍旧处于物资稀缺 供不应求的环境下 买东西不仅要钱 还要有票 我没票 叶萧萧哪里经历过 有钱买不到东西的事情 非常干大地站在供销社内 笨死了 叶长盛嫌弃地说 然后伸手 把钱给我 叶萧萧递过去两张大团结 这个钱 抵得上工人的一个月工资了 能买好多东西 叶长盛拿着钱去找售货员说话 不一会儿就喊叶萧萧和叶长远过去 售货员手里 有闲着的各种票 愿意卖出去 在叶长盛的交涉下 他们拿到了几张布票 和生活用品票 买完东西 正准备走的时候 叶萧萧忽然说道 咱们家是不是很缺粮食 不然你问问他手里有没有粮票 叶萧萧买了七尺布和五金棉花 又买了毛巾牙刷 雪花糕等日用品 园主带来的东西不多 要在这里长久地住下去 肯定得多准备一些 别的不说 雪花糕和护手霜一定得有 叶萧萧刚出来一会儿 就感觉到脸被风吹得火辣辣的疼 你干什么 俺家可不要你的钱 叶长盛看着对方花钱如流水的样子 已经很心疼了 眼看着结账要走 对方又说还有东西买 他非常不理解 又不是点你买东西 我乐意吃好点 叶萧萧撇嘴 叶长远 要买粮食我倒是知道一个好地方 虽然比粮店贵一点 但是不需要票 白石村的人经常出来买东西 有些自己的门路 叶萧萧 哪里 叶长远纠结 叶长盛则是知道对方要去哪里 直接说 那种地方不太适合你去 你要是真想买 等天黑了 我们两个人过去碰碰运气 不过事先说好了 两店卖三毛钱一斤 那里要五毛钱 现在已经年底了 肯定更贵 叶萧萧知道他们是想去黑市 想了想 答应了 三人出了供销社 东西都让叶长远背着 走到一半叶萧萧又不走了 叶长盛 你又想 哪里有抓中药的地方 我要去给老爷抓几副药 叶萧萧出生医学世家 爷爷是中医 奶奶是西医 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 他虽然大学读的是西医 但实际上中西医都会 叶长盛闭嘴了 看着对方吃瘪的样子 叶萧萧还是有些得意的 想不到吧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叶萧萧了 神经大条的叶长远 则是很快地给他指路 前面有一个中医堂 是最近两年开起来的 不知道哪里来的老头子 脾气古怪的很 都没人去那里看病 第六章 老中医 第六章 老中医距离果然不远 拐过马前方路口就看见了 药铺外面 看着比卫生锁还旧 门前贴着一副破旧的对联 但愿世间人无病 和膝架上药生沉 推门进去 里面的布置倒还算看得过去 大大的中药架子 摆满了小屋 一个木头桌子前 坐着的白胡子老头 在打瞌睡 三人进来的动静 都没把人吵醒 大夫 醒醒 夜长远站在一旁敲桌子 嗯 谁生病了 坐下让我看看 白胡子老头睡得迷惑 一边说话 还一边摸着老花镜 往眼上戴 大夫 我们不看病 我们抓药 叶萧萧从怀里 掏出一张药方递给对方 看起来早有准备 让我看看 水质 白棉 墨药 乳香 宋光景看完药方后笑了 这方子倒是讨巧 不知道是哪位大夫开的 大夫 是有什么问题吗 叶长盛不放心地问 宋光景 方子没问题 主治伤骨损伤疼痛 只是用量大胆 只有行医多年的老师傅才敢开 大夫 这是我开的 叶萧萧见对方点出问题 是位有本事的前辈 便没有隐瞒 宋光景这回 却是实实在在地诧异了 没想到 开出这个方子的 还是个小娃娃 你学医几年了 叶萧萧 先学医 后识字 自入门来 已经有十多年了 宋光景点点头 这小镇上的姑娘 比那群废物 花费几十年培养的继承人还强 毫不吝啬地赞誉道 不错 等着我给你们抓药去 这老头抓药的动作很快 哪怕走到里面环境昏暗的地方 也能准确拉开正确的抽屉 旁人抓药 总要一边抓 一边拿着称凉 这位老人则是 刷刷刷将要抓好 再放到秤上一看 分毫不差 宋光景 五副药 一共五块七毛五 叶萧萧给前后 将药包接过来 宋光景 孩子 是谁叫你的医术 叶萧萧 我老是不让我说 宋光景也没有为难孩子 只说 有时间可以多来我这转转 我这欢迎你 叶萧萧 谢谢 直到出了门 叶长远才愤愤说道 那个老头子不正常吧 谁没事回来要电玩 叶萧萧只是笑笑没说话 那位老人 应该不是这个的意思 三人回家的路上 正好能路过卫生锁 但是叶长盛已经好了 就没必要再进去 而且 家里还有叶萧萧买的药 还没用完呢 只是三人路过卫生锁门前的时候 发现门口乱哄哄的 有好多人围在那里看热闹 还不时地传出些脏话 叶长远 这是咋了 像是闹事的呢 叶萧萧也抬头 这是碰到一闹了呀 叶长盛不是爱看热闹的人 只催促道 和咱们无关 赶紧回家吧 一会儿 老爷该着急了 叶长远虽然大一岁 但是并没有弟弟沉稳 反倒是把杯子的东西 往叶长盛怀里一塞 自己上前去打听消息了 过了一会儿 叶长远跑回来 手舞足蹈的笔画掌 你们猜是咋了 有个孩子在这里打针 结果回家 就瘫痪了 现在连炕都下不来 不会走路了 叶萧萧脸色微变 原来叶长盛的那场失误 不是个例吗 现实的残酷 比他看书中文字时 更甚千倍万倍 此时 他才有了一丝感悟 他所在的地方 不是一本书 而是血淋淋的现实社会 叶长远还在说 还好圣哥你 没在这里打针 那个大夫不靠谱了 叶长盛反驳 又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 不过到底没在说什么 有些沉默地往家里走 三人中 只有叶长远比较兴奋 等到了家门口 叶萧萧也想通了 从包里数出50块钱 递给叶长盛 这是买粮食的钱 你们看着买吧 叶长远和叶长盛 都是18、9岁的小伙子 家里的钱都是大人在管 他们还真没拿过这么多钱 萧萧 你把钱都花了呀 你回不去京城了 叶长远瞪着眼睛 他早就听爹妈说了 二婶家新来的妹妹 是很远的京城来的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走了 叶萧萧大声 我都说了我不走了 叶长远 呃 好吧 叶长盛名嘴 没说话 他知道 家里现在缺米缺面 自己没底气拒绝这些钱 也没资本说其他的话 但是他发誓 等他赚了钱 一定会还给叶萧萧的 三人拿了这么多东西回来 把苗凤山吓了一跳 听到解释后 才说萧萧的衣服薄 确实得做新棉衣 老爷这有钱 不够就来拿 老爷 我的钱还够 叶萧萧现在 确实还不缺钱 但是赚钱迫在眉睫 因为他手里的钱 可不够帮这个家庭做些什么 老爷 家里有药罐子吗 我把药煎了 这是治腿疼的药 苗凤山 别乱花钱 老爷腿不疼 叶萧萧不管老人怎么说 只哄着对方拿出药罐子 放在炉子上 开始熬药 等到天色再暗一点 叶长盛和叶长远 准备出去买粮食 叶萧萧不放心地叮嘱 你们出去小心一点 就算是价格高也没事 别和人起冲突 毕竟黑市里混的很多 都不是什么好人 拉帮结伙欺负外村人也是有的 他不想为那两斤粮食 再生变故 叶长盛 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 不会出事的 我们走了 叶萧萧 这死孩子 不识好歹 叶长盛和叶长远出门了 一直到叶萧萧 把药煎好都没有回来 老爷 你喝药 将药端给苗凤山后 叶萧萧跑到院子门口 往外打量 这里前后都是泥巴房 形成了一个小巷子 天一晚前后 都是乌漆嘛黑的 叶萧萧 夺步往巷子口走了几步 还是没看见什么人意 一阵冷风吹过 就算是穿着棉袄 还是被吹得透心凉 他转身想回去 忽然被人从后捂住了嘴 呜呜呜 第七章 炮灰小第一号 第七章 炮灰小第一号萧萧 是我 这声音有点熟悉 但是叶萧萧一时没辨认出来 还是奋力挣扎 而且 他是穿进书里 可没有园主的记忆 就算是熟人 也不认识 呜呜呜 放开我 叶萧萧一脚踩在对方的脚面 让对方松开自己 呜 疼疼疼 萧萧你干嘛 我在县城等了你好几天 没看到你才来这边找你的 好不容易找到你 你还打我 这声音委屈极了 叶萧萧 你谁啊 黑影 我是段磊啊 叶萧萧 哦 园主的小跟班 段磊也是京城大院里的孩子 而且 其父母的君子都在好父之上 算是大院里的小霸王 这次叶萧萧闹着 来到白石村 段磊不放心 便跟着一起来 不过到城里的时候 叶萧萧就不让对方一起同行了 只让对方在原地等着自己 原书中 叶萧萧离开白石村后 会和段磊一起回到京城 好家父母很欢迎他回来 并且保证 一定会对他和好燕燕一视同仁 但是时间久了 好燕燕越来越优秀 叶萧萧不断作死 天平自然就倾斜了 段磊是在所有人都放弃原主后 还坚定站在他身边的人 只是后来下场非常不好 因为和男女主作对 犯事后逃到山林里 最后让猛兽活活咬死了 最后找到的时候 尸体都不完整了 知道对方的身份后 叶萧萧冷静下来 不是让你在县城等着我吗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我都等你四五天了 再不回来 我就要联系当地公安 去那什么破村子捞你了 段磊语气非常不好 叶萧萧 我没事 段磊 那咱们什么时候回家 这破地方 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怎么有这么穷的地方 叶萧萧实话实说 我觉得这挺好的 我不准备回去了 什么 这破地方有什么好的 屋里都冷得要死 买东西要走几十里地 没有随处可见的小贩馆 没有百货商场 什么都没有 段磊没想到 自己挨冷受冻这么久 就得到这么的答案 瞬间心态崩了 你冷静点 叶萧萧赶紧去捂对方的嘴 这大嗓门 不知道还以为是在骂街呢 我怎么冷静 草 段磊刚想挣脱开叶萧萧的手 忽然一股拉力从背后袭来 将他拽得一个亮枪 叫你欺负我妹妹 叶长远一拳打在段磊的脸上 草 去你妈的 段磊自认打架不怕谁 没听清对方说的什么 便抬手还了回去 两人撕打在一起 你没事吧 叶长盛也跑过来 他和叶长远一回来 就看见有人拉着叶萧萧 直接把对方当成附近的小流氓了 别打了 都是熟人 叶萧萧来不及解释 连忙上前将人分开 段磊的眼睛已经黑青了 叶长远的嘴角也破了 两人都呼哧呼哧地喘着气 彼此不服 四哥 远哥 这个人我认识 是我在京城的朋友 叶长远 叶长盛和叶长远 将丢在地上的米口袋拿起来 四人进了院子 到了屋里 虽然有两人脸上都带着伤 但是屋里指点了煤油灯 是看不清楚的 你们干什么去了 饭都做好了 可不能带着萧萧疯跑 苗凤山见到多了的孩子也没细问 还以为是叶长盛和叶长远的同学 段磊进屋后 神色更嫌弃了 同时还有些委屈 不明白为什么叶萧萧宁愿待在这里 也不愿意回京城 瞧着小破房子 连电灯都没有 叶萧萧去帮着端饭 警告段磊 有事吃完饭再说 段磊 还吃饭呢 屋里黑的筷子都找不到嘴了 叶萧萧 那你出去 段磊 晚上吃顿土豆 用昨天剩下的土肉汤 虽然看不见肉 但是非常香 只有段磊非常嫌弃 我就是饿死 也不会吃这种饭的 其他人都没管他 连苗凤山也只是笑眯眯的看了他一眼 过了一会儿 段磊端起碗 尝了一口菜 嗯 真香 吃完饭 趁着老爷和其他人收拾桌子的时候 叶萧萧将段磊叫到一旁 我之前的话还没说完呢 其实我不是不回去了 我是等明年再回京城 为什么 叶萧萧把话说得决绝 我不是好家的亲女儿 我没脸回去 除非我能考上大学 不然我也没脸见你们 我担心你们嫌弃我 段磊有些着急 怎么会呢 我们和你做朋友 又不是因为你的家庭 不管你是谁的女儿 我们都是好朋友 叶萧萧心想 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缺心眼的 表面做出一副委屈的模样 但是我不敢去见爸爸妈妈 我决定好好学习 考上京城的大学 到时候再去报答对方的养育之恩 叶萧萧是要考大学 但是绝对不会报京城的志愿 她巴不得远离是非之地 但当务之急是稳住段磊 所以她才这么说 段磊有些了然 但是沉思后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地方出过大学生吗 还有半年时间 没有老师辅导 你确定自己能考上大学 叶萧萧抬头 双目雾蒙蒙地闪着泪光 所以就靠你了 我希望你回到京城好好学习 然后定期给我寄学习资料 到时候 我们还能在同一所大学相遇 段磊忽然被赋予了使命 一股责任感油然而生 没问题 我肯定帮你 她完全忘记了 自己是个学渣 叶萧萧非常感动 趁机提出要求 那你回京后一定要好好学习 千万不许打架 也不许去找好燕燕的麻烦 这倒霉孩子 就是因为得罪女主 才走上歪路 她得及时拨乱反正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放她一马 段磊原本还打算回京城 好好给那个好燕燕一个教训 谁让她抢走了萧萧的爸妈 但是现在已经没那个想法了 她满脑子都是 应该去找哪个老师要学习资料呢 萧萧要是知道自己学习不好 肯定会失望的 她不能让萧萧失望 段磊在苗老爷家住了一晚 第二日一早就找到叶萧萧辞行 萧萧 我得赶紧回京城了 你要的那些学习资料 我一到京城就给你寄过来 你记着我家的电话号码 有事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你留下吃完早饭再走 不了 你不知道 这里去县城就一趟早班车 错过了 我就得另找办法回去 叶萧萧 那好吧 你记得脸上涂点药 过了一夜 段磊脸上的乌青更严重了 原本周正俊俏的五官 现在看起来有些滑稽 没事 段磊想自己摸摸的脸 刚碰到就感觉到一股刺痛 那死小子下手真黑 要不是萧萧的哥哥 他非等 看见叶萧萧关心的目光 他又觉得这点痛不算什么 段磊从兜里掏出一些钱和票 这些钱你拿着 剩的不多 等我回京了再给你邮寄 我不要 你和我客气什么 咱俩从小到大的交情 我可看不得你饿死在这里 段磊不由分说地塞给叶萧萧 自己转身跑了 钱我收下了 你路上小心点 叶萧萧追着对方出门 看见段磊的背影 消失在巷子口才转身回家 段磊走了 叶长生的病也好了 他得想想自己的赚钱大计了 第八章 准备卖瓜子 第八章准备卖瓜子 段磊留下的钱一共是156元 他平时不缺钱 但也没有攒钱的意识 这次出门 两人都是临时行动 这钱虽然不多 却是除了路费 他剩下的所有钱了 叶萧萧把自己剩下的钱放在一起 一共凑了354元 这些钱就是他的启动资金 他得靠着这些钱做点什么 你要去啊 咱们今天回村里 叶长盛是想着买这么多东西 得抓紧送回村里才是 而且叶萧萧的棉鞋和棉袄 棉裤也得抓紧做了 等再碰到冷天 不至于挨动 没想到叶萧萧却摆摆手 回村不着急 我现在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做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 叶长盛非常怀疑 市场调查 现在距离春节 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 距离下学期开学 还有两个半月 叶萧萧的目标是 在这两个半月内 将叶家孩子下学期的生活费 和学费赚够 最好能把好燕燕拿走的钱 也赚回来 这样 家里大哥就不会因为经济压力 冒险去安全措施 不合格的矿区干活 最后因为矿区事故 一去不回 那时候叶家 叶建国已经去世了 叶长盛瘫痪在床 但是还有救治的希望 叶长青扛起了一家人的生活开销 压力非常大 所以明知道不安全 还是下矿了 结果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 年纪轻轻就这样走了 叶长青去世后 大嫂张雪 每日以泪洗面 精神恍惚 矿区拒绝赔偿 说这次事故 是工人违规操作 叶家大伯一家帮着打官司 苗翠芳也因为悲痛交加 累倒了 就在家里乱成一团的时候 在门口玩的两个孩子叶宝成 叶宝源被人贩子拐走 再也没找到 惨 太惨了 惨绝人寰 看书的时候 这一家作为背景板出现 寥寥几笔就概括了一生 但现在 叶萧萧不能任由剧情发展下去 要逆天改命 不顾叶长盛的反对 叶萧萧拉着他和叶长远出门 叶萧萧 这里最热闹的地方是哪 叶长远 那当然是大吉上了 不过得等星期五 今天没有 即使也是当地政府鼓励的 有组织有纪律的活动 像是农村 普通人想要赚点买卖钱 只能来这里 叶萧萧 集市上都卖什么呀 叶长远 什么都有 而且价钱比供销社便宜 叶萧萧大写 那咱们能卖点什么出去吗 叶长远 咱们什么都没有 叶萧萧 叶萧萧作为城里孩子 医学生对于生意经 还真的不了解 叶长盛似乎明白了对方的想法 咱们家里有的东西都不是什么稀罕物 家家户户都有 凭什么要来买你的 叶萧萧 你说的有道理 就在几人站在原地不知道去哪的时候 看到街上有很多人往一个方向走 好几位老人手里还拿着小板凳 叶长远 哎哟 是不是今天有人来放电影啊 大家都是去站地方的 县城文化局有专门的电影放映员 平时就在附近的几个村子转悠 一般一个月能轮到一两次 对于没有任何其他娱乐活动的人来说 这可是每月的盛会 叶萧萧眼睛一亮 看电影 他知道卖什么了 叶萧萧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卖瓜子 叶长盛和叶长远听到叶萧萧的想法 都觉得不现实 他们也会种瓜子的 家家户户都能打个几袋子 哪里会花钱买别人的 叶萧萧 不只是卖瓜子 这附近哪里有卖爆米花的 咱们可以瓜子和爆米花捆绑销售 咱们老爷家的巷子里 就有人绷爆米花的 自己带爆米和糖 一锅给人家一毛钱 叶长远很识了解 走 咱们先去买点东西 叶萧萧顿时有了底气 三人再次来到供销社 叶萧萧准备把需要的东西都买回去 叶长盛拦住花钱每款的叶萧萧 瓜子和爆米老爷家里都有 你只买点糖就行了 反正我们只是试试 要是卖不出去 也没什么损失 好吧 脑子好的人果然做什么都好 很会出类旁通 买好糖 三人就分别开始准备 叶萧萧缠着老爷在家里炒瓜子 叶长远和叶长盛 则是拿着东西 去找卖爆米花的大爷崩包米 苗凤山不知道这群孩子要做什么 但是他宠孩子 把家里存的两麻袋瓜子都搬了出来 反正这东西放在家里也没什么大用 叶萧萧帮着烧火 苗凤山甩开膀子干 铲子不断地在锅内翻动 炒瓜子也是个技术活 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 小了没有香味 大了会壶 苗凤山就炒得非常到位 炒好后 叶萧萧把瓜子装进袋子里 祖孙两人都忙活得满头大汗 老爷家里有不用的就报纸吗 叶萧萧想着用些东西 到时候方便给顾客装起来 那东西多的是呢 苗凤山经常帮朕里写些东西 往年不用的就报纸 因为前几年的事情吓怕了 写着大人物名字的丢又不敢丢 就都让他拿回家写毛笔字了 现在能有用处 再好不过 叶萧萧 太好了 谢谢老爷 苗凤山 萧萧 你们用不用老爷帮忙 叶萧萧 不用老爷 你晚上安心看电影就行 我有两个哥哥帮忙呢 天一黑 三人就出发前往晒场了 带着一袋子瓜子和两袋子爆米花 叶长远非常兴奋 萧萧 咱们没准备各秤什么的 不用 我准备了两个糖瓷缸 一缸瓜子 加一缸爆米花收一毛钱 这样好算账 糖瓷茶缸不大 瓜子放得多 爆米花放得少 但是这种捆绑销售更吸引顾客 而且售价只需要一毛钱 这个价钱属于谁都出得起 就算是花掉也不觉得心疼的范围 叶长远 虽然不贵 但是应该没人买吧 叶长盛也是没有信心的模样 就算是再聪明 他们两个也只是困在山区里的小小少年 有时困住自己的并不是距离 而是思想 晒场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放映机器都直了起来 小孩子在周围跑来跑去 青年男女三三两两结伴走过 三人往晒场旁一站 过往的人都没注意到他们 贪钱冷落七青 第九章 第一桶金 第九章第一桶金 接下来呢 叶长远紧张的东张西望 卖东西当然是吆喝了 要不然对方都不知道我们来干啥的 叶萧萧也没干过这种事 但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为了赚钱不怕丢人 卖 叶萧萧深吸一口气 卖瓜子爆米花了 看电影最佳搭配了 果然周围乌漆嘛 嘿 只有喊出来 别人才能注意到他们 叶萧萧这几嗓子 很有效果 很快 一对小情侣就走了过来 男生大方地问这是什么 青炒瓜子和爆米花 现在城里人看电影都吃的 叶萧萧把麻袋口袋解开 给两人看 女生说 是的嘞 我上次去县城 就看见电影院旁有人卖 男生 多少钱 一份一毛钱 咱们不用称量 各给一堂瓷钢的量 叶萧萧声音软软地介绍道 小样 甜不死你 瓜子和爆米花的量虽然不多 但是价格也便宜 男生没怎么纠结 就说道 给我们两份 好嘞 叶萧萧拿起糖瓷钢 各成了满满的量 然后说 两位要是不方便的话 咱们这有报纸 给您装进盒子里捧着 这小地方 哪里见过如此周到的服务 女生也羞涩地说道 抱起来好 叶萧萧便用裁剪好的报纸 叠了个纸盒 给两人装着 对方痛快地递过来两毛钱 叶长远瞪大眼睛 萧萧 真的有人买啊 叶萧萧把钱收起来 那当然了 你看着吧 今天的生意才开张呢 有了第一份买卖 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 便有人围过来问价钱 觉得合适后 都会掏钱买 有些人想讨价还价 我花五分钱 只买瓜子行不行 叶萧萧笑眯眯地解释 我们小本生意 不分开卖的 大哥你别为男人了 我不爱吃爆米花 咱这爆米花架了足足的糖 您不爱吃可以带回去给老婆孩子 他们肯定高兴 询问的人听见这话也没生气 反倒是有些开心 是啊 多花五分钱就能哄家人高兴 谁不乐意呢 大哥干脆利落地掏钱买了一份 等人走后叶长远才问 萧萧 为什么不能分开卖啊 叶萧萧把钱收好 主要是为了好算账 还有就是做生意要讲原则 不能开这个先例 要是有人分开买 一起买的人肯定也觉得自己吃了亏 闹起来就不好了 叶长远 萧萧你好聪明啊 生意打开后 来买瓜子和爆米花的人越来越多 看电影 吃零食甚至成为了一种优越感 没买的人看着别人都有东西吃 自己没有 总觉得心里少了一块似的 再一问价钱 才要一毛钱 便更加觉得这东西划算 有的小孩也哭着闹着要吃爆米花 家长没办法 只能带着孩子来买 小小摊位前围着的人越来越多 三人几乎要忙不过来 叶长盛负责收钱 叶萧萧叠纸盒和看着货物 叶长远负责称货装货 一麻袋的瓜子很快见底 爆米花则是卖得更快 因为那东西占地方 但其实并不多 咱们应该多准备点的 叶长远后悔不已 叶长盛虽然名嘴沉默 但是看目光也是在觉得可惜 这么快就卖完了所有货 超乎所有人的意料 第一天 咱们没有经验 叶萧萧多多已经动妈了的双脚 终于体会到了一点 勤劳致富的乐趣 叶长远语气傲闹 哪里还有下次啊 下次得等十天半个月了 这里去附近村 应该不会很远吧 只要是距离近一点 咱们都能过去 当然如果是像白石村 那么封闭的村子 就没办法了 对哦 我们可以去县城 这里去县城 也只要走两个小时就到了 叶长远语气兴奋 而且县城两三天 就有一次电影 比咱们这热闹多了 叶萧萧 走两个小时还不远 不过确实比白石村离的近多了 这里毕竟是镇上 但他不建议去县城卖 因为诱惑城里人 得拿出更高级的东西来 电影还没看到一半 叶萧萧几人准备的东西 就都卖完了 要是放在平时啊 贪玩的叶长远 肯定是对看电影更感兴趣 但是现在 只想赶紧回家数钱 那咱们回去吧 外面怪冷的 叶萧萧也想看看今天的收获 回家后 三人将家里的手电筒 翻出来打开 松林正是通了电的 但是并没有落实到家家户户 像是苗老爷家的这片区域 住户家里都还没有安装电灯 所以 这里到了晚上的时候非常黑 走路都要小心 现在屋里有了手电筒昏暗的光 三人总算是能看清钱币的数额 将那一毛毛的毛票 都掏出来放到炕上 叶萧萧负责数整钱 叶长胜负责数五分的钢蹦 最后一共有13元五角的一毛钱 钢蹦有9元八角 加起来是23元三角 在这个小县城 差不多是工厂正式供一个月的工资了 而这 才是他们第一天的收入 咱们一天 就把一年的学费赚出来了 叶长远感觉自己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叶萧萧把钱收起来 也和两位哥哥说清楚 这些钱算是咱们的本金 等到年底不干了 咱们再分成 怎么样 长远 没问题 萧萧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叶长胜神色复杂 他其实知道 家里的条件有些不好 父母虽然从未当着大家的面说过 但是他曾听到过 父母私下里的谈话 小妹艳艳离开家里的时候 把家里的三百积蓄 全都拿走了 他原本对艳艳离开 还觉得有些担忧和挂念 现在已经没什么感觉了 既然对方要奔赴更好的前程 那他绝不会阻拦 以后做陌生人就好了 叶长远 咱们明天还继续吗 叶萧萧 当然继续了 那我现在就出去问问 下场电影去哪里看 叶长远兴奋地跑出去了 叶长胜看向叶萧萧 问道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赚钱 这能有为什么 当然是缺钱了 谁不想不好日子呢 叶萧萧并没有透露 这一家发生的那一系列 倒霉催的事情 他相信日子会一点点变好 叶长胜没再问 而是默默地把东西收拾好 同时盘算明天需要准备的东西 叶长远是和苗老爷一起回来的 也打听清楚了 明天电影在隔壁的大柳树村放映 离这里不远 走路到村里放映点 半个小时也到了 叶长远 咱们明天多准备点 叶长胜 家里没有那么多瓜子了 看来 你们今天生意不错呀 瓜子那东西 家家户户都有 你们要想要 问问前后街坊 谁们家里有卖的 应该不会很贵 苗老爷笑呵呵地 看着几个孩子折腾 还像模像样的 便也在边上出主意 老爷的话有道理 我明天就去问 叶萧萧干劲十足 明天我们把家里瓜子先炒了 辛苦老爷了 苗凤山 呵呵 我看见你们这有干劲的样子 老爷就不辛苦了 第十章 第一次分钱 第十章第一次分钱第二日一早 叶萧萧就和叶长盛 一起去前后邻居家 询问家里有没有葵花子售卖 苗凤山帮他们指的人 都是平日里相熟的邻居 绝对没有不好相处 或者爱占便宜的 第一家去的是顺大娘家 顺大娘家里只有她和一位小孙女 见到他们来买葵花子 连忙把家里的瓜子拿出来 我这里还有两袋子 都是挑最好的瓜子留下来的 你们看看成不成 顺大娘今年六十岁左右 看着非常苍老 脸上和双手都留有辛苦劳作的痕迹 叶萧萧翻看袋子里的瓜子 确实都是非常饱满 奶奶 这两袋子您准备卖多少钱 俺也不懂 给钱就卖了 叶萧萧 您这两袋比较重 瓜子也好 我给您五块钱吧 真的能收吗孩子 这瓜子可不是稀罕物 你可别后悔 顺大娘是害怕这几个孩子买完后悔 扯来扯去的麻烦 还不如直接把话说清楚 放心吧奶奶 咱们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叶萧萧数出五块钱给对方 第一天没有收很多瓜子回来 除了顺大娘的 又从另外两家挑了两麻袋 便打到回府 咱们瓜子要少买 这生意也不是长久打算 时间长了 别人肯定会学 咱们只要抓紧时机 赚够一波钱就行了 叶萧萧和两位哥哥解释道 炒瓜子和爆米花都没有技术含量 别人要是发现能赚钱 自然会效仿 萧萧说的有道理 叶长盛很赞成 而且他们上学后 也没办法再做生意了 叶长远很失落 他学习成绩不好 并不喜欢读书 还以为这真的是一笔买卖呢 结果也是个临时活 不过能赚多少是多少 他想过年的时候 给家里人置办些东西 那才是真正高兴的事情 回家后 仍旧是叶萧萧和老爷炒瓜子 叶长盛和叶长远 去找绷爆米花的大爷 就这样忙活到下午三点 三人决定带着瓜子和爆米花 出发前往隔壁大柳树村 三人拉的东西有点多 苗凤山挺不放心这几个孩子 但是自己的腿有毛病 走路很慢 不能帮上太多忙 苗凤山 这样吧 我去问问你们李和书 他家里有骡子车 看看能不能带着你们一起去 叶萧萧眼睛亮了 他是真没想到 现在有骡子车这种交通工具 老爷 你能不能问问那位李和书 能不能这一个月都拉着我们跑 我们给钱呢 这样可比走路方便多了 苗凤山 现在又不种地 正是那车闲着的时候 老爷帮你们问问 李和书还挺好说话的 叶萧萧也和对方商量了 跑一趟是五毛钱 如果这买卖能干一个月的话 李和书也有十五块钱拿 一切商定好后 这买卖算是风风火火地干起来了 因为这种售卖方式小众新颖 刚开始的生意实在不错 每天都能把拉出去的货物卖干净 前半个月 每日最高盈利额能达到三十五左右 只是后来如叶萧萧所猜测的那样 也有人开始效仿三人的经营模式 盈利额自然下降 但凭借着三人的经营 每日还有十多块的收入 三人就这样勤勤恳恳地干了一个月 中间只有叶长远回家报了一次平安 其他时间 三人都在跟着放映员到处跑 直到第二次轮到大柳树村放映电影的时候 当天下午出发前 李和书忽然走过来 支支吾吾地说道 萧萧啊 今天临时有点事 不能送你们去隔壁村了 叶长远 李和书怎么这么突然啊 李和 家里有点急事 李和说 那您快去忙吧 我们这不碍事的 本来我也想着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卖瓜子了 现在碰上你有事忙 那我们就不去凑热闹了 叶萧萧非常善解人意 并且主动说道 我把这一个月的钱给您结算了 一共是十六块五 李和听到这话 神色有些不自然 萧萧 这么好的生意 你们怎么不做了呢 这不是快过年了 家里爸妈 着急让我们回家呢 叶萧萧随意找了个理由 那好 这钱我就拿着了 你们下次用车 再让凤山叔喊我 李和神情不自在地接过钱 临走的步伐有些慌乱 萧萧 咱们不回家呢呀 叶长远摸头不解 之前为了怕家里人担心 他特地回了村里一趟 没告诉家里人 他们现在做的事情 只是说 苗老爷腿疼犯了 他们留下帮老爷干点活 大家都说好了 等年底赚了钱 他们买完年货 再一起回白石村过年 笨 你看不出来吗 李和叔叔不是家里有事 不愿意拉咱们 应该是他带了别的 准备去卖瓜子的人 叶长远 一副看透了的模样 叶长远 什么 叶长远 而且最近几天 看电影附近卖瓜子 和爆米花的人越来越多 咱们昨天就剩下许多 没卖出去 没错 所以这生意 也算是做到头了 叶萧萧点头 那今天这些瓜子和爆米花 还卖出去吗 叶长远看着他们准备的东西 还好不多 但是瓜子能存放 那爆米花可是要返潮的 过两天就不能吃了 叶萧萧问 明天镇上是不是有大吉 叶长远 是啊 瓜子咱们留着吃 明天带着这两袋子爆米花 咱们去集市上 叶萧萧猜礼和叔今天拒绝他们的原因 不是因为有人出更高的价钱雇佣他 就是他家里人也要开始做这个买卖了 当广场上的擦鞋匠 都知道买那只股票的时候 就到了把这只股票抛出去的时候了 所以在做卖瓜子这个买卖 显然行不通 完蛋了 那咱们明天肯定卖不出去 叶长远摇头苦笑 大吉上东爆米花的大叔可多了 回屋了 咱们看看这一个月的收获 叶萧萧招呼道 叶长远 来了 脸变得也快 哪里还有担心的样子 叶萧萧把老爷贡献的钱匣子打开 这里面是他们一个月来的收获 叶长远非常紧张 咱们是不是应该把门插上 苗凤山摇头 你们数吧 老爷在门口给你们看着 老爷 你和我们一起数 叶萧萧把钱都倒出来 膨胀开来的钱币从匣子里涌出 撒了一炕 虽然都是数额很小很小的钱 但是看得人热血沸腾 第十一章 来自学霸的质疑 第十一章 来自学霸的质疑 五毛 一块 十块 一百 二百 五百 数钱就用了一个多小时 等把钱整整齐齐码好后 也得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 一共是九百六十元五角 叶长远 这么多钱啊 叶长盛 这还是扣除成本的 连他都有些激动了 叶萧萧拿出九百 这九百块钱 咱们一人三百 剩下的钱给老爷 苗凤山这一个月 帮着炒瓜子 做饭 安顿三的孩子起居 给这点钱实在是少了 其他人都没意见 只有看热闹的苗凤山 连忙摆手 老爷不要 这都是你们辛辛苦苦赚的钱 老爷 你就拿着吧 等我们赚多了钱 给你多多的分红 叶萧萧硬是把钱塞给苗凤山 那老爷就收着了 留着给你们买好吃的 苗凤山便也不推脱了 他这个小孙女啊 是有见识的 是能带着家里人越过越好的人 叶长远则是拿着钱 有些不知所措 萧萧 分给我的是不是太多了 他没干什么呀 就是帮着忙活了 以前寒假他也都是疯完 什么正事都不干 更别说有钱拿了 而这么多钱 他更是想都不敢想 远哥 这钱是你应得的 而且 我相信 你不是乱花钱的人 你肯定愿意把钱交给大伯和大娘保管 叶长远 那当然了 我肯定会把钱交给家里的 叶长盛 叶萧萧又把自己的三百 交给叶长盛一起保管 这个钱四哥拿着吧 到时候帮我交给爸妈 他们这些日子 肯定着急坏了 叶萧萧这样做 是因为他知道 叶长盛是叶家知道真相的人之一 书中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导致叶长盛是和女主好叶严 关系最不好的叶家人 而且因为瘫痪的原因 叶长盛在书中的性格是偏激阴冷 他甚至是常常仇恨女主和原主的 因为这两人做出的种种行为 是叶家噩梦的开始 叶长盛看向叶萧萧 他也知道 叶严把家里钱都带走了的事情 叶长盛不知道是谁告诉叶萧萧的 但此时的他 很为对方的行为感动 你怎么不自己给 因为我比较害羞 叶萧萧俏皮的眨了眨眼 还做了个鬼脸 明明是一起在外面风吹日晒 但是叶萧萧的皮肤 还是那么光滑细嫩 一看就和村里的孩子不一样 他长得漂亮 做大表情也不会崩 反而更俏皮了 叶长盛将钱收好 我会告诉爹妈 这些都是你赚的钱 叶萧萧无所谓了 分好钱后 三人终于能在白天的时候 好好休息休息了 苗凤山心疼几个孩子 这几日挨冷受冻的东奔西跑 叮嘱他们 你们在家里玩 老爷去买点肉 咱们今晚吃点好吃的 老爷 我和你一起去 叶长盛站起来 不用 你们老老实实在家 待着就行 苗凤山在几个外孙里 就最心疼年纪小 不说好 身体差得老四 孩子们又忙了这么些天 他拿舍得再让他们来回跑 老爷 我不累 叶长盛下地穿好鞋 执意和苗凤山一起离开 此刻叶长远还兴奋着 萧萧 我没想到赚钱这么简单 赚钱可不简单 是咱们运气好罢了 叶萧萧还算冷静 虽然现在是八十年代 外面的世界已经是遍地黄金 外援户层出不穷 但是这次生意能成功 绝对是占了很大运气 他只是个医学生 没有做大生意的脑子 叶萧萧对自己的定位很准确 叶长远 是啊 如果不是萧萧你 我们肯定赚不到这么多钱 叶萧萧原本在想事情 文言转过头 原书中 没写叶长远一家怎样 因为他们属于配角的配角 比莫自然更少 但是结合书中 男女主婚礼时 现场没有一位叶家人出席 叶长远一家 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提醒道 远哥 你还是好好读书吧 咱们现在赚的钱 够好好生活一年了 唉 叶长远叹气 但是我读书没有胜根好啊 我已经有想法了 如果明年的高考 我没有考好的话 那我就去报名参军 但是现在参军入伍 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 需要上面的人来面试 都通过了才能参加 叶萧萧鼓励道 远哥 你个子高 又没有弯腰驼背螺圈腿 当兵没问题的 当兵总比干别的强 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 叶长远性格跳脱 单纯善良 做生意很容易被人坑 叶萧萧的话 对叶长远鼓励很大 更坚定了他当兵的决心 苗凤山和叶长盛 很快就买菜回来了 两人拿着两斤猪肉 半袋白面进屋 老爷今天给你们包白面饺子 这可是过年才能吃到的饭 叶长远蹭地炕上坐起来 双眼朔朔放光 老爷 你太好了 外屋帝很快就叮叮光光地响起来 肉馅剁碎 屋里储备的大白菜 也取出一颗剁碎 和肉馅搅拌在一起 放盐 味精 酱油 香油 十三香 还没开始包饺子 看着这一盆馅 就口水直流了 苗凤山垮面 和面 动作娴熟得很 叶萧萧本来也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帮忙 但是转了一圈 发现自己完全插不上手 苗凤山也不让几个孩子插手 他自己干活习惯了 有孩子们反倒是施展不开 于是 叶萧萧几人就坐在炕上等待着 叶长盛倒是不无聊 他拿出苗凤山这里的课本翻看着 这里的书很多 高中课本都有 叶长盛问叶萧萧 你读几年级 叶萧萧 我和你一样 也是明年高考 成绩怎么样 挺好的吧 叶萧萧确实是学霸 不过大学生向来是本生小 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能考多少分了 这没底气的模样 让叶长盛误以为对方是在嘴硬 可能和燕燕一样 是个学渣 叶萧萧拿起抗桌旁的一本数学书翻看起来 他确实有些知识点需要固定 他翻书的动作很快 因为发现 八十年代的课本 虽然和自己学的有差别 但是知识点都差不多 他翻过一遍就想起来了 将数学书翻完后 叶萧萧发现 还有一本英语课本 这个内容就很简单了 都是非常基础的单词和对话 他在一旁将书翻得哗哗作响 可能是声音影响到了安静作题的叶长盛 叶长盛抬起头 看两分钟前翻数学书的人 已经把书换成了英语书 他皱眉 怎么 你连河都不认识了 第十二章 对付泼妇的方式 第十二章 对付泼妇的方式 叶萧萧争大原谋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毒蛇的人 我没在查单词 我在看书 哦 随你吧 叶萧萧 好气哦 老爷那边很快就忙活完 叶萧萧他们看了一会儿书 等面盒馅弄好 就帮着去包饺子 烧水 叶萧萧包饺子的动作非常不熟练 别人的饺子都能站起来 他的却东倒西歪 苗老爷笑呵呵地 指导叶萧萧正确的包法 等到最后 他真的能包出小元宝式的饺子了 叶萧萧心里有一股满足感 以前在家里都是有保姆阿姨做饭 家里人都是工作狂 没人会下厨 这样的氛围 让他感觉兴起 大锅里的水沸腾 苗凤山端着饺子下锅 等到煮到一个个飘起来的时候 就差不多好了 苗凤山拿碗和盘子盛好 又弄了点自家腌制的咸菜 农村吃饺子 本来也不用准备很多菜 而且 老爷这里只有一个大锅 煮好饺子后再炒菜 有些不方便 大家已经很满足了 有饺子就行 要啥自行车啊 四人围坐在炕桌上 吃着白菜猪肉馅的饺子 幸福感油然而生 吃完饭 天已经完全昏暗下来 没什么娱乐活动 一般情况下 大家都早早睡了 但今天家里几人都比较兴奋 叶长盛打着没有灯看书 叶潇潇没看 而且对着叶长盛说 你这样会把眼睛看坏的 大家都是这样学的 叶长盛当然知道 这样对眼睛不好 但是能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本来就教学水平落后 和全国高考生比起来 没有一点竞争力 就更需要努力 咱们有时间去邮局看看吧 我想看看 有没有我的剑 算算时间 段磊应该已经搞到学习资料了吧 这都一个月了 就算段叔叔关 对方禁闭 也应该解封了 叶长盛 好 苗凤山 出来 外面忽然传来一道奸细的声音 打破了小院的宁静 这声音怒气冲冲 听着像是来砸场子的 可惜外面天已经黑了 看不清楚来的人是谁 苗凤山也纳闷呢 开门往外走 想看看具体是谁 天黑了 还在家里串门 叶潇潇几个 也都麻利得下扛 害怕老爷吃了亏 此时的院门口 李河正拉扯着气势汹汹的女人 行了 这件事情和凤山叔也没关系 你别胡闹了 女人甩开李河 怎么没关系 就是他们家带起来的风气 现在他们倒是两手一甩 什么都不管了 你让咱们家可怎么过 苗凤山打着手电出来 这才看清了 上门的人是 李河同他的媳妇张桂梅 是你们夫妻啊 怎么了 是今天的工钱有问题 李河在暗中羞红了脸 弱弱地说 叔 工钱没问题 苗凤山打量二人 那你们这是 张桂梅推开礼盒 自己站到前面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看电影卖瓜子这股风气 是不是你们家带起来的 现在你们家赚了钱 拍拍屁股走了 我们这瓜子 可都砸手里了 你说 这件事情 你们家是不是有责任 是不是应该负责 叶萧萧刚走出来 就听到了这番言论 顿时被对方的无耻震惊到了 担心苗凤山真的会心软 叶萧萧先开口道 婶子 国家没用你的脸皮 去研究防弹衣 真的是浪费资源 叶长盛 扑 张桂梅 你什么意思 叶萧萧将目光落在张桂梅身后 停在门口的骡子车上 那上面摆着好几个大麻袋 应该都是瓜子 好家伙 看样子是没少收购啊 难怪急眼了 他贪手 表情无辜 意思就是 你学着我们卖瓜子的事情 和我们没有一点关系 要是真追究起来的话 婶子还得先把学费交了才对 你 你们今天要是不把这些瓜子帮着处理了 我 我就赖在这不走了 张桂梅平时最爱撒泼打滚占小便宜 和老师本分的李和 真不像亲生的夫妻 见他这耍赖模样 苗凤山冷着脸 李和 你也是这么想的 凤山说 真对不起 我就这把他拉走 李和还是拎得轻 但是他做不了张桂梅的主 还没等李和拽他离开 张桂梅就开始扯着嗓子好 没天理了 自家汉子帮着外人欺负我了 不知道是不是让外面的小妖精迷了眼睛 夜深人静 墙外偶尔传来几声狗叫 张桂梅这几嗓子 差点把左邻右舍都惊动起来 本来就很生气 现在听到对方还造谣 直接要冲上去打人 不过在外人面前 李和还是要护着自己老婆 连忙拦住夜长远 长远你别生气 叔这就带你沈子回家 不过他能拦住夜长远 可拦不住夜萧萧 在张桂梅造黄瑶的时候 他就冲上去了 直接拽住对方的头发 甩了他一巴掌 第一次动手打架 夜萧萧用了全部的力气 胳膊都论圆了 沈子 你来我家 就是胡搅蛮缠人的吧 咱们这就去公安局 看看公安同志怎么判这件事 我可提醒你 诽谤侮辱他人 可是要判刑的 夜萧萧还抓着张桂梅的头发 他个子比这个矮小的女人高一些 这姿势还挺顺手 张桂梅发出尖锐报名声 啊李和 李和你就看着有人欺负你老婆是吧 李和还猛着呢 他忙着蓝叶长远 这半大小伙子 力气可大着呢 可夜萧萧他也认识了一个月 那就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 平时估计连活都不干 双手一点剪子都没有 他老婆这个只会窝里横的 居然让个小姑娘打得酷爹喊娘 丢人 叶长盛走过去拉叶萧萧 趁机踩了张桂梅好几脚 苗凤山 滚 滚出我们家 再来闹事 我们绝对报警 李和连忙把自家老婆拉走了 一直等到骡子车哒哒哒走远 院子里的祖孙四人才相视而笑 叶长远 萧萧 没想到你这么猛 居然直接冲上去打人 叶萧萧不好意思 我也是第一次这样 苗凤山语气关心 刚刚没受伤吧 那婆娘可不好惹 以后出门离远点 叶萧萧 老爷我没事 但是他以后不会来找你麻烦吧 苗凤山 老爷才不怕他呢 要是再来找麻烦 老爷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苗凤山在松林镇教了许多年书 认识的人还是挺多的 所以不用害怕张桂梅 叶萧萧 老爷真厉害 苗凤山 哈哈哈哈 院子里传来一阵舒朗的笑声 叶长盛摇摇头 怎么老爷也变得爱胡闹了 不过他并不讨厌现在的气氛 这件事情后 总感觉大家的感情又拉近了许多 第十三章 要问赚钱哪家墙 现有东北小五娘 第十三章 要问赚钱哪家墙 现有东北小五娘一日一早 吃完早饭后 叶萧萧就拿出纸笔 请老爷在纸上写几个字 苗凤山笑呵呵的 要老爷写什么字 叶萧萧 我想请老爷帮忙写个招牌 就写 只看病 不抓药 不准不要钱 一块钱一次 他今日就是准备去集市上 给人看病 收取诊费 而且这是零投资的买卖 他看完病开完方子 病人再去哪里抓药他 可就不管了 前世他都是一诊的 但现在只能先用这个手段来赚点钱了 听着像是骗人的 叶长远坐在屋里吃爆米花 叶长盛 也不一定 苗凤山的毛笔字 龙飞凤舞 格外有品 将写好的字随便贴到一个木板上 就成了小小的招牌 叶萧萧拿着写好的牌子 和老爷的笔墨纸验 叶长远搬着家里一套破旧的单人桌椅 叶长盛拿着昨天剩下的爆米花 三人一路往镇东头大街的集市而去 这杯是五天一小集 一个月一次大集 今天正好就是每月一次的大集日 刚放开集市的时候 老百姓们还束手束脚 生怕犯了错误 经过这两年的磨合 老百姓已经尝到了集市的好处 不用人招呼 就自发地汇聚在一起了 叶萧萧三人来得早 集市的摊位还不多 三人找个了位置好的地方 支起摊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进入集市 卖的东西也越发灵芒满目 有卖佐料的 卖鸡鸭鹅肉的 卖五谷杂粮的 卖鸡蛋鸭蛋的 卖糖葫芦的 有剃头里发的摊子 足售小人数的摊子 照相摊子 不过这里的五谷杂粮虽然多 但是品质参差不齐 大家都是拿家里吃不到的东西来交易 像是米面一类就比较少 毕竟谁家里也不多 集市里 买东西的人则是更多 远远看去 像是一团乌云聚在了此处 吆喝声 谈笑声 响成一片 虽然别人也都是小本买卖 但叶萧萧他们的摊子 看起来更加平平无奇 很多人看了一眼就走了 连牌子上的字都不看 叶长远陪着站了一会儿 就觉得无聊 那边好热闹 我去看看 都是卖什么的 少年人怎么可能闲着 叶萧萧也没拦着对方 叶长盛则是继续陪叶萧萧等客人上门 叶萧萧拿出昨天剩的爆米花 大声喊 免费送爆米花了 估计其他的话别人都没听见 就听见免费两个字了 一时间众人纷纷回头 小姑娘 你刚刚说什么免费 有位大姐站到了这摊子前 好奇地问 爆米花免费 但是您得站在这里 大声朗读三遍我们的招牌 叶萧萧指了指苗老爷写的牌子 这个姑娘啊 俺不识字来 没关系 我教你读 只看病 不抓药 大姐 只看病 不抓药 读了三遍 这位大姐也明白了 这摊子是干嘛的 小姑娘 你们这还能给人看病啊 那你看看 我有没有什么毛病 免费送的爆米花大姐不稀罕 但是她最近还真有点身体不适 只是一直忍着 还没去医院看呢 叶萧萧 姐姐你坐着吧 我给你把麦看看 大姐瞪眼 哟 小姑娘你就是医生啊 可别是闹着玩的 怎么会呢 您刚刚也读了 不准不要钱啊 叶萧萧指了指牌子上的字 大姐 这才半信半疑地坐下伸出手 叶萧萧搭上对方的手腕 然后又让其伸出舌头看了看 你是不是经常到汉 夜里多梦 最近半个月起夜的时间变多 睡不好觉 白日里手脚没劲 大姐点头 对对对 我开个方子 姐姐你去药店抓点药 咱们镇子上就有中药堂 去里面买上二两菊花餐 回家泡水喝 叶萧萧拿起一旁的毛笔 沾墨写字 交给大姐 叶长盛目光诧异 叶萧萧的毛笔字 居然写得不错 叶家孩子的毛笔字 都是老爷和苗翠方教的 每个孩子三岁就开始练 家里出了不爱写软笔字的艳艳 其他人都写的一首好毛笔字 只是没想到 在别人家长大的萧萧 也有这样的爱好 好 那我听小大夫你的话 先喝着试试 大姐是个爽快人 收起方子后从兜里掏出钱 小大夫你说准了 这钱我应该给你 叶萧萧眨着轻亮的毛子 大姐 你算是我们今天开张的第一位客人 我不收钱 但是请你帮我们摊位宣传一下 大姐 啥叫宣传 叶萧萧 就是说 我看病看得准 大姐一拍大腿 这还不简单 等着大姐给你宣传去 大姐走后 陆陆续续有几个孩子 过来领爆米花 小孩子们的嗓门可大 一个个都相当于宣传喇叭了 而且喊完还不舍得走 一直站在原地玩呢 于是 这边就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虽然大多数人都是来看热闹的 但是还真有 抱着乔病的希望来试试的 之前大姐 还真的去做宣传了 好几位来问诊的病人 都是大姐介绍找来的 反正牌子上写了 不准不要钱 众人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坐在了桌子前 无论谁坐在这里 叶萧萧都微笑细心地询问病情 并且得出药方 叮嘱对方去哪里抓药 渐渐地 看热闹的众人发现 好像还真让这姑娘说准了 隔壁大柳树村的张大爷 几十年的老毛病 都让对方瞧出来了 而且姑娘也没说瞎话 只说这病得调养着 想要治好是不可能了 除非去大医院开刀 但是年纪大 身体状态不好 开刀的风险很大 不如慢慢养着 人群里怯怯私语 这姑娘挺厉害啊 那张大爷绝对不是托儿 就是我们村的人 瞧瞧人家的模样 就不像村里人 可能是从城里大医院来的医生吧 那这机会可难得 可不是 我得带我妈来瞧瞧 她最近头疼病犯了 不知道怎么传出去的 众人都认为 叶萧萧是大医院来的医生 一来二去的 摊位前竟然排起了长队 叶长盛手里拿的钱 也越来越多 就在叶萧萧忙着的时候 一辆吉普车从大陆驶过 正好路过松林镇大吉 不过大吉位置在路边的田里 现在冬天地里没有庄稼 位置也开阔 并不占着公路 路哥 这边好热闹啊 吉普车后座坐着两个男人 那位穿着皮夹克 梳着大背头 格外骚包的 已经降下车窗 兴致勃勃地打量着外面的集市 另一位穿着绿色军大衣 翘着二郎腿 威和双目靠在后座 听见动静 睁眼看了对方一眼 男人身躯高大挺拔 短发寸头 面部没有一丝遮挡 露出全部的五官和轮廓 见眉心目 阴气非凡 那一眼更是充满了威慑力 让皮夹克男神神一笑 伸手把呼呼漏风的窗户关上了 第十四章 兄弟你是谁 第十四章 兄弟 你是谁闪开闪开 叶萧萧的摊位前 忽然闯进来几位三十多岁的男人 叶萧萧皱眉 同志 问诊请排队 哈哈 男人发出一阵刺耳笑声 妹妹 你也不打听打听 这十里八乡 谁敢让我张老我排队 他身边的几个男人 也都在嘻嘻哈哈地笑 还对着叶萧萧几眉弄眼 让人很不舒服 而且不仅这位张老五 霸占了问诊的位置 他身边的小弟 还往一旁赶人 都散了吧 我们老大要好好和这妹妹聊聊 再不走 有你们好看的 排队的人不满 你们怎么这样 张老五 你们不问诊的话就一边去 欺负人家小姑娘干什么 旁边有等着问诊的大哥 仗义直言 但那张老五为人实在暴躁 居然直接冲上去 给了大哥一拳 大哥也不能忍气吞声 冲上去牛打起来 叶萧萧觉得 今天这是不像是意外 这姓张的 应该是故意来找麻烦的 周围有拉架的 也有看热闹的 这里瞬间成为了 整个集市的焦点 四哥 你去找公安 叶萧萧推了一把叶长盛 不行 你去吧 叶长盛怎么可能 把叶萧萧留在这里 叶萧萧 我找不到地方啊 就在打架范围 渐渐扩大的时候 之前那辆吉普车 也正好开到这个位置 因为这里人多 车走得也慢 驾驶位置负责开车的小李 忽然说道 团长 前面有人打架斗殴 哟 韩兴又把窗户给打开了 集市上的人 一看就都是附近的百姓 都穿着厚厚的蓝黑棉袄 但是在人群中 有一位分外突出 韩兴使劲眨眨眼间 我没看错吧 怎么好像看见 许建文他未婚妻了 坏了 该不会 是被人贩子拐卖了吧 停车停车 韩兴激动地 伸手拍小李肩膀 陆寒川终于顺着 打开的窗户看出去 虽然不知道 韩兴说的是谁 但是也一眼注意到了 看热闹人群中的 一个小姑娘 虽然穿的也是普通棉袄 还戴着个丑帽子 但是露出来的那张脸 实在干净 和周围人士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刚刚韩兴说什么 许家那小子未婚妻 他虽然没见过 这位未婚妻 和许建文也不算熟 但是仅有的几次局 可没少听许建文 抱怨自己父母包办婚姻 他那群朋友 还觉得他可怜 纷纷安慰他 呵呵 他可怜的屁 怎么办 咱们要不要下去问问情况 韩兴还在纠结 因为他也 只是在大院里 远远见过对方几次 但是认错的可能性不大 那张和仙女士的脸 实在是不多见 卡 开车门的声音 韩兴一扭头 他路个已经没了 张老五带来七八个人 那位正义的大哥不是对手 三两下就被按到了地上 这场打架 说快也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 叶潇潇和叶长盛 虽然都没离开 但是找了为看热闹的热心大叔 帮忙报警 对方也二话没说就跑走了 但是再快 也得十几分钟能过来 张老五来到叶潇潇面前 妹妹 要不然咱们单独找个地方聊聊 正好我有些不方便的病要看看 说着就要过来拉扯叶潇潇 叶长盛挡在叶潇潇面前 张老五 你别太过分了 哪里来的臭小子 哥哥给你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 张老五伸手 要将叶长盛拽到一旁去 他本来今天的目的 是替自己妹妹教训教训 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 但是看到人的瞬间改变了主意 这小美人长得太好看了 嘿嘿 最好能找个僻静的地方 和小美人单独谈谈心 张老五正做着美梦呢 伸手的手忽然被人抓住 洛晗穿素着眉眼 整个人锋芒毕露 手腕轻轻一折 张老五发出杀猪般的尖叫 草 你特么哪来的多管闲事 最近国家正在开展扫黑除恶工作 这位同志 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国家安全管理条例 欢迎你去吃牢饭 陆寒穿声音冷得像是雪山上的兵 不等张老五再说话 一脚将人踹到了路旁的雪窝堆里 这一脚威力挺大 张老五倒在地上半天没起来 你敢打我们老大 兄弟们一起上 张老五的小弟 喊得撕心裂肺 然而冲上来没有十秒 就全都躺在了地上 其狼狈程度 不亚于摔在雪窝里的张老五 周围有一瞬间的鸦雀无声 叶长盛 谢谢这位同志 陆寒穿的目光 却看向叶萧萧 你怎么在这 叶萧萧盯着对方 心里咯噔一下 熟人 但是这是谁呢 难道是男主 但是书里描写 男主斯文沉稳 待人温和 和这位看着就狂放不羁的帅哥 不是一个类型啊 陆哥 你等到我啊 韩兴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看着东倒西歪的一群人 心里叹气 遇上陆寒穿算这群人倒霉 叶萧萧还没说话 那边去报警的大叔 终于带着当地公安局的 几位同志过来了 谁在打架斗殴 太过分了 居然把人打成这样 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同志 看见地上捂着胳膊腿 哀嚎的人 顿时大怒 居然在严打期间 发生这种事情 简直是在 打松林镇公安的脸 公安同志 这些人就是 打架斗殴的挑事者 他们还在集市里打人 叶长盛指着人群里 被左右搀扶着的那位大哥 连忙解释道 老同志皱眉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 叶长盛 是我打的 陆寒川掏出自己的证件 丢给公安 这几个人当街斗殴 威胁恐吓未成年人 应该算是本地的典型嘛 要不是遇到我 还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事 那位接过证件的公安同志 看到上面的信息 瞪大了眼睛 长官放心 我一定严肃处理这件事情 把这几个人都带回局里 是 赵复局 那位四十多岁的老公安 就是当地公安局的二把手 这地方一共也没几位执法人员 但是官就是官 权力还是有的 几个混混和挨打的大哥 都要去一趟公安局 叶萧萧几人 作为事件的参与者 也得去说明情况 韩兴原本以为他陆哥 肯定不会配合 但没想到 这次好说话得很 人家公安同志刚刚提出来 他就点头了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京城里的那几位 都没这么大面子哟 第十五章 坦白 第十五章坦白萧萧 圣哥 怎么了 叶长远姗姗来迟 挤进人群 叶萧萧安抚道 远哥你看着桌椅 我和四哥去趟公安局 我们没事 就是帮着作证 叶长远 那我把东西收了 然后去找你们 现在哪有心思赚钱了 肯定是人平安才好 叶萧萧点头 洛涵川问 坐车吗 叶萧萧 韩兴 叶萧萧还在想 这两位到底是谁 怎么可能坐车 那空间太小了 分分钟露线 离这里很近 走路不远 他尽量用 模棱两可的态度说话 刚刚那个小白脸 喊对方陆哥 大远李信路的 陆寒川点头 那就一起走过去吧 他踹韩兴 你去和小李说一声 韩兴 啊 哦 他满头问号地走了 叶长盛走在叶萧萧旁边 叶萧萧走在陆寒川旁边 三人非常沉默 叶长盛是好奇 对方是什么人 看着似乎和萧萧认识 那 这个人会不会带走萧萧 叶萧萧则是绞尽脑汁地 回忆那本小说里的剧情 当时 他怎么没有全书背诵呢 悔不当初 公安局内 事情很快就调查清楚了 这张老五是张桂梅的哥哥 今天就是故意 来找叶萧萧几人的麻烦 这种行为非常恶劣 恰逢国家掩打黑恶势力 又有陆寒川的插手 张老五和这几个帮凶 肯定得蹲监狱去了 并且要赔偿挨打大哥的医药费 负责一切后续治疗费用 张桂梅也有责任 就算不用蹲监狱 也得到橘子里关几天 叶萧萧对这样的处理结果 还算满意 离开公安局后 对陆寒川说 谢谢你帮我们 韩兴就在门口等着呢 他见几人出来 立刻凑上钱 先看向叶萧萧 你是好萧萧吧 咱们大院里的 我听见文儿提起过你 你怎么会在这 韩兴的话 给叶萧萧透露出重要消息 是熟人 但是没特别熟 那他完全可以当做不认识 正好叶长远也跑过来 萧萧你们完事了 叶萧萧 四哥 远哥 我有点事情 和这两位同志说 叶长盛 我们去一边等你 叶萧萧点头 叶长远有点好奇 但还是听话地走到一旁 拽着叶长盛问刚刚的事情 叶萧萧看向面前两人 你们是许建文的朋友 许建文他熟悉啊 小说男主 因为这是个大女主文 男主的人设 就难免有些缺陷 例如清高好面子 但是最后肯定会因为女主而改变 两人圆满地在一起 也不算朋友吧 韩兴摸着下巴 虽然都是大院的孩子 但是他们比许建文那一批孩子大两岁 经历和眼界不一样 自然玩不到一起 也就是偶尔能碰上 互相聊聊天 听到这个回答 叶萧萧就放心了 我现在不叫好萧萧了 叫叶萧萧 17年前 我母亲和好夫人一同去部队随军 生产时遇到当地暴雨灾害 不小心抱错了孩子 一个月前 好家的孩子回到京城的家里 我自然也应该回到我的家里 叶萧萧三言两语 解释完事情经过 韩兴听完后 目瞪口呆 看电影都没有这么曲折的剧情吧 韩兴还是不能理解 那你不回京城了 徐建文呢 你是他未婚妻 他也不管你啊 叶萧萧心里高兴 就等着你问呢 多好的撇亲关系的机会啊 那是好家选的女婿 既然好燕燕已经回家了 那未婚夫自然也是她的 和我没关系 叶萧萧声音清润 干净好听 说话的时候 眉眼间带着一丝脚侠 小狐狸式的机灵 陆寒川打量对方的小动作 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刚刚的话 绝对有一半是在说谎 而且 这位叶萧萧同志 虽然面露遗憾 但他总觉得小姑娘在 暗爽 那你 你 韩兴继续抓耳挠腮 但是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 安慰吧 人家好像不是很伤心 劝劝呢 关系又不是很熟 还是要谢谢你们的关心 我还不知道 两位哥哥的名字呢 叶萧萧弯起眉眼 甜甜一笑 韩兴不好意思地 避开小姑娘明亮的眸子 我叫韩兴 这位是陆寒川 叶萧萧瞪大眼睛 韩兴 陆寒川 我靠 还以为是小角色 没想到是大佬 这两位都是大院里 家世天花板的人物 虽然文中笔墨不多 但是和叶家人 这种炮灰可不一样 一直到小说结尾 男女主都在为一些合作上的事 八戒京城地产大佬 韩兴 而陆寒川呢 对他的描写更少 只知道 他在大院里 是霸王一般的人物 在肖章的二世祖 到他这里 都得服软 在书中 更是有个肖章的外号 阴望 陆寒川勾纯 对小姑娘的反应感到好笑 怎么 我们两个很有名吗 叶萧萧重重点头 很有名 韩兴还算有自知之明 哈哈 肯定不是什么好名声 陆寒川 你现在住在哪里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他不相信 有人从天上跌下来 会没有落差感 而到目前为止 叶萧萧的反应都太平静了 我住在白石村业家 接下来什么都不做 就是读书 等明年高考 叶萧萧心里有点疑惑 不是说不熟吗 怎么看陆寒川 好像很关心自己 难道他和原主 有点别的关系 这么一想 他有些紧张 陆寒川没有再问下去 而是从口袋里拿出纸笔 写下了什么后递过来 叶萧萧接过 上面居然是地址 和电话号码 地址有些远暂时不说 这年代 找个打电话的地方 好像也有点难 镇上也只有邮局和供销社里面有公家电话 陆寒川 需要帮助的时候 可以打电话联系我 叶萧萧 谢谢 陆寒川 他们还有事情办 没准备在松林镇停留 给完电话后 陆寒川和韩兴 便上车离开了 车里 韩兴终于能把疑惑许久的问题问出口 陆哥 你有点不对劲 陆寒川懒得理他 上车后就恢复了高冷 管好你自己的事 再说废话 就滚回京城 韩兴 第十六章 有一个师父 第十六章 有一个师父 叶萧萧 将联系方式收好 但是心里绝对没有想着 要去联系对方 他担心陆寒川真的和园主认识 万一相处的时候露线 应该会死得很惨吧 萧萧 那是你朋友吗 见那两位同志离开 叶长远和叶长盛走了过来 叶长远目光羡慕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这么好的车呢 叶萧萧刚开始 还没觉得不对劲 现在回想起来 人家确实赢在了起跑线上 八十年代 能开着车到处乱跑的人 不说屈指可数 也是非常少数 也不算我的朋友 就是以前的邻居 叶长远想象的邻居 那就像他家和二叔家一样静 心里想着 这不就是朋友吗 但其实 京城的部队大院 覆盖范围非常广 周围有配套学校 医院等各种建筑 不同的部队有不同的分配 平时很少能偶遇到 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叶长盛没问 刚刚几人都说了什么 而是说 咱们还回集市吗 现在时间还早 当然要回去了 时间还没过午 叶萧萧可不想 白白浪费了时间 叶长盛 那咱们就在回集上看看 上午收益良好 如果没有张劳武等人捣乱 现在估计已经赚了 二十多块钱 等到叶萧萧等人 再回集市后 没想到的是 这里还有很多人 在原地特地等着他们回来 姑娘你们回来了 那群坏人都被抓起来了没 叶萧萧 大家放心吧 闹事的人不仅抓起来了 还要坐牢呢 听他这么说 大家只觉得大快人心 叶萧萧几人 重新支起桌椅 大家有条不紊的排起队 因为刚刚的一场冲突 叶萧萧这里生意更加火爆 而就在不远处 有个人的目光 一直盯着摊子 下午三点半 集市上的人 开始三三两两地散去 而叶萧萧他们摊位前 还等着七八位人 第一次靠着收诊费赚钱 效果居然出乎意料得好 而且来叶萧萧这里问诊的 好多都是三四十岁的妇女 除了日常的劳损伤痛 还有一些难以启齿的妇科问题 只要叶萧萧能看出来的 都细细给对方解释 比较严重的 便推荐对方去医院 用仪器检查 开些见效快的吸药 最重要的是 叶萧萧的态度实在好 比卫生所和镇上医院的 大夫护士都要清和 自然颇受好评 当最后一位病人开完药方 叶萧萧终于能休息了 她站起来活动活动 叶长远和叶长盛 则是收摊 准备回家 姑娘 今天来我要店买药的那些人 都是你推荐来的吧 不知何时 那位中医药铺的老先生 站在了叶萧萧面前 叶萧萧了然 镇上只有你那一家中药铺 只要是中药方子 我就都推荐去你那里买药了 宋光景摸着下巴上的白胡子 露出笑容 那些方子我看了 小姑娘你在学医上很有天赋 有没有兴趣跟着我学中医 叶萧萧抬眸 让我做学徒吗 我没有时间 宋光景摇摇头 我想收你做徒弟 叶萧萧 这人是个老古董吧 宋光景见年轻人 自己提出的要求有些唐突 你现在应该很缺钱 给我做徒弟后 每天只要跟着我学习一些医理 我按月给你发钱 而且你虽然聪慧 但在医学研究上还差得远呢 叶萧萧还是觉得奇怪 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宋光景实不相瞒 我们这一行以前都是有派系的 后来师门凋零 几经落魄 我和几位师兄弟打赌 看谁的本事更高 日后就能继承师门的牌匾 几年前已经比过一场 我们双方对结果都不太满意 于是又定下赌约 看谁能交出厉害的徒弟 日后这师门牌匾就归谁 叶萧萧明白了 这牌匾应该就是所谓的招牌吧 大概是同仁堂一类的东西 那确实挺重要的 也难怪上次去的那间中医堂 并没有挂牌子 叶萧萧心里盘算一番后 说道 你想说我做徒弟 那我也得考考你的本事 宋光景眼睛亮了亮 行啊小姑娘 今天有些晚了 明天你来药铺找我 随你考验 叶萧萧答应了 她不仅仅是为了钱 而是心里真的对中医感兴趣 在原来的世界里 她在父母的劝告下 选择了西医 当时家里最疼她的爷爷非常遗憾 一度觉得自己的医术后继无人 但当时西医是热门专业 为了虔诚 叶萧萧听从了父母劝告 现在能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叶萧萧想弥补心里的遗憾 和宋光景约定好后 叶萧萧和两位哥哥回家 萧萧你太厉害了 什么都坏 叶长远现在的目光 都不仅仅是羡慕了 而是敬佩 叶萧萧腼腆地笑 万贯家财 不如一记傍身 我也只会这一个罢了 叶长远夸张地比划着 萧萧你太谦虚了 我觉得你什么都好 叶长盛提醒首武足导的叶长远 好好搬着桌子 早上拿出来的爆米花 早就免费送完了 三人只用搬着桌椅回家就好 除此之外 还有叶长盛兜里满满的钱 到家后 苗老爷已经做好饭 叶长盛把兜里的钱 都交给叶萧萧 今天的钱 都是靠你自己赚来的 不用给我们分 叶长远也赞成 因为他觉得自己 并没有帮上忙 这一天 就是去集上玩来着 叶萧萧接过钱 里面有一块整钱 也有五毛几分的零钱 目测应该有七八十元左右 他数出两份十元钱 给两位哥哥 这是你们应得的 有劳动就有收获 叶长远 兮兮 叶长盛也没有推托 将钱收好 吃饭的时候 叶长盛提出 明天没有急了 我想回趟家 萧萧之前 买的棉花盒布 都送回家里了 衣服肯定都做好了 你在外面跑 还是要穿厚点 叶萧萧现在身上穿的 还是出门前 描翠芳给披上的旧棉袄 不过他已经习惯了 并不觉得嫌弃 但是离家一个多月 叶长盛肯定也想家了 他说 四哥应该回趟家 把钱带回去给爸妈 看看年前还缺什么东西 让家里人一起支办了 我明天要去镇上的中医铺看看 就不一起回去了 第十七章 拜师 第十七章 拜师叶长远端着碗 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那个老头 今天找你干啥呢 叶萧萧想了一下 暂时没说收徒的事情 他想让我去他的药谱帮忙 叶长远吓了一跳 那不就是去打工 萧萧 你还要读书呢 叶长盛也看过来 表情严肃 过完年很快就开学了 读书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是啊 萧萧 你现在还小 别考虑其他事情 趁着这个假期好好玩玩 苗凤山语气关怀 这里的寒假确实很长 叶萧萧当然不会放弃读书 他保证就是休息的时候会去 不会影响我读书 听到他这么说 叶长盛几人才勉强答应 一日一早 叶长盛和叶长远收拾东西回家 他们两个暂时不会买年货回去 因为山路难走 带上货物 他们两个太不安全了 每年买年货 都是全家人一起出动 用爬梨将东西拉回家 叶萧萧也如约来到那间中药铺子 宋光景一大早就起来收拾铺子的前后院了 让屋里屋外都看起来整洁干净些 他今年快六十岁了 因为经历过一些黑暗日子 显得格外苍傲 如果不是真的看上了叶萧萧的天赋 他是不会动收徒弟的心思的 叶萧萧刚走进铺子 就看见了里面坐着的宋光景 小姑娘来吧 我这老头子随你考 叶萧萧淡定的走到老头子面前 先别着急 咱们是不是应该先介绍一下自己 宋光景点头称是 主动说道 我叫宋光景 今年五十二岁 原来是京城人 后来下乡到黑云省 一直没回去 叶萧萧也开口 我叫叶萧萧 今年十七岁 也是从京城过来的 但是我得在这里读完高中 我明年高考 就算拜师傅 也没有多长时间和你学习 他是肯定要读书的 等上了大学 还要报医学系 明年高考 那岂不是能上读大学了 读大学好啊 宋光景忽然变得激动 你一定要考到京华大学去 那里是全国为数不多 开设了中医专业的学校 叶萧萧 先不说他 能不能考上国家顶流学府 这个京华大学是在京城吗 他之前下定决心 不会去的地方 见叶萧萧犹豫 宋光景差一开口 怎么 你还有别的想法 暂时没有 现在还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叶萧萧今天来 是给这老头出难题的 提他都想好了 是他在爷爷笔记里 看见到的一个疑难杂症 叶萧萧把早就写好的题目递过去 宋老先生 请指教了 宋光景接过题目 仔仔细细地阅读 不管结果如何 他这份郑重的态度 令人心生好感 这病症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而且不能面对面地和病人交流 只凭借文字描写 很有可能会误导医生 宋光景坐在药铺柜台前沉思良久 才在纸上写下几个药名 你这姑娘是带着答案来考我的吧 别等我写完了 你自己什么都看不出来 叶萧萧自信一笑 老先生 你别太小瞧人 我肯定能看出来 因为爷爷还在事时 他不止一次和爷爷讨论过 这个疑难杂症 宋光景吹干墨迹 写好了 叶萧萧接过来 表情有些意外 因为这位宋老先生给出的药方 已经很接近他最后 和爷爷讨论的方案了 而这才是宋光景 第一次接触这个病案 叶萧萧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宋老先生 我愿意拜你为师 宋光景笑容渐渐变大 最后爽朗地笑出声来 哈哈 好好好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宋光景的徒弟了 本来需要一个小仪式的 但是这里太简陋了 等日后回到京城 我肯定再办一场拜诗宴 叶萧萧觉得这话不对劲 宋老先生不太像普通人 宋光景却已经转身去后院了 还招呼叶萧萧 过来 师父给你个好东西 叶萧萧跟着一起去后院 院子不算大 里面有一口水井 墙角有颗辣霉树 倒是颇有些异景 宋光景院子 有东西偏方四间 里面都摆着药材 能闻到几种干草药 混杂在一起的味道 正屋有三间大房和一间小房 他走到正屋卧室里 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盒子 递给叶萧萧 打开后 里面是一个白玉印章 白玉温润细腻 品相不凡 章底刻着仁德二字 宋光景一副回忆的模样 这还是当年我拜师时 师父送给我的 仁德仁德 我们学医的人 永远都不要忘了这两个字 叶萧萧接过礼物 我记住了 师父 宋光景因为这一声 师父非常感动 连忙答应了几声 之前说好 只要你肯做我的徒弟 我每月是要给你开工钱的 当然也不需要你做什么 就算是零花钱好了 宋光景说到做到 他拿出五张大团结 塞给叶萧萧 叶萧萧心里的违和感更重了 他这个师父 真的有很多秘密 整个药铺一个月 都赚不到五十块钱吧 所以对方完全是在吃老本 师父 你给的太多了 宋光景白手 不多不多 不过 你得和我好好学习 要是不认真的话 我可会罚你的 叶萧萧还以为他会说 扫地出门呢 不过 他是真的想学中医 自然会努力 一天的时间 叶萧萧都在中药铺 帮忙收拾草药 也是宋光景给他的任务 看看他到底有多少基础 这里冬天是没有午饭的 一天只吃两顿饭 所以三点钟的时候 宋光景就说 今天到这里吧 早点回家 叶萧萧将手边的草药 摆放好后 站起身来 好 那我明天再来 今天苗凤山家 就只剩下叶萧萧和他自己了 苗凤山没有吝啬地 又杀了只兔子 老爷 你又杀兔子了 苗凤山 天气冷 不好养活 也没有那么多粮食喂养 正好吃肉 但叶萧萧知道 这是老爷在安慰他 因为兔子拿出去 也是可以卖肉的 哪能都自己吃了呢 苗凤山 怎么样 在药铺都干什么了 辛不辛苦 叶萧萧摇头 就是给草药分类 一点都不累 得到这样的回答 苗凤山才稍稍放心 那就好 要是觉得累 咱们就不干了 以前燕燕在家里的时候 家里人可也是舍不得她干活的 整个白石村 人人都羡慕叶建国家里的女孩子 现在看见叶萧萧整天忙活 苗凤山心里很愧疚 第十八章 老实的叶家人 第十八章 老实的叶家人叶萧萧 对长辈的心事一无所知 她做事情都有自己的条理 一日 叶萧萧去药铺前 先去了一趟邮局 这里居然真的有她的邮件 一个很大的箱子 她抱着非常吃力的那种 叶萧萧 失策了 应该带个劳动力来的 除了箱子 还有一封信 打开信封后 发现里面还有一张汇款单 段磊居然给她汇了一千块钱 叶萧萧将汇款单和信都收好 有点纠结 怎么把箱子搬回家 好在有邮局的工作人员 见她在门口磨磨蹭蹭 半天都没有走 主动提出帮她送到家里 叶萧萧便请对方 把箱子送到苗凤山家里 她自己拿着信 到了药铺后才认真阅读 段磊回去后 果然被家里大人罚了 但在她坚定地表示 以后不闯祸 好好学习后 离家出走的事情 就算过去了 她恢复自由后 还真的老老实实看了几天书 并且找老师要了高中的学习资料 这一千块钱 是她母亲大人 看她学习积极 安分老实后 给她的奖励 她将学习资料和钱 都给叶萧萧送过来了 另外段磊还说了大院的近况 好多以前的朋友 都等着她回去 那个好燕燕 现在已经住在大院里了 但是没人搭理她 段磊特地强调 不是他们孤立她 是那个好燕燕 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还有许建文 也在打听她的下落 想要来看她 段磊纠结 要不要告诉对方 读到这里 叶萧萧微微一笑 好燕燕那边的剧情 已经走上正轨了 作为大女主 对方很快就会改变自己 凭借着坚毅的性情 征服那些看不起她的人 至于许建文 她刚开始看不上女主 但是在女主做出改变后 又会情不自禁地被对方吸引 最终相爱 叶萧萧拿出纸笔 开始给段磊回信 学习资料和钱 她都收下了 但是还请以后不要 再给她汇钱过来 否则她就再也不嫌回信了 而且 为了让段磊放心 叶萧萧故意说 她手里的钱 完全可以支撑她读完大学 如果手里的钱太多的话 她放在身边不安全 这些钱就算是她借段磊的 以后会还回去 借钱太多 她也会有压力 信的最后 她再次交代 知识改变命运 不用关心其他人的生活 至于她的地址 千万千万不要告诉许建文 她要安静地度过高中 最后的半个学期 将所有的行词放在学习上 写完信后 叶萧萧收起笔和信件 准备一会儿 再将信寄到京城 然后她开始了新一天的学习和工作 在药铺的学习时间很快结束 宋光景非常满意 自己收的徒弟 年轻 聪慧 天赋高 这要是带回京城 恐怕是要羡慕死其他人了 叶萧萧刚回到老爷家 就听到了屋里热闹的说话声 她走进屋 看见叶建国夫妻 叶长青 叶长盛 叶长远都在 除此外 还有一对陌生男女 年龄和叶建国夫妻差不多大 叶萧萧猜测 这应该是就是叶长远的父母 她的大伯和大娘 萧萧回来了 对着门的苗老爷 先看见叶萧萧 苗翠方立刻转过身来 尼尔 快让娘看看 你都瘦了嘞 叶萧萧没觉得自己瘦 不过经过这一个月的运动 身体变好了 是真的 妈 你们怎么都过来了 叶萧萧还是很不习惯 这么多人在一起 说到这里 苗翠方神色严肃了些 萧萧 你让老四带回来的那些钱 妈不能要 事实上 叶长远带着钱回去的时候 家里人都受到了惊吓 在经过仔细询问后 全家一致上下觉得 这钱是属于叶萧萧的 他们一家老少 怎么能收小姑娘的钱 对方也还是个孩子呢 叶长远当时说 爹娘 这钱还是还给小妹吧 等开春了 我就去矿上蛋活 咱们家饿不死的 于是家里人一商量 就全都来了 出门的时候 还碰到了叶家大哥一家 叶长远因为拿回去的钱 差点挨揍 叶萧萧 这家人还真是老实 他都有点犯愁了 叶长远的母亲李桂兰 也上前说道 我都听远说了这钱的来历 但是他什么忙都没帮上 你给的钱 我们也不能拿 知道这家人的来意后 叶萧萧先是松了口气 然后故意抬高了生意 这些钱都是我和四哥 远哥一起赚来的 我们一不靠偷 二不靠抢 钱来的光明正大 虽然点的是我出的 但是四哥和远哥 才是真正干活的人 把钱交给家里 是我们的一番心意 你们不收这个钱 是没把我当成一家人 要是这样的话 我还不如早早走了 叶长远最沉不住气 文言有些着急 萧萧 你当然是我们家的人了 对吧爹娘 你们说句话 他担心 这么好的妹妹 真的跑了 叶建国叹气 萧萧 我们欢迎你回家 但是不希望这个家 给你带来负担 叶萧萧也坚定道 这个钱 我是不会收回来的 除非我不住在叶家 最后 还是苗凤山出来打圆场 既然孩子们赚了钱 你们就当成孩子们的 一片孝心吧 过完年 这三个孩子都要去念书 也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这些天 有他们陪着我 老头子我还非常高兴呢 今年是萧萧回家的 第一个年 咱们多买些年货 好好过 有了苗凤山的话 众人也都冷静下来 最后按照叶萧萧的心意 他们收下了钱 但是叶家人 已经把这一片情意 都记在了心里 又有好严严偷钱的事情在先 两者对比 心也在不知不觉中偏了 苗翠方拉着叶萧萧的手 高兴地说 萧萧 你之前送回来的棉花和布 已经给你做好棉袄棉裤了 你快来试试 叶萧萧买的蓝色碎花布 原本那布料在她眼里非常土 但是做成棉袄 居然还挺好看 重要的是 暖和 和身 耐脏 除了棉袄 还有一条棉裤 和一双棉鞋 这样的衣服 别说平时了 就是过年 家里都不见得能买一件 但是给叶萧萧做衣服时 苗翠方可没有一点觉得 对方乱花钱 她闺女配得上最好的衣服 她还觉得 让萧萧自己花钱买不买棉花 怪不好意思的 叶萧萧抱着衣服 谢谢妈 我很喜欢 苗翠方 萧萧喜欢就好 第十九章 命运的插路口 第十九章命运的插路口 因为一家人难得来的齐全 叶家人决定 顺便把年货买回去 如今距离除夕 也就只有二十几天了 另外 苗凤山每年都是去女儿家过年的 如果愿意的话 今年也就一起早点回村了 免得过几日有大雪 叶长盛告诉父母 之前他们已经去黑市 买了米面各五十斤 但家里人多 这些米面吃不了多长时间 平时还是得多买些糙米杯着 叶建国告诉他们 买年货的事情 有大人去办 他们这些小孩不用担心 叶萧萧把自己在药铺 做学徒的事情说了 我想在镇上多留几天 不能刚刚拿完好处 就罢工啊 怎么也得到 那月二十四再休息 苗凤山 那你们买完年货就先回去 我和萧萧再过个十几天回家 叶建国同意了 但还是叮嘱到 爸 您要是看着变天 可早点带着萧萧回去 别让大雪拦住了 苗凤山 有我照顾孩子 你们就放心吧 商量完后 一家人在苗凤山家住了一晚 苗翠芳和李贵兰和叶萧萧 住在原本的西屋 这屋里突然多了两个人 倒是暖和了一点 但是叶萧萧失眠了 不太习惯这么多人睡在一起 东屋更挤一点 那边的说话声 一直到夜里很晚才停下 想必是也没睡好 第二天一大早 一家人起来做早饭 然后去置办年货 叶萧萧没和众人一起去 她仍旧去要补帮忙 叶家人用了三天时间 将过年要用的东西 差不多买齐全了 原本因为存款丢失 不得不节衣缩食的叶家人 因为有叶萧萧的加入 事情迎来转机 今年的年货 甚至比往年还要丰富些 苗翠芳甚至舍得买上鸡皮布 给家里人做新衣服 其他人先带着年货回去了 倒是叶长盛留了下来 反正他在哪里 都是以读书为主 而家里其他人 则是还有很多活迹要做 苗凤山家里 再次安静下来 叶萧萧终于有时间 把断累邮寄来的箱子打开 这些是我朋友邮寄过来的 学习资料 你看看有用吗 他并不是很熟悉 这个年代的教材 叶长盛打开资料 脸上是肉眼可见的兴奋 这些题的难度 要比百川义中的墙 覆盖的知识点也多 叶萧萧 那就好 断累还是很靠谱的 而且断家 也能接受到更好的教学资源 从这天开始 叶萧萧除了每天去药博学习 还要多做几张卷子 争取在开学前 把高中的知识点拾起来 京城断家 客厅的茶几上 摆着一封打开的信 女人看完后 才交代家里的阿姨 一会儿拿给断累 知道了 太太 这女人正是断家的女主人 断累的母亲吴思芳 吴思芳并不是不尊重 儿子隐私的人 只是看见信件的 邮寄地址后 多想了一些 儿子好不容易安分几日 总不能让人打扰 他最近的学习状态 不过看完信后 他放心了 上面并没有说 什么过分的话 反倒是挺有积极作用 他儿子最听好家 那姑娘的话了 从这一个多月的行为里 就能看出来 好家最近发生的事情 已经在大院内 沸沸扬扬地传开了 那个自己找上门的孩子 大家都同情她的遭遇 但要说很快接纳她 却是不可能的 毕竟品性和教养 还有待考察 反而对离开的萧萧 众人都很惋惜 今天看完了信 吴思芳反倒觉得 那孩子有骨气 前程都是自己拼出来的 若真有这个心 他们家多帮助一些 也不是不行 毕竟是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 吴思芳交代完保姆送信 便出去工作了 出门的时候 正好看到了大院里 走路的母女俩 正是好家太太贺巧香 和好艳艳 若是没看见也就罢了 这都面对面撞上了 肯定得打个招呼 吴思芳带着笑意上前 巧香 出来溜弯啊 目光顺带着打量 贺巧香身边的女孩 浓眉大眼 乌黑长发 五官很像好成冰 英气有余 秀美不足 可能是在乡下长大的原因 皮肤有些黑 不过是很健康的颜色 看见人时 目光略微胆怯 但是一直鼓着勇气 抬头挺胸 对于刚刚从山村里出来的孩子 这样的表现 已经算是出色了 但贺巧香最爱面子 哪怕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她还是觉得这个女儿 在外面给自己丢脸 贺巧香勉强露出笑意 刚刚从百货商场回来 你这是要出去工作 吴思芳收回目光 是啊 我可没有 你这么好福气 你家好同志 是舍不得让你出去劳累的 哪有呢 你又打去我了 贺巧香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脸上流露出来的是甜蜜 见对方没有介绍的意思 吴思芳只能主动开口 这是你们家姑娘 贺巧香笑容僵硬 啊 是 快来打招呼 这是你吴阿姨 郝燕燕走上前 按下心里的忐忑 吴阿姨好 哎 有时间来家里玩 贺巧香客气着说道 谢 谢谢吴阿姨 郝燕燕非常紧张 她怎么能不紧张呢 这位吴阿姨 可是她前世在报纸上看到的大人物 也是在此刻 她非常的肯定 自己的命运和前世不同了 她不用再因为家庭贫穷 嫁给村里不务正业的人 最后断送自己的一生 吴思芳没再说话了 打过招呼后 就继续走路 她的身后 贺巧香不耐烦地说 说话就好好说话 你结巴什么 下次要是再这样 就别出门了 郝燕燕低着头 贺巧香 怎么 说你两句就委屈了 给我白脸色看 郝燕燕连忙抬起头 没有 妈 妈妈 我会好好学习的 我已经给你找了一位教导礼仪的老师 从明天开始就去按时上课 什么时候把舌头捋顺了 再出来见人 说完话后 贺巧香自顾自地往前走 心里非常后悔 买东西她自己出去就好了 偏偏带这个丫头出来做什么 现在让吴思芳看见了 不知道在背后怎么议论 贺巧香心里有些怀疑自己 是否做对了决定 如果萧萧还在的话 她肯定就不会担心这些事情了 那个孩子各方面都很优秀 长得也漂亮 和仙女儿似的 往那随便一站 别人就会上赶着夸赞 可惜 是别人的孩子就算了 偏偏还是那个女人的孩子 她绝不能接受 第二十章 回家 第二十章回家时间过得飞快 叶萧萧来到这里的时间 是1983年12月 现在已经是杨丽的1984年1月 那月21 距离华国春节还有9天 叶萧萧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有两个多月 最近天气总是阴沉沉的 苗凤山担心真的要下雪 于是和叶萧萧商量 萧萧 咱们要早点回白石村了 叶萧萧也知道 一旦下雪 肯定会耽搁回家的时间 老爷 我今天就去和师父说 年底这两天就不过去了 叶萧萧戴好帽子出门 越是临近过年 这几天的气温越低 她到药铺后 发现门口站了的男人 就直勾勾地站着 也不进去 叶萧萧歪着头 这也没锁门啊 她问 请问 你是要买药吗 男人回头 你是 叶萧萧 我是这家药铺的学徒 男人原本冷冰冰的表情 瞬间有了变化 连声音都和蔼了几分 你是先生的徒弟 叶萧萧 这个人奇奇怪怪的 没等多说话 药铺的门打开了 宋光景瞪了男人一眼才说 进来吧 男人喜出望外 进到药铺里 叶萧萧才知道这个男人 是来请宋光景回京城过年的 但是宋光景不乐意回去 师父 我今天是来和你请假的 我要回白石村了 你一个人自己过年 也太可怜了吧 不然就和他一起回去吧 叶萧萧可不是非得劝几句 他是真的觉得 宋光景自己在这里待着 有点孤独 宋光景沉默 那男人一看有机会 顿时上前一步 先生 您都好几年没回去看看了 现在京城日新月异 变化很大 再不回去的话 恐怕是要连家都找不到了 宋光景面色稍缓 那就回去看看 不过事先说好 过完年就回来 谁都不许留我 男人态度恭敬 是是是 都听您的 宋光景拿出一个红包 给叶萧萧 快过年了 这个算是给你的压岁钱 谢谢师傅 叶萧萧大大方方地收下了 男人好奇地看着两人互动 很想问问先生 怎么突然又收了位徒弟 要知道 自从那件事情后 先生可一直都是独自生活 京城几次来接人 都无功而返 他摸了摸兜 想着是不是应该讨好一下 这位先生的小徒弟 看什么看 去收拾东西 宋光景对着男人 又是另一番态度了 男人没有丝毫不满 立刻迈不去后院 宋光景又叮嘱叶萧萧 让他过年的时候好好玩 不用太早过来 叶萧萧点头 也愿师傅一路顺风 回白石村前 叶萧萧一大早 就带着叶长盛去买东西 叶长盛 咱爹咱娘都买完了年货 你还要买什么 叶萧萧领着他 往卖糖果的地方钻 临近新年 这供销社的人非常多 叶萧萧在里面完全挤不过 爸爸妈妈他们 肯定不舍得卖糖 我都猜到了 叶长盛把叶萧萧拽到一边 他自己去排队 两人在里面奋斗了半天 最后买了两大包糖 两罐卖乳金 两双小孩子穿的鞋 两个头花 一瓶酒 那两双小孩子穿的鞋 不是不鞋 是今年最受欢迎的小皮鞋 叶长盛觉得鞋贵 但是叶萧萧执意要买 这是给小朋友的礼物 叶长盛他们有糖吃 就够高兴的了 你倒是应该多喝些奶 叶萧萧 我不矮的好吧 他过年十八岁 已经一米六五了 目测还能再长几厘米 这身高 妥妥的东北大甜妹 叶长盛摇头 太瘦了 叶萧萧辩解道 你不懂 他也不算瘦 身上还是有很多肉肉的 而且 后世那么多人都抢着减肥 他这属于天生励志 叶长盛说不过对方 只能闭嘴 对了 家里有手电筒吗 叶萧萧忽然想起来 之前在叶家夜里上厕所的尴尬 白天还好 夜里真的看不清楚 可怕的是 家里没有电灯 到夜里 只能靠蜡烛和煤油灯照亮 但是在刮风的天气 肯定不能拿出去用 家里有一个的 不过叶长盛还是叹气 因为叶萧萧这么问出来的时候 肯定是想买了 不出所料 他刚说完 叶萧萧便立刻说 咱们家那么多人 应该再买一个 对吧 叶长盛 你在询问我的意见吗 叶萧萧 不是 我想问你 还有券吗 叶长盛叹气 拿出两张工业券 给叶萧萧 最后 他挑了一个比较大的买了 又买了几节电池备用 这一折腾 时间已经到中午了 家里苗凤山 也已经收拾好东西 养的兔子 麻烦邻居照看几天 便锁了门 这年代抢劫的或许有 入户偷东西的 在村里不常见 因为家家户户都很穷 没什么值得惦记的东西 三人开始往白石村赶路 这都两个月没走这条路 叶萧萧再次体会到了 那种长途跋涉的艰苦 而且三人越走 天色越昏暗 最后竟然真的落下雪花来 等到回家最大的那个山坡的时候 叶萧萧看见了坡上 站着的两个人 而叶长盛已经挥起手来 大哥 三哥 叶萧萧抬头 雪已经下大了 像不要钱的棉花似的 纷纷嚷嚷 视线也模糊起来 就猜到你们今天要回来 上午就等着了 五官硬朗的叶长青笑了笑 伸手接过苗凤山手里的东西 叶萧萧看着另一位男人 有着和叶家人差不多的眉眼 个子一米八左右 留着中分发型 笑起来有些脾气 这个应该就是叶家老三叶长宁了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位也算是时代的弄潮 就是太浪了 一不小心被浪拍死在了沙滩上 叶长宁也在看叶萧萧 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 这就是咱们家新来的妹妹吧 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叶长青抬脚踹她 别废话 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萧萧 看我不揍你 叶长宁夸张地叫唤 哎呦 我哪敢啊 风雪间大 五人不得不加快了脚步 好在离家已经非常近 下了这个大坡就能看见白石村 又走了好久 终于走到了村口 路过一户人家的时候 迎面遇上了一位胖胖的大婶 正往院子里抱干柴 看见叶萧萧 有些夸张地说 这姑娘还在你们家呢 第21章 前夫哥 第21章前夫哥 你们老叶家倒是不错 白捡个大闺女 大婶眼睛里带着八卦的光 不过你们家燕燕 真的在城里不回来了 叶萧萧 这人是谁啊 叶长宁不客气地回怼 王沈 你赶紧回家吧 少管别人的事 王美丽有些尴尬 你这孩子 叶长盛给叶萧萧解释 她是村长的老婆王美丽 平时最爱在村里说闲话了 你别搭理她 叶萧萧点头 终于又回到了叶家院子里 这里宽敞明亮 虽然是土坯房 但是屋里屋外都干净利落 苗翠芳和大嫂张雪 早就把众人要住的房间收拾好了 叶萧萧住的房间 原本是好艳艳的那间 但是这次回来 他们把那间房 从里到外翻新了一遍 屋子里用新报纸壶了 就连叶萧萧的铺盖 都是重新做的 这待遇 比家里娶新媳妇还隆重 叶萧萧也是一回来 就发现了这间小屋的变化 她自己留下了一包糖 然后把剩下买的东西 交给苗翠芳 萧萧 别乱花钱 娘都多大岁数了 哪能带这么鲜艳的头花 妈 你一点都不老 这头花你带正好 苗翠芳的五官很大气 只是常年干活 不注重打扮罢了 她要是不好看 也不可能生出叶家 这些模样俊俏的孩子们 苗翠芳露出笑容 那妈就收下了 叶萧萧给苗翠芳挑的是 成熟的紫色 给大嫂张雪挑的是 鲜艳的红色 她拿着头花 和两双孩子穿的鞋 给张雪 嫂子 以前是我脾气不好 以后咱们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我不会那样了 张雪手不知道往哪放 都是一家人 说这个干啥呢 叶萧萧顺势把礼物塞给对方 既然是一家人 那嫂子可不能拒绝我的礼物 张雪 叶萧萧送完礼物就跑了 她走了那么远的路 现在已经很累 只想在炕上躺一会儿 屋里还是很暖和的 不过只有炕上热 因为家里没有炉子弓门 屋里只放火盆 叶萧萧趴在炕上 把脸埋进胳膊里 这个家还是太穷了 晚上的时候 一家人一起吃了饭 饭后有人来家里 喊叶长宁出去玩 叶建国拧着眉 出去玩行 再和别人瞎混 打断你的腿 叶长宁撇撇嘴 跑得飞快 像是完全没把亲爹的话 放在心里 叶萧萧不理解 外面还在下雪 三哥能去哪里玩啊 叶长盛 肯定是去后山里 麻子家玩牌了 叶萧萧睁大眼睛 叶长盛担心他误会 连忙说 不是赌博 他们没钱 哦 头一天到家无事发生 叶萧萧因为特别累 睡得很香 一日一早 还是被家里的大公鸡喊醒 叶萧萧穿上自己的新鞋 和新棉衣 整个人看着都精神了几分 刚刚吃完早饭 叶长远就过来了 和他一起的 还有叶家的两位老人 年纪都在70岁左右 身体都很好 两位老人 一是来看看亲家公 二是来看看叶萧萧 园主第一次来 白石村的时候 就见过两位老人 不过他那时候 可没什么好语气 但是这次来 两位老人都发现 这孩子和以前不一样了 叶萧萧也没贸然认亲戚 是从对话中 分辨出两位的身份 然后礼貌地喊了人 到底是不熟 打完招呼后 就没话可说了 屋外的雪已经停了 外面有孩子 跑来跑去的欢笑声 叶长远 喊叶萧萧他们一起 出去玩 苗翠方不赞成 太冷了 别带着妹妹乱跑 叶长盛 二婶 我们就在门口 玩一会儿就回来 总比在家里 听大人说话强 叶萧萧很少 见到这么大的雪 也想出去看看 于是戴了围巾和手套 和叶长远一起出去了 叶长盛本来在家里看书 但是看见叶萧萧和叶长远出去 非常不放心 只能一起跟着 后山的晾晒场上 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打雪仗 都是村里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孩子 叶萧萧围着红色毛线围薄 留着双马尾辫子 皮肤白得胜雪 一出现就吸引了所有人目光 有男孩子凑上前来 长远 这是谁啊 叶长远让人别起哄 都一边去 这是我妹妹 你妹妹长得真好看 城里来的吧 以前怎么没见过 是你哪个妹妹啊 年轻人里 有个看着高高瘦瘦的 一直往这边看 她身边的女孩 拧了她一把 你眼睛往哪看呢 我妈说了 叶家新来的闺女 是京城来的 那可是首都 大城市 和咱们可不一样 男人文言不屑地笑了声 那怎么来 咱们这穷山勾勾了 因为叶家和人家 抱错女儿了呗 张尔尼翻着白眼 踩了男人一脚 你还堆不堆雪人了 李德树笑了笑 堆个屁 咱们也去看看 城里人和咱们 有什么不一样 说着就往叶萧萧那边走 张尔尼跺跺跺脚 也跟着上前 你好 我是李德树 在一群毛孩子里面 李德树算得上模样不错 也挺干净的人 他自认为 自己比其他人优越 可是叶萧萧听到 这个名字后 往后退了一步 我靠 这个不是女主上辈子的 那个丈夫吗 婚前油嘴滑舌 诶骗女主结婚 婚后不久 李家遭遇了经济危机 于是她本性暴露 开始赌博家暴 虐待女主 勒索叶家 就是因为上辈子太惨 这辈子重生后 女主才迫不及待地 离开白石村 不过这个丈夫 也是郝燕燕自己选的 并不是受叶家人逼迫 所以 这也是郝燕燕 为了逃离前世命运 偷走叶家钱财的事情 让叶萧萧十分不理解 见对方没说话 李德树笑意收敛 长远 你怎么介绍介绍你妹妹 咱们以后一起玩啊 呸 我妹才不会和你一起玩呢 叶长远拉着叶萧萧 咱们去那边堆雪人 张尔尼在一旁幸灾乐祸 人家不愿意搭理你呢 李德树 要你管 丑八怪 张尔尼抓了一把雪 扔向对方 李德树 你敢骂我丑 我打死你 李德树的头发上落满了雪 破坏了发型 立刻尖叫 张尔尼 你真讨厌 第二十二章 做死 第二十二章 做死叶萧萧 频繁往那边看 叶长盛提醒他 李德树虽然家里有钱 但是他平时不务正业 油嘴滑舌 不像好人 你要离他远点 李德树父亲 是临场的合作人 也是白石村最有钱的人了 很多人因为他家里条件好 和他玩 张尔尼是村长的女儿 那天回村看见的胖大婶 就是他母亲 王美丽一直在撮合张尔尼 和李德树 俨然已经把人当成了自家女婿 叶萧萧收回目光 我知道了 这个人也是危险人物 要离远点 但是都在一片地方玩 难免要接触 叶萧萧堆雪人的时候 李德树有意无意地 也靠近他们 叶萧萧以前在南方生活的时间多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 所以玩起来带着一种新奇感 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小雪人堆好的时候 叶萧萧把脖子上的红围巾 系到雪人那不太明显的脖子上 张尔尼一边生气 一边在他旁边堆了个更大的雪人 像是故意作对似的 暗戳戳的比拼 张尔尼看着李德树 频频往旁边张望 完全不搭理自己 气得把雪人的头打掉了 就在晒场上的孩子们 正玩着的时候 天空又开始下雪 突然 一阵枪声从后山的方向传来 叶萧萧动作一顿 叶长盛也站在原地 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叶长远 好像是枪声 叶长盛 这天气 应该没有人进山打猎吧 白石村靠着山林 许多人家里都有猎枪 因为不确定 山里发生了什么 叶长盛将雪人身上的围巾拿下来 我们回去吧 叶萧萧 好 这肯定是有人在山里打猎呢 你们敢不敢进去看看 张尔尼插着腰 故意大声说道 有些人已经准备回家了 但是 有些人还在原地观望 张尔尼看中人的反应 语气更不好 你们怎么回事啊 该不会还在家里没有断奶吧 连打猎都不敢看 有人不满道 张尔尼 你说话那么大声干什么 你又没有进山打猎过 张尔尼不服气 我怎么没有 我现在就赶进山 有他张罗着 又有好几位青年 准备去山里看看 叶长盛本来都要走了 听到张尔尼的话 小声说道 下雪了 本来山里积雪就不安全 他们还敢乱跑 真是找死 叶萧萧看见好几个人 已经跟着张尔尼 往后山方向去了 那位李德树 倒是站在原地没动 而是带着笑 看向叶萧萧他们 长远 长盛 你们要不要一起去 叶长远虽然为人大条 但是也知道 现在绝对不是进山的好时候 别说是动物饥饿的冬天 就算是夏天 也得十几个人结伴进山 他立刻拒绝道 我们可不去 劝你们也不要现在进山 叶萧萧在心里摇头 在二十一世纪 他们这种行为 有个名词概括得很全面 作死 李德树得意的笑笑 没想到你平时看着挺厉害 关键时刻 胆子这么小啊 叶长远很气 但是还没有动 要是让他爹知道自己冬天进山 肯定会被打死的 见叶家人不为所动 李德树便自己转身走了 看他那边有什么好东西 没准是黑熊吗 他们都是山里的孩子 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胆量 而且如果能猎到猎物 对任何贫穷的家庭来说都是好事 因为几声枪响 晒长的孩子们不欢而散 有些人看见同伴进山 神色着急 我们去找村长吧 对 去找村长 他肯定会阻止的 叶萧萧则和两位哥哥往家里走 这件事情和他们没有关系 听过也就算了 另外叶长盛觉得 都是山里的孩子 他们应该有分寸 回家后 叶长盛看书学习 叶萧萧因为没得干 也翻看起书本来 本来以为那群孩子 只是贪玩好胜 没想到傍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村长张仁贵突然来到叶家 叶儿哥 你家里的猎枪还能用吗 赶紧拿上咱们上山一趟 叶家刚刚开饭 听到村长这个要求 叶建国一愣 怎么这个时候进山 嗨 咱们村有几个孩子进后山了 到现在都没回来 天一黑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了 村长的女儿张二妮 叶建国放下碗筷 我这就和你们一起去看看 苗翠方叮嘱 当家的 你小心点 可别往深山里走 叶建国 放心吧 你们继续吃饭 叶长青站起来 爹 我和你一起去 叶建国阻止了对方 都在家待着 这天气去再多的人也没用 反而是容易添麻烦 说着便戴上陆皮帽子 从家里的藏房里拿出猎枪 准备和张仁贵一起离开 叶萧萧想到什么 爸 你等等 说着 他从自己屋里 拿出新买的手电 交给叶建国 拿着手电筒 小心一点 叶建国接过手电筒 行了赶紧回家吧 外面冷着呢 说着便和张仁贵 一起消失在风雪中 叶建国走了 家里人都没心思再吃饭 虽然叶建国年轻时当过兵 殷商复员后 还参加了民兵组织 一直到现在 也经常扛着猎枪进山 但现在这个季节 天又黑了 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叶家人心骄如焚 连年纪最小的叶宝员 都察觉到了家庭沉闷的气氛 乖乖地窝在张雪怀里 十分乖巧 五岁的叶宝成 则是靠在奶奶身边 听奶奶讲故事 当当当 叶家正房东屋里摆放着的钟 敲响了九下 已经是夜里九点了 叶长青和叶长宁 每过半个小时就出去看看 顺便把院子里的雪扫了 眼看着雪越下越大 偏偏看不见叶建国回来的身影 张雪陪着等到九点 先带着两个孩子 回自己屋睡觉了 叶萧萧也有点困 因为早上醒得太早了 昏昏欲睡的时候 院子外面终于有了动静 快快快 先把人抬进屋里 这是叶建国的声音 外面脚步混乱 来得显然不是一个人 屋门推开后 叶萧萧先闻到了血腥的味道 一下子就清醒了 第二十三章 惹了天大的麻烦 第二十三章 惹了天大的麻烦西屋里 抬回来的那个人 叶萧萧不认识 但是那人的胳膊上 滴滴答答的流着血 像是被什么东西撕咬的 过了一会儿 外面又进来两个人 是村长扯着老刘头来了 虽然是赤脚医生 但是他见惯了野兽撕咬的伤口 此时还算淡定 立刻拿出药和纱布 帮对方止血 啊 没有止痛药 伤员发出一阵阵嘶吼 力气才将人按住 村里条件不好 只能先帮他止血 是死是活 还得看天意 大冷的天 张仁贵脑门出了一头汗 谢谢了 描翠方问叶建国 你们去山里碰见啥了 这看着咋是个生面孔呢 叶建国摆摆手 别问了 这次那群孩子可闯祸了 在山里跑了几个小时 叶建国的身上都是湿的 棉裤和棉鞋尤其严重 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张仁贵叮嘱老刘头 在这里守着 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 老刘头点头 村长你快去吧 别耽误了正事 描翠方回屋拿衣服 给叶建国换上 叶萧萧从东屋出来后 就扒在西屋的门口往里看 看什么看 小孩子回屋睡觉去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叶长宁 拉着他的辫子 将人推出门外 我 他还想问问怎么回事呢 但都被赶出来了 他只能回屋 不管发生什么事 明天应该也能知道 叶萧萧回去睡觉了 而今夜的白石村 远远没有那么平静 叶家院子里 见货传来几声痛苦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 院子里的血迹的更厚 叶长青在院子里扫雪 叶长宁踩着梯子上了房顶 处理房顶的积雪 这里冬天的温度 如果不及时将血运出去的话 会在院子里存放一整个冬天 雪再大些 将房压塌也是有可能的 西屋的人叫了一夜 现在倒是听不到什么动静了 萧萧 叶长远从院子外面跑进来 远哥 你怎么来了 你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吗 叶长远神神秘秘的 叶萧萧语气淡定 村里有人走丢了 叶长远拉着他进屋 不仅是这么回事 张尔尼那群人在山里走丢了 还遇到了熊瞎子 你知道他们怎么死里逃生的吗 叶萧萧摇头 叶长远 因为他们遇到了 在山里执行任务的几位军人同志 人家手里有枪 这才把人救了 叶萧萧看向西屋 那里面躺着的很可能是位军人 叶长远语气激动 不过张尔尼他们的行为属于妨碍公务 听说就是因为救他们 导致这次任务失败 还有人因此受伤 村长现在正给人家赔礼道歉呢 严重点 那些进山的人都得坐牢 张仁贵也当不成村长了 哎呦 苗翠方走过来 敲了一下叶长远的头 臭小子 别胡说八道 你都是从哪天来的小道消息 叶长远不服气 才不是小道消息呢 我从大队听来的 这事都传遍咱们村了 本来村里也没多少胡人家 在这个娱乐新闻很少的年代 可不就靠着这点小道消息打发时间 苗翠方 那也不能乱说 吃饭没有 没吃就过来帮着端饭 叶长远黑黑一笑 老老实实地闭嘴了 村里的那位医生 也在叶家吃的饭 那位同志的情况有点不好啊 已经开始发烧了 叶建国 这怎么办 人可不能在咱们村出事 叶长连则是有些不耐烦 村长怎么把人送到咱们家里来了 老留头倒是能理解 他们家房间不多 也没你家干净 更何况 张仁贵那个老婆 你们不是不知道 把人送他家里 肯定是得大闹一番 叶长连 那也不能白在我们家住啊 他家房屋多 就得帮村里接待客人啊 按他的意思 这应该收费才对 叶建国瞪了儿子一眼 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 叶长青 之前萧萧在卫生所买的消炎药还有 是不是能给这位同志用上 老留头 拿来我看看 经过老留头的检查 药确实有消炎作用 可以给伤员使用 叶家人都松了口气 饭后 没有其他安排 外面是不能再出去了 苗翠芳和张雪收拾碗筷 准备过年要吃的东西 苗凤山则是在炕上支起桌子 教家里的孩子写毛笔字 忽略昨天发生的事情 过年的味道越来越重了 这边正忙活的时候 村长再次带着人来到了叶家 叶萧萧原本和叶长盛 在屋子里看书 忽然抬头看见院子里熟悉的人影 一闪而过 他把书放下 叶长盛 怎么了 西屋那边传来说话声 内容大概是在向什么人解释 现在的天气 没办法离开白石村和外界联系 白石村距离前后左右的村子都很远 你们要抓捕的人 如果还在山里肯定凶多吉手 如果要下山 那距离最近的村子就是白石村 那肯定跑不远 这是张仁贵信誓旦旦的保证 他有点忐忑地看了一眼面前的男人 这位明明年纪不大 但是气场很强的中校长官 昨天夜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也很担心 万一对方生气的话 把那群进山的孩子都抓走怎么办 这里面可有他的闺女呢 叶萧萧打开东屋的门 正好对上抬头看来的一双眼睛 洛寒川有些意外 这妖巧 那就这样吧 请村长安排一下住宿 我们会支付钱和需要的粮票 洛寒川冷漠地点头 一丝笑容都没有 他这次就带出来五个兵 现在还受伤一个 想到那声刺耳且不合时宜的尖叫 他面色更冷 张仁贵更忐忑了 好的 就把几位同志都安排进村民家里 陆长关你 洛寒川 这里还有地方吗 我和伤员住在一起 张仁贵立刻说道 有啊 你看看这里的院子 是咱们白石村最大的了 这都是叶家父子比较勤快 夏天不断地去捡石头 平地基 这才盖了整整齐齐的大院子 不仅儿子们有单独的房 就连闺女都是自己单住 院墙是拿石头垒的 比别人家要规整 像是村里很多人家 孩子都十七八岁了 还和父母住一起呢 别人家可没有那么多讲究 第24章 抓人 第24章 抓人陆寒川 顺理成章地住在了叶家 叶萧萧不清楚 这个年代是否有军用卫星定位 但是这群人应该可以联系上部队吧 叶萧萧 你们在追什么人 陆寒川勾纯 在逃的恐怖分子 小心点 那些人最喜欢盯上你这种小姑娘了 叶萧萧 她又不是三岁小孩 叶长盛也认出了陆寒川 但是仍旧保持警惕 陆寒川的那位战友的情况不太好 就算是用了消炎药物 也并不能缓解她的疼痛 无论是清醒还是昏迷 都能听到从嘴里露出来的破碎声音 叶萧萧回叶家前 在宋光井那里拿来了一套针灸银针 不然我给她扎两针吧 虽然对伤口恢复没有其他作用 但是能缓解疼痛 苗翠方拦着人 萧萧 咱们可别乱炸 她小时候可见过有人针灸过后变成瘫痪的 陆寒川垂谋思考 然后说道 你去试试吧 莫名的信任让叶萧萧一愣 不过 她对自己的医术是很有信心的 而且只是帮忙止痛而已 失误的几率为零 叶萧萧去除银针 然后开始确定穴位 迎针刺入那位小战士的皮肤 对方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 过了一会儿 刚刚还发出声音的人 已经闭上眼睛睡着了 陆寒川有些疑惑 他不记得大院年轻人里有这样的本事 而且现在的叶萧萧 和许建文口中的人相差太大 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他呢 叶萧萧走出房间 陆寒川 谢谢 叶萧萧 举手之劳 不用客气 陆寒川忽然问道 许建文有来找过你吗 叶萧萧皱眉 他来做什么 最好别来 陆寒川 没事 完全没有许建文口中的纠缠不休 事情真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叶萧萧目光从陆寒川那张军脸上滑过 这个人说话有点奇怪 李德树拎着东西来到叶家 建国说 这是我爹妈让送过来的 说是谢谢你上山救我 李德树虽然在和叶建国说话 但是目光不由自主地来回晃 像是在找什么人 叶建国语气严肃 把东西拿回去 上山找人是村长组织的 不用单独来谢我 李德树笑笑 这不是那位受伤的战士 也在您家养伤吗 这东西 也是为了给人家补充营养 听到李德树这么说 叶建国才将东西收下 李德树从屋里出来的时候 正好看见了院子里的叶萧萧 眼睛一亮 你是叫叶萧萧吧 很高兴认识你 叶萧萧听到声音抬头 顿感晦气 他只是出来上厕所而已 都能碰到讨厌的人 他完全不想说话 就做一个没礼貌的人吧 叶萧萧想离对方远点 于是往旁边挪了几步 绕着他走 李德树没想到 自己都这么主动了 这小妮子居然还不搭理自己 简直是不知好歹 他扯出一个笑容 我没得罪你吧 不至于不理人 叶萧萧头也不回地进屋了 李德树 叶萧萧进屋后 看见了李德树拿来的东西 是一些鸡蛋和红糖 确实稀罕物了 叶萧萧 爸 李德树来干嘛的 叶建国端直着身体 把手里的烟枪放下 哦 他那个 是来感谢救人小战士的 哦 叶萧萧点头 叶建国现在和自家闺女说话 还有些紧张 总是担心自己表情不对 直到叶萧萧转身进了李屋 才松了口气 大雪过后 外面温度更低 几乎没有人出外面活动了 叶长盛 在炕上写卷子 遇到难题时 紧锁眉头 叶萧萧在旁边看了眼 这个要这么剪 他经过这些天的看书 已经把高中知识复习了一遍 给叶长盛辅导 完全没问题 反倒是叶长盛 有些诧异的抬头 因为叶萧萧刚刚列出来的解题方式 居然完全正确 他看了一遍 思路就通了 难道对方真的是个学霸 老师讲过 叶萧萧遮掩盐道 叶长盛没有怀疑 大城市肯定比他们这里的老师水平高 如此一来 叶萧萧真的能考上大学 他很为对方高兴 没有任何嫉妒 叶长盛遇到不会的题 反倒是开始虚心向叶萧萧请教 两人在一旁学习非常和谐 像是学渣的叶长远 就和两人有壁垒 他还不如去找叶长盛晚 有恐怖分子在附近活动的事情 并没有在村里传开 叶萧萧也以为 那是陆寒川在开玩笑 但是在陆寒川 住进叶家的第三个晚上 后山那边的家养 大黄狗拼命地叫 连叶家这边都听到动静了 叶萧萧那时已经睡下 漠然惊醒 院子里已经有人出去了 因为黑夜 并没注意到外面是谁 过了一会儿 听到苗翠兰在窗户外面说话 萧萧 醒了没 你在屋里老是待着 关好门 叶萧萧应了一句 我知道了 等到苗翠兰走后 他再也没睡着 等到天亮后 他才知道 昨天晚上出去的人 是陆寒川 叶建国后面 也拿着猎枪出去了 早上七点多的时候 叶建国回来 苗翠方 昨天咋回事啊 叶建国 山里跑出来的 已经抓住了 苗翠方文言心里高兴 这可好了 不用整天提心吊胆 又问 陆同志呢 怎么没一起回来 在生产队的老院子里呢 那犯人可得堪牢了 叶建国回来以后 对陆寒川赞不绝口 还是年轻人厉害啊 昨天晚上我到后山的时候 小陆同志 都已经把人安在地上了 苗翠方 我就说不要你出去 不服老不行吧 你现在出去 就是给人家添乱的 叶建国不太服气 话不能这么说 我还是帮上忙了 到吃早饭的时候 陆寒川一直没回来 苗翠方用饭盒成了饭 招呼叶长宁 你去生产队看看 把饭给人家送过去 叶长宁 人家是吃官家饭的 村长还能不管他吗 苗翠方 让你去你就去 哪这么多废话 叶萧萧主动说道 妈 我去送饭吧 苗翠方 乖乖 你哪认识路 外面那么冷 让你三哥去 叶长宁接过饭盒 儿子不值钱是吧 第25章 好意 第25章 好意叶萧萧 最后还是跟着叶长盛一起出门了 借口要认认村子里的路 别看村子没有几户人家 但是真大 家家户户的院子都离得挺远 夜里说话时 肯定听不见隔壁动静 叶长宁抱着饭盒 看着一旁走路都费劲的叶萧萧 非常不理解 这大冷天跑出来受罪是为什么 两人走到距离生产队院子不远的时候 路边忽然有人喊叶长宁的名字 宁子 过来 叶长宁看清了对方的脸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把饭盒往叶萧萧怀里一塞 看见了吧 前面那个土墙 写着红字的 就是生产队的院子 你先进去吧 叶长宁想起 叶长宁在原书里 就是被自己的好兄弟背后插刀害死的 顿时紧张地问道 你去哪 叶长宁 我去和哥们说两句话 叶萧萧名嘴 那你早点来找我 我一个人走路害怕 叶长宁摆摆手 知道了 女孩子就是麻烦 要是的弟弟 他早就把人扔在这里了 叶长宁和那位朋友走了 显然不是说两句话那么简单 叶萧萧怀里抱着饭盒 往生产队走 他刚刚走到门口 正好对上从里面走出来的人 李德树目光惊喜 萧萧 你怎么来这里了 叶萧萧名嘴 我来送饭 李德树拦住人 给谁送饭 我帮你一起 说着要伸出手来拉他 叶萧萧闪开对方伸出的手 不用 我自己能找到 李德树平时都被朋友捧着 可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冷遇 心里觉得憋屈的同时 反而更加跃跃欲试 对着这样一张漂亮的脸蛋 是生不起气来的 李德树问 萧萧 我没得罪你吧 怎么感觉 你总是不拿正眼看我呢 咱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叶萧萧语气冷漠 我不喜欢交朋友 看着李德树 还挡在前面不让开 叶萧萧直接踹了对方一脚 哎哟 趁着李德树抱着脚的时候 他跑进了院子里 这里一共也没有几间房 所以非常好辨认 哪里有人 叶萧萧刚进屋 就看见了陆寒川 这里是一间办公室 破旧的桌椅 还没有炉子 冷得像是地窖 陆寒川 你怎么过来了 叶萧萧 我妈让我给你送饭 陆寒川站起来 走吧 回你家吃 这里太冷了 不适合酒带 屋里的张仁贵 见对方要走 立刻保证道 陆长官放心 我这里肯定把人看住了 陆寒川点点头 带着叶萧萧一起离开 两人到院子门口的时候 李德树居然还没走 但是却不敢再上前了 陆寒川的气场 像是一把利剑 无人敢是其锋芒 两人路过李德树的时候 他居然还往后退了一步 陆寒川明明没往那边看 却忽然问道 他是在这等你的 叶萧萧 我不知道 陆寒川看他一眼 回去的路上 陆寒川走在前面 叶萧萧走在后面 前者总能挡些风 快到叶家的时候 陆寒川又说 叶家并不富有 这里距离县城又很远 据我所知 整个县城唯一的高中 在百川县城 你若是上学的话 只能住校 会很辛苦的 叶萧萧抬头看向对方 怎么突然和自己说这个 陆寒川 我可以帮你转到京城的学校 就算你不想回原来学校也可以 随便挑一锁 也比这里的环境和教学质量好 叶萧萧终于发出了疑问 我们两个关系很好吗 陆寒川笑 我心肠好 叶萧萧拒绝 回京城就不必了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 其实 他心里也有些忐忑 他生活的年代 学生住宿条件已经很好了 而且 他是在大学期间才第一次住宿 那时候的社友都是个成年人了 至于现在 叶萧萧并不能想象其中艰苦 但陆寒川是知道的 天寒地冻 住宿的学生连热水都不一定有 像是叶萧萧这种 一看就是娇生惯养长大的人 能熬过这半年时间可不容易 那等你再考虑考虑吧 陆寒川笃定 对方肯定会找自己帮忙 虽然他的电话给出去一个月 都没有收到回信 但还保持着自信 两人在外面说几句话的功夫 身上都已经冷透了 一直回到屋里才暖和起来 屋里有暖炕 但也只有在炕上才暖和几分 因为没有炉子 家里其他地方都冷得很 铁炉子很贵的 普通人家买不起 这里的冬天很难熬 叶萧萧在家里 也还是棉服不离身 陆寒川倒是还好 他虽然也觉得这边冷 但并不是不能吃苦的人 但已经决定 等能离开白石村的时候 还是送些食用的东西过来 叶长宁是快天黑才回来的 到家的时候 家里人都吃完晚饭了 还是大嫂张雪给他留了饭 张雪 怎么这么晚回来 叶长宁不好意思地笑笑 和朋友玩忘记时间了 张雪 你就胡闹吧 一会儿爹又骂你 叶长宁撇撇嘴 家里还有人呢 爹应该没时间骂我吧 叶萧萧从东屋走出来 爹是没时间骂你 但是三哥你说话不算数 你说和我一起回来的 叶长宁真的把叶萧萧给忘了 不过村里真没见过这么娇气的人 回家而已 自己回不就行了 哥是去办正事的 而且 你不是也找到家了 叶长宁笑嘻嘻的 等哥赚了钱 给你买好吃的 叶萧萧立刻警惕起来 故意说 三哥你能办什么正事 赚钱的事情 我偷偷你 等过了年 我就不去林场那边淡活了 三哥要去外面看看 叶长宁正说着 张雪过来敲他头一下 别胡说八道了 这话 让爹听到 肯定要揍你呢 大嫂 你可不能告密啊 张雪 俺不管你的事 赶紧吃饭 吃完把碗洗了 叶长宁就知道 家里人都不相信 他能赚大钱 但是这次他是认真的 刚子都说了 他那边有亲戚 在沿海城市做买卖 发了很多财 这小山沟里有什么机会 他得去外面看看 叶萧萧决定多问几句 三哥 你说的赚钱 是靠什么赚钱 叶长宁确实 刚开始赚了很多钱 所以 这趟出行 应该是顺利的 不用过分担心 第26章 第一新年 第26章第一新年 叶长宁忽然沉默了 于是叶萧萧也开始沉默 他放心放得太早了 三哥 你的朋友不会还没说 你们要靠什么发财吧 反正大城市 比咱们赚钱的机会多 叶长宁不好意思说 自己因为一个不确定的消息 就要离开家乡去外面 三哥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叶萧萧盯着叶长宁 眼睛里有光 叶长宁三两下吃完碗里的饭 你说 你们要是没想好做什么 就算去了沿海城市 也是抓下 我倒是有几个方向 目前能赚钱的买卖 一种是服装 沿海工厂拿货 价格很低 回来导手 能赚上十几块的差价 还有一种是电器 只是成本价就很高了 还要计算运输费用 只能放在城市里卖 市场较小 利润很大 但需要找到合适的货源 叶萧萧拖着塞 书里也没有说叶长宁 最开始靠什么赚钱的 他只能给对方提醒一些细节 叶长宁听完后 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其实我本想的 肯定不能在咱们村 至少也得去县城卖 叶萧萧又问 三哥 你手里有本钱吗 叶长宁 刚子在县城有个朋友 可以借钱 我们可以先打个借条 叶萧萧一听 这个没有姓名的朋友 虽然不是后面反目成仇的那位 但这事情听着不靠谱 主动出钱是 抱有什么目的呢 叶长宁认识什么 很有钱的朋友吗 他故作天真的问 三哥 你那是什么朋友啊 之前说好的 现在还做数吗 万一人家也着急用钱 和你这边冲破了怎么办 叶长宁挠头 咱没钱啊 就算想要自己出钱 也得有实力 我的钱也就当个路费 刚子就更别说了 他比咱家还穷呢 叶萧萧小小声 我可以借给三哥 叶长宁眼睛亮了 不多 也就一千块钱 三哥要是赚了钱 给我利息就行 这样就不用太依靠朋友 你自己有本金 想做什么买卖 也很自由 叶长宁打量对方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不会是 你以前的父母给你的吧 那我可不要 叶萧萧 是我朋友借给我的 以后会还回去 叶长宁心情澎湃 没想到自己 居然迎来柳暗花明 之前困住自己的难题 现在有了解决的方法 其实谁不想做生意 赚大钱呢 但都被狭小的眼界 和贫穷的现实限制住了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别闯祸 马上就要过年了 张学走过来收走碗筷 顺便提醒弟弟妹妹们 叶长宁闭嘴了 他才不要告诉家里人 反正爹娘肯定不会同意 叶萧萧把段雷给的 那一千块钱 汇款单交给叶长宁 三哥 别让我失望 不会的 三哥肯定成倍的还点你 叶长盛把汇款单装起来 并且决定明天就去找钢子 让他告诉那位朋友 他不需要打什么借条了 他有本金干事业了 日子过得很快 眨眼间来到除夕 叶萧萧还以为 陆寒川要在这里过年了 出人意料的是 接他们的直升飞机 直接开进了村里 困在这里多日的战士 终于能离开 村里好多孩子 都眼巴巴地去瞅飞机了 这些山村里的孩子 还从来没有见过 在天上飞着的东西 陆寒川这次是执行任务来的 身上没有带什么钱 但是离开前和张仁贵说了 那些住宿费用 会尽快回过来 张仁贵不在乎这个 毕竟在村里 住几天也没有吃多少饭 要收费 反倒是不好意思了 在挪动那位商员的时候 陆寒川趁机和叶萧萧说道 高考前 你要是改变主意 随时联系我 叶萧萧微笑 谢谢 直升飞机飞走了 小山村找回了宁静 不过很快的 家家户户都热闹起来 叶家这几日就比较热闹 每天都有人上门 请苗凤山帮忙写春联 一直到除夕这日 才算稍微安静下来 年夜饭 要和爷爷奶奶们一起吃 就在前院的大伯家 叶萧萧见到了 叶长远的哥哥 叶长君 夜间夜有四个孩子 两女两男 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 现在家里 就等着叶长君结婚了 白石村的男孩 娶媳妇都比较困难 因为其他村的人 都不愿意嫁到这边来 叶长远偷偷告诉叶萧萧 俺爹已经给我大哥 在镇上说好了一个媳妇 不过人家家里 要一百块钱的彩礼 还要三大件 咱们哪里买得起呢 叶长盛 君哥喜欢人家姑娘吗 叶长远摸着头 我大哥是个闷油瓶 问他也不说 叶萧萧 那肯定是君哥还不够喜欢 要是喜欢的话 不问也会说的 叶长远 你个小屁还懂什么 算了 咱们玩花炮去 不想这些烦人事了 于是 叶萧萧就和叶长远 一会儿 手都冻僵了 三人又跑回家 拿火盆里的土豆子无手 年夜饭准备了饺子 和好几盆肉菜 平时攒着的鸡鸭鹅 也都摆上了桌 等到外面鞭炮齐鸣的时候 一家人举杯欢庆 叶萧萧在这个世界的 第一个新年 给了他不一样的温暖 在以前的世界 就算是新年 叶家人也会加班 爷爷去世后 家里经常就只剩下他一个人 而现在 他守着全部的亲人 一起熬年 好不容易熬到夜里 大年初一 又都早早的起来拜年 叶萧萧是第一年到叶家 爷爷奶奶给他用红布包了五块钱 算是一片心意 叶建国和叶建叶夫妻 几位哥哥嫂子 也都给了他红包 叶萧萧大方的接过 然后 把自己准备好的红包 交给两个小侄子 叶宝员不懂这是什么 看小姑姑给自己东西 还以为是糖 直接塞到了嘴里 叶宝成给他拽出来 小傻子 这是钱 不是糖 叶长青把老大抱起来 弟弟是傻子 你是什么 叶宝成大声说道 我是大聪明 众人都笑起来 给家里人拜完年 叶萧萧又跟着几位哥哥 去其他叔叔伯伯的家里 算是正式见识了叶家族里的所有人 拜完年都已经下午了 开始准备晚饭 家里完全不需要叶萧萧做什么 而且厨房也没有他能帮忙的火 家里的大锅 他也不会烧 连柴火都点不着 叶长盛在看书 叶长远跑出去玩了 他只能和叶宝成一起玩 叶宝成手里拿着玻璃珠弹来弹去 完了一会儿说道 小姑姑 你好笨啊 叶萧萧 第27章 若有所思 第27章 若有所思 叶家这边其乐融融的氛围 和京城这边的气氛 形成鲜明对比 京城许家 赵宏霞 建文 你等会再和朋友出去玩 一会儿 你好叔叔家会来拜年 许家和好家 原本就来往密切 算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不然也不会有 结成儿女倾家的意思 许建文有些不耐烦 好家还真是烦人 走了一个好潇潇 又来一个好艳艳 现在都提倡自由恋爱了 也就他家长还如此顽固 我中午出去 就等他们两小时 不来就算了 赵宏霞 你还没见过艳艳的吧 这次见面多 和人交流交流 赵宏霞倒是很快地接受了 准而媳妇换人的事情 反正他看中的是好家 而不是好家的女儿 唯一觉得可惜的就是 两个孩子中 还是萧萧的模样更漂亮 但是漂亮又不能当饭吃 那孩子性格也是个刁蛮的 反倒不如现在这个听话 许建文没说话 显然是不准备答应下来 好家夫妻也没有让人久等 在许家母子说完话后 又过了半个小时 人就过来了 赵宏霞又把丈夫喊下楼 一起招待客人 好艳艳穿着京城最实心的红色棉袄 原本的辫子也被剪成其间短发 低着头时显得乖巧 艳艳 快过来坐 赵宏霞将人拉到沙发坐下 并且介绍 这是你建文哥 建文哥 好艳艳是知道两家关系的 也从父母那里知道了 眼前俊秀的男人会是他的未婚夫 神态不免带上了几分娇羞 许建文只对着好艳艳点点头 就收回了目光 他现在倒是想起了萧萧 虽然脾气差 但是手屈一指的大美女 平时带出去玩也有面子 这个好艳艳 有些索然无味了 见对方没有反应 好艳艳有些失落 心里想着 难道许建文还想着夜萧萧 那个人抢走了他的人生还不算 难道连未婚夫的心也要抢走 两家人在一起说了话话 许建文就要离开 爸妈 我和朋友约好了 赵宏霞连忙说道 建文 艳艳来这里还没出去玩过 你带着他一起 顺便熟悉熟悉环境 妈 许建文不太乐意 你好叔叔和贺阿姨都在呢 快点好好表现表现 赵宏霞低声嘱咐 许建文只能答应 带着好艳艳一起离开 贺巧香对许家的识趣很是满意 笑着说 两个孩子相处得挺好呢 是啊 艳艳也还在读书吧 要是有不讳的题 可以过来让建文辅导他 赵宏霞只是随口一说 贺巧香的脸色却有些变了 其实好艳艳早就没有读书了 但并不是夜家人不攻他 而是他自己学习成绩很差 主动放弃读书 来京城后 贺巧香请了老师给对方补课 但效果一般 好艳艳担心自己 让母亲失望 借口是在夜家的时候 只读完了小学 所以才学不会这些知识 此刻面对赵宏霞的提议 贺巧香面上无光 只能敷衍过去 这边许建文和好艳艳刚出门口 便撞到了回家的许建理 许建理是许建文的弟弟 今年只有16岁 见到哥哥身边站着个女人 有点生气 开口就说 哥 你什么时候去接萧萧姐回来 许建文瞪了一眼对方 哪壶不开提哪壶 好艳艳也脸色一白 许建文 我都不知道人在哪 去哪里见 你赶紧回家 别多管闲事 许建理愤愤不平 哥 你真是个渣男 许建文 你 还想说些什么 许建理已经三两步跑到门口 把门打开 砰的一声 将两人关在门外 许建文太阳穴都跳了跳 别理他 我们走 对着好艳艳说了一句 许建文大步下楼 好艳艳面色复杂的 跟在许建文身后 更是确定了自己之前的想法 春节期间的大院 显得有几分寂静 走在路上也没遇到什么人 许建文倒是有些庆幸了 两人要去的地方有点远 他只能骑着自行车 带好艳艳 到大院门口的时候 一辆吉普车停下 从上面走下来一个男人 许建文杀住车 喊了一句 陆哥 你刚回来啊 陆寒川侧身 看见了许建文 和他身后的女人 嗯 态度高了 许建文其实不太敢 和陆寒川说话 虽然差不了几岁 但是陆寒川可是16岁 就被陆老爷子 丢到军营里磨练的人 到现在 人家已经是中校的军衔了 在整个大院里 可谓是首屈一指 更何况 陆寒川从小就是霸王般的存在 大院里敢挑衅他的人 哪个不是被收拾得服服帖帖 偏偏他父母都是国家骨干 出身也是一等一的好 作为陆家 这辈唯一的孩子 京城没人敢对他做什么 那我们就先走了 陆哥 许建文有些迫不及待 一直等到离开大院 好艳艳想起 刚刚那个男人冷峻的面孔 才巧声问道 建文哥 刚刚那个是谁啊 许建文 陆寒川 也是大院里的孩子 不过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平时也不在一起玩 他脾气可不好 你见到离远点就行 好艳艳 我知道了 建文哥 完全是一副 听话小媳妇的态度 许建文见到好艳艳这样乖巧 纵然心里有些不满 但态度 已经没有那么强硬了 至少比好潇潇那个大小姐 好伺候多了 另一头的陆寒川 看着许建文和好艳艳离开的方向 若有所思 新年一闪而过 很快就到了正月十四 叶家再滚元宵 为明天的元宵节做准备 除了年前的那场大雪 剩下的这十几天倒都是晴天 中午的时候 叶长远兴奋地跑过来 二叔二婶 我二姐回来了 苗翠芳哀悠一声 叶梅回来了 她自己妈 但没带孩子 叶长远语气中带着一丝失落 没有 就我二姐和姐夫 山路不好走 他们就没带胡子回来 苗翠芳 等我这忙完了 就过去 也有快一年时间没见梅子了 叶梅的婆家在县城 算是白石村家的比较好的姑娘了 叶梅和丈夫王东强是同学 感情很好 王东强的父母也是本分人 叶梅婚后生下一个儿子后 婆婆就把自己在布料厂的工作 让给了叶梅 安心在家带孙子 叶梅读过书 识过字 梅两年就从工厂女工升到了组长 在婆家的地位就更高了 叶梅梅来到前院 一眼就注意到了 趟着卷发 带着大红发卡的女人 第28章 上学的安排 第28章上学的安排 叶梅早就听说了家里的事情 现在见到叶梅梅也不意外 苗翠芳带着叶梅梅进屋 梅子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去见见你大姐 怎么没一起回来 叶梅叹气 大姐好像是病了 我去的时候见她病年年的 托我带了十块钱 给你们买些东西回来 苗翠芳 梅儿的日子不好过 以后回家可别买东西了 你也是 有钱也不能忘花 叶梅也很为难 我当然不能要她的钱 但是不收的话 只怕大姐更多心 等到回去的时候 我再买些礼 送到钱家好了 李贵兰心里难受 你大姐的命苦 叶梅 要我说 这日子过不下去 趁早离婚算了 李贵兰 别胡说八道 离婚哪有那么容易 叶梅翻着白眼不说话了 反正她是不可能 像姐姐那样受气的 但是她也不能说大姐窝囊 当时家里穷的日子过不下去 大姐嫁人得来的彩礼 供几个弟妹读完了高中 虽然她有钱后 经常给大姐那送东西 可她还是心疼大姐 叶梅梅从姐姐和母亲的对话中知道 大姐叶梅 在婆家的日子不太好过 只因为对方结婚几年 只生下了两个女孩 虽然叶家并不重男轻女 但是大姐夫前家 很看重这个 而且 大姐夫的母亲 非常性格泼辣 非常不好惹 不是个好相处的婆婆 叶梅间家中气氛低落 只能转移话题 过几天 圣哥和远哥都要去县城读书吧 高三正是紧要的关头 学校里的环境差 我都和她二姐夫商量好了 让孩子住到家里来 还有萧萧呢 是不是也在读书 要是转学过来 得提前和老师打招呼 苗翠方摇头 哪能去你那里住 你家里住的是 厂子分配的房子 也不宽敞 叶梅 二婶 你别和我客气 这件事情 就交给我安排吧 叶萧萧听到这里 倒是想起陆寒川说的话 看来现在的学校 真的没那么好的条件 要是不想住校的话 她得找间离学校近的地方住 苗翠方那边还在推聚着 可是又愁叶萧萧 不能适应住宿的生活 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等到长辈们说完话 叶萧萧单独找到叶梅 二姐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叶梅很是豪爽 什么是你说 叶萧萧 能不能二姐帮我看看 学校周围 有没有能租住的房屋 只要租住到高考结束就好 叶梅这才多打量了一下这位妹妹 年纪虽然小 但却很有主意 学校附近的房屋 肯定是有的 只是就算是出租价格也不低 叶萧萧只说 钱不是问题 叶梅 好 那我就帮你看看 叶萧萧谢过对方 其实她最担心的 还不是住宿 是自己一个人住的话 做饭是个难题 她不会做饭 叶梅只在家里待了一天 十五这天早上吃完饭 就和丈夫一同离开了白石村 她得家里拿来几皮好看的花布 留着大家做衣服 苗翠方和张雪商量着 先给要开学的孩子们 一人做一身 叶长盛 妈 我不用 你给萧萧做就好了 苗翠方却摇头 做两身单衣 留着春夏穿 你去年的夏衣 肯定已经短了 男孩子总是长得格外的快 得到了叶长青的年龄 才不会再长高了 妈 我也不用 我带了衣服来 叶萧萧可看见 行李箱里的衣服了 全都是狠心的衣服 在好家没有得知真相之前 园主是非常受宠的 苗翠方挥手 你们小孩子就别管这事了 反正也不用你们动手 叶萧萧只好不再劝了 这衣服现在也穿不上 估计到了三月份 都没办法脱掉棉袄 倒是过完十五 距离开学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叶长盛以前读书 会住在苗老爷家 这样距离县城一中 就会近一些 到了高三后 叶长盛和叶长远 都开始住宿 苗老爷提出 早点带孩子们回镇子上 免得再下雪 单个上课时间 苗凤山 长远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住在家里 别见外 李贵兰那就辛苦 凤山叔照顾孩子了 长远 到了老爷家要听话 娘给你拿些东西 记得去你大姐家看看 长远此刻很是老实 心里带着对家人的不舍 点点头 好的娘 我会去看大姐姐的 叶长宁主动说 拿的东西多 我送老爷他们回去 叶萧萧看他一眼 什么帮帮拿东西 是准备跑了吧 叶长宁回看过来 两人心照不宣 苗翠芳和李贵兰 给孩子们收拾了 穿的吃的用的 又给了学费 李贵兰可别胡乱花了 也别弄丢了 这是开学要交给老师的 叶长远 我知道 苗翠芳则是询问自己父亲 萧萧转学的事情 好安排吗 苗凤山 百川义中的校长 是我的学生 让萧萧插班 肯定没问题 我就担心 萧萧没办法适应 这里的学习环境 叶建国在一边说 咱们不用给萧萧太大压力 萧萧是学医的 肯定会有个好的前程 苗翠芳点头 不再多说 叶长连拉着爬梨 带着带的东西 和叶萧萧几人一起走路 每次走山路 都是叶萧萧最痛苦的时候 但这次刚到村口 就遇到了熟人 一辆大货车停在村口 李德树从车里露出头 长连哥 你们去啊 咱们一起走吧 叶长连 大路能开车了吗 李德树 林场那边着急开工 大路已经清出来了 有车不做事傻子 叶长连当即答应了 李德树的邀请 我们到镇上 烧我们一咕噜就行 李德树满面春风 萧萧 你要不要坐车里啊 后座还有位置 叶萧萧无情地拒绝 我坐外面就好了 李德树非常遗憾 他这几天在村里 都没见到过叶萧萧 而这里冬天 也不适合出去玩 他感觉自己 损失了一百万 真正坐上车后 叶萧萧觉得 还不如走路 风大 更冷 好在开车时间不用很长 到镇口的时候 叶萧萧几人就下车了 叶萧萧已经完全猛逼 叶长盛 冷吗 叶萧萧机械地点点头 第二十九章 大姐 第二十九章 大姐到家后的第一件事 苗凤山先收拾屋子 叶萧萧则是去药铺看了下 里面没有人 屋子还锁着 肯定是师父还没回来 不过叶萧萧有药铺的钥匙 可以自己进去抓药看书 他打开门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铺子 回去的路上 便遇到了从家里出来的叶长宁 三哥 噓 叶长宁东张西望 鬼鬼祟祟 小声点 别让老爷听见 叶萧萧 你就这么走了 叶长宁拍拍他的肩膀 就是出去闯闯 又不是不回来了 三哥先谢谢你 你等着吧 再回来时 咱们家就有钱了 叶萧萧相信这话 就算叶长宁不赚钱 他也会赚的 三哥 你路上小心 要是遇到为难的事情 可以去京城的部队大院找断裂 说是我的朋友 他会帮你的 等我给你一个详细的地址 叶萧萧也是做双重保险 虽然叶长宁去的地方可能不是京城 但是现在的大城市去京城比回白石村方便几百倍 若遇到困难 肯定是去京城更便捷 我记住了 你快回去吧 外面冷 叶长宁让叶萧萧回家 还嘱咐道 千万别告诉家里人 我去哪了 叶萧萧 你就等着回来挨揍吧 叶长宁无所谓 带着一腔热血 潇洒的挥挥手走了 他的身影消失在这个小巷子里 叶长宁的离开 苗老爷并没有过分关注 还以为对方是回家了呢 第二日 叶长远就带着家里给准备的东西去看叶连 你们和我一起去吧 咱们一起去看看大姐姐 走吧 叶萧萧总得把家里人认权 对此态度还挺积极的 叶长盛也穿戴整齐出门 家里给带的东西是蘑菇 餐片 冻好的鸡鸭 一包红糖 放在这个年代 这个节礼算是很丰厚了 叶家虽然穷苦 但是并不吝啬 叶连的婆家在离松林镇 不远的钱家屯村 但走路过去也需要一个半小时 到了叶连婆家门口 还没敲门 就能听到院子里女人 尖尖细细的说话声 这都几点了 还不做饭 妈 我这里还有两件衣服没洗完 要不然你先把火烧上 你个小贱人 我们钱家娶你回来 是吃白饭的呀 还敢指使我这个婆婆干活了 看我不打死你 别打我妈妈 别打 别打妈妈 哇哇哇 院子里传出孩子的哭声 叶萧萧和两个哥哥对视一眼 叶长远一下就把门踹开了 院子里 一个老太婆正拿着藤条 在抽打瘦小的女人 两个孩子 一个坐在地上哭 一个被瘦小女人护在怀里 大冬天的 院子里搭着很多刚洗好的衣服 而那瘦小女人的手 都已经动红声窗 叶长远被眼前的一幕刺激到 双眼通红 你敢打我姐 我和你拼了 叶长远冲上去 直接将叶连的婆婆包雪芹 推了一个跟头 谁啊 打人了 有人打我这个老婆子了 包雪芹直接倒在地上打滚 叶萧萧没见过如此无耻之人 你先打人 居然还敢恶人先告状 包雪芹一听到这话 直接从地上翻尸而起 呸 这是我们前家的媳妇 我这个做婆婆的 想打就打 关你们外人什么事 叶长盛上前 你说谁是外人 舅舅 小舅舅 两个孩子倒是认出了叶长远 和叶长盛 叶连此刻也抬起头来 远哥 圣哥 你们怎么过来了 叶长远的泪水在眼里打转 姐 你和我回家吧 咱不在他们家受气了 叶长远抱起叶连的小女儿 姐 咱们现在就走 你们哪去 打了人就想跑 包雪芹直接堵在了门口 大声嚷嚷 声音响亮而尖锐 街坊邻居都来看看了 媳妇带着娘家人打婆婆 千古奇闻啊 叶连早就知道 自己婆婆的人品 要是现在走了 说不准会怎么再村里传闲话呢 两个弟弟将来要读书入伍 可不能受此影响 叶连咬着牙 我不走 你们赶紧回家吧 叶长远 姐 你留在这里 让她打死你吗 要是咱爹妈知道了 也会过来的 你别这样了 街上已经有人往这边来了 不过大多数人 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毕竟包雪芹是什么人 大家又不是不知道 叶萧萧站在大声哭嚎的女人面前 钱家婆婆 你口口声声说 我们打人 可是看着你中气十足 实在不像是挨了揍的模样 倒是我姐姐 你看看她大冬天的 穿着单薄的单袄 冻得瑟瑟发抖 还有这双手 全都是洞窗 你敢伸出手来比一比吗 先不说你一直觉得 媳妇是外人 再看看家里的两个孩子 你刚刚就是想将人活活打死 你要知道 虐杀未成年 可是要枪毙的 不怕的话 咱们就是公安局说说道理 包雪芹的哭嚎戛然而止 胡说八道什么 我哪里就能打死人了 叶萧萧 你刚才的凶器 还在院子里摆着呢 是不是想杀人 得让公安同志来看看 包雪芹 呸 谁家媳妇不挨打 偏偏我家的就金贵了 叶萧萧面色冷漠 随你怎么说 反正我们叶家的女儿 不能让你随便打 四哥 远哥 咱们带着大姐 和两个孩子一起走 叶萧萧挤开门口的包雪芹 走 连东西也没时间收拾了 叶长远一分钟都待不下去 扶着叶连出门 叶长盛则是领着两个孩子 顺便把门口带来的节礼 在原封不动地拿回去 老钱家的 大过年的你 还打媳妇呢 这回把人气走了吧 我说叶连除了不会生儿子 已经够贤惠了 大冬天还洗这么多衣服 邻居里看热闹的 都在说风凉话 把包雪芹气得直翻白眼 这时候人群里挤出一个人 妈 咱家咋了 包雪芹 还能咋了 你那媳妇出去了 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有人提醒 前夫 你媳妇刚走 你现在去 还能把人追回来 前夫满不在乎 走就走了 他带着老子的孩子 能跑哪里去 早晚得回来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 前夫面向胸 说话带着狠意 邻居们看他这个样子 连玩笑都不敢开 全都散开回家 第三十章 厚颜无耻的大姐夫 第三十章 厚颜无耻的大姐夫 叶萧萧等人回家的时候 直接把老爷吓了一跳 这不是叶连吗 怎么了 路上摔倒了 叶连走路一瘸一拐的 看着真的像是摔跤了 叶长远让两个动得 瑟瑟发抖的孩子上抗 憋屈地说 才不是摔跤了呢 我大姐是让他婆婆打的 苗凤山大怒 岂有此理 前家怎么能打人呢 叶长盛到了一茶缸热水 给叶连 大姐 你婆婆平时也这样吗 叶连发黄干瘦的脸上 留下两行青泪 还没有开始说话 就已经哽咽了 两个孩子有些不安地 坐到妈妈身边 一句话都不说 叶萧萧看了 不光是叶连 看着很瘦肉 两个孩子也缺少营养 叶连把孩子搂在怀里 平时我做事时 就没有让那对母子满意的时候 只是能忍则忍罢了 叶萧萧气愤 大姐 你越是这样 他们越觉得你好欺负 叶连这才注意到叶萧萧 她还是第一次见对方 也没听说家里的那些事 没等露出疑惑的表情 叶长远就主动介绍了叶萧萧 叶连面带羞愧 最近家里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都不知道 叶长盛 大姐 咱们家一切都好 现在应该先解决你的事情 叶萧萧也说道 我觉得应该让大伯和大娘 知道这件事 再把我爸妈他们请过来 一起去前家要个说法 大姐 你还想回前家去吗 不如趁着这个机会离婚吧 叶长远握着拳头 对 离婚 咱们再也不回去受气了 叶连何尝不想呢 可是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 对娘家来说也是负担 她不能这么自私 我没事 等过两天就好了 叶萧萧不太理解 大姐 我看前家不仅对你不好 对两个孩子也是苛刻至极 就算再待下去 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不如趁早解脱 看着弟弟妹妹们的轮番劝说 叶连终于有些动摇 她拉着叶长远的手 玉儿 你先别告诉爸妈 让我再好好想想 叶长远皱着眉 好吧 于是 叶连就带着两个孩子住下了 叶连的两个孩子 一个叫前云朵 一个叫前云霜 但是叶连的婆婆 平时都不喊孩子的大名 而是直接喊他们为昭帝 叛帝 当时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如果不是叶连 执意要自己取名 招帝和叛帝 就是孩子的大名了 叶连在苗凤山家里待了三天 每天早上 都是早早地起来烧饭 收拾卫生 苗凤山不止一次地 和对方说 在家好好休息 别忙活 但叶连就是闲不下来 两个孩子也乖巧听话 从来没有哭闹的时候 叶潇潇每天上午都会去药铺 下午则是在家里看书 第三天的时候 苗凤山家里 突然多了一个人 前夫似乎是终于想通了 上门来接叶连和孩子回家 只是一开口 语气就不好 你什么时候回家 要在这里 住到什么时候 叶长远对这个姐夫不满 不是一两天了 闻言立刻想要发火 叶长盛将人按住 看向前夫 大姐夫来接姐姐 是知道错了吗 前夫有些面色不耐 什么错 我可都不在家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 不就是妈说了你几句 还至于闹着回娘家吗 这些两天你不在家 活都没人干 妈也让你气病了 叶潇潇还没进家门 就听到这不要脸的无耻之言 叶长盛的声音沉稳 大姐夫虽然不在家 但当时左右邻居都看得真切 想要打听事实并不困难 分明就是你母亲打我姐姐 还有两个孩子 怎么他自己反倒是病了 前夫那长满岸窗印的橘皮脸上 露出脑木 不敢对两个大小伙子 说什么重话 直接对着叶连美好气的说 你回不回家 不回的话 这辈子都不要回了 叶连刚刚还有些动摇的心 此刻已经成了一潭死水 前夫 要我回去也行 你和你妈都得向我道歉 然后保证 以后不再打我和两个孩子 这是叶连为数不多的勇气 他这两日也仔仔细细地想了 自己受气不要紧 但是两个孩子不能再这么下去 他们还小 应该有个幸福的童年 呸 贱人 老子给你脸了 前夫脸色大变 直接脱下鞋 往叶连身上招呼 虽然很快被叶长盛和叶长远拦住 但还是落在了叶连身上几下 叶萧萧跑进院子的时候 前夫趴在地上 叶长远正压着他打 他跑过去将叶长远拉开 打人可以 打死就不好了 叶长远气愤的是 前夫当着娘家人的面都敢打人 被地里更不知道有多嚣张 叶连此刻反倒是没有哭 有的只是无尽的绝望 他看着从地上爬起来 还骂骂咧咧的前夫 前夫 我们离婚 前夫 你说什么 叶连大声喊 我们离婚 我再也不会回你那个家了 前夫 好好好 这可是你说的 我告诉你 离婚可以 你得把当时给你家的一百块钱彩礼还回来 还有这么多年在我家吃的用的 都折成现钱还我 叶连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 前夫 你不是人 这些年在前家 我干的活还少吗 家里哪样不是我值班的 我还给你 生了两个孩子 你现在让我还钱 你有没有心 前夫笑出声 我差点忘记那两个赔钱货 离婚后那俩孩子要是想带走 也得给我钱 毕竟是老子养大的 还有等将来 他们结婚的时候 彩礼也得给老子拿回来 叶萧萧光是在一旁听着 都要气死了 走到屋里端了一盆凉水 直接泼到前夫身上 前夫没有防备的浑身湿透 凉风一吹 刺骨寒冷 厚颜无耻 滚出我们家 前夫哆哆嗦嗦地 伸出手 你你你 叶长远举起拳头 走不走 不走的话我还揍你 前夫放下狠话 你们给我等着 说完后转身就跑了 叶连一直强撑着 等到前夫离开才哭出声音 叶长远连忙安慰 大姐 我明天就回家喊咱爹娘来 他们肯定也不想看见你受欺负 叶萧萧不知道 现在有没有婚姻法 但是真像前夫那样 说的离婚肯定不行 这件事情 确实得长辈们来商量的处理 绝对不能让钱家占便宜 第31章 离婚 第31章 离婚叶长远回家一趟 直接把叶建国 叶建叶夫妻和叶长君都喊了过来 如果不是家里还有老人孩子照顾 叶长亲夫妻也是要过来的 一路上 众人已经足够愤怒 在看到叶连母女的时候 更是怒不可遏 李贵兰抱着女儿 脸儿 过得不好 怎么不和家里人说呢 叶连也哭 妈 我没事 李贵兰查看叶连胳膊 看见上面轻轻子子的痕迹后 心痛万分 怎么会没事呢 前夫和他娘是不是总是打你 叶连 娘 母女两人抱头痛哭后 一家人才开始商量起 叶连离婚的事情 叶长君皱着眉 前夫提出的要求太过分了 叶建国冷哼一声 现在是前家亏待了咱们家的孩子 就算是离婚 也不能让他们占便宜 苗翠芳则是担心多一些 就怕前家纠缠不休 拖着不肯离婚 叶长远 那就让大姐一直住在家里 反正前家别想把人再带回去 叶长君 我在前家屯村有朋友 先打听打听前夫家的情况 总有离婚的办法 苗翠芳也说 脸儿 明天咱们就回白石村 离婚的事情不着急 你也别回前家 看看到时候是谁着急 叶建国 你就是一辈子住在家里 咱们也能养活得起 叶连哽叶 谢谢二叔二婶 叶长君打听的速度很快 前夫在前家屯 还是很出名的 只不过都不是什么好名声 他那位朋友说 前夫不仅聚重赌博 还和村里的一个小寡妇 纠缠不清 平时也不好好找活干 就和村里的混混一起玩吗 没钱了 就做些小偷小摸的事情 人品实在不好 叶萧萧摸着下巴 想到什么 他拽着叶长盛胳膊 小声和对方说了几个想法 叶长盛 前夫虽然是混蛋 但不是傻子 他那种赌博 就算公安抓到 也没办法判刑 最多就是没收赌资 关几天看守所 叶萧萧 要是闹大了呢 抓赌最严重的时间 就是腊月和正月 前夫完的 小完全是因为他没有钱 但凡有钱 他都会到大厂子上 而且现在前夫不离婚 就是想要拖着叶连 像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叶萧萧希望叶连 能够摆脱渣男 开始新的生活 叶长盛捶着毛子思考 每个村子 都有那么几个赌徒聚会的地方 如果去公安举报的话 确实会有公安上门查处 但是不能给那些人严重的打击 除非是有些更恶劣的事件发生 例如袭警 或者赌博金额过大 叶萧萧又问 前夫那个相好 是什么人 叶长军 那寡妇年轻 死了丈夫 平时和村里的几个男人玩闹 也不一定能看得上前夫 只是凑在一起玩玩罢了 叶萧萧眨眨眼睛 有了办法 既然只是露水姻缘 可以利用一下那位小寡妇 叶萧萧和几位哥哥商量了一下 暂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长辈 因为长辈们的思想都太正直 直到后肯定会阻拦 叶长军请他那位朋友帮了一点忙 于是很快 前夫发现 自己最近的手气好了许多 在牌桌上总是能赢钱 他揣着刚刚到手的五块钱 来到小寡妇家里 故作大方地说 拿钱去打二两烧酒来 娟子冷着脸 前夫 你把我当成你们家的黄脸婆了 迟使谁呢 前夫立刻笑嘻嘻地凑上去 娟儿我错了 你看我今天赢钱了 都给你 娟子 这才面色缓和 接过了钱 我听说你那个黄脸婆回娘家了 什么时候让他滚 前夫 娟儿 只要你给我生个儿子 我立马和他离婚 前夫可不傻 他要是离婚 家里岂不是没人伺候他 和他妈了 这算是赔本买卖 这可是你说的 娟子拉着前夫的手 放到自己的肚子上 我有了 这回轮到前夫傻眼了 有了 什么有了 娟子戳对方脑袋 你傻呀 当然是 我有孩子了 我可去医院看过了 医生说我这是个儿子 你要是不想要的话 我现在就打了去 前夫让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 砸晕了 娟儿 我要呢 我做梦都想要的孩子 娟子推对方 我可和你说 你要是不娶我 这个孩子 我是不会留的 所以赶紧和你那黄脸婆离婚 前夫纠结 我也想啊 乖乖 这不是 想和那婆娘要钱吗 娟子 你傻了吧 你看着他们那穷山沟里 像是有钱的吗 我看你推三组四 该不会是舍不得你老婆 还有两个孩子吧 前夫搂住对方 那哪能呢 我要是有儿子 一百个闺女也比不上 娟子推开前夫 你赶紧走吧 什么时候离了婚 再登老娘的门 哎 哎 前夫被小寡妇赶出了门 但是心里激动的 喷喷直跳 她前夫要有儿子了 哈哈 她要有儿子了 前夫立刻回家 和自己老娘商量这件事 包雪晴也不装病了 直接坐了起来 那寡妇真的有孩子了 确定是你的吗 你别丢了西瓜剪芝麻 叶莲虽然肚子不争气 但好歹能吃苦耐劳 前夫 妈 你能不能盼我点好的 我告诉你 自从两个赔钱货 和那个扫把心走了以后 儿子我运气好着呢 今天还赢了五块钱 包雪晴眼睛发亮 真的 钱呢 前夫 我给娟儿了 包雪晴伸手拍了前夫肩膀几下 你的挠货 有钱都得给那个小贱人送去了 前夫 你知道什么 娟儿虽然是寡妇 但是手里可有钱呢 她那死去的丈夫 家底可厚 而且 等我娶了她 那钱不都还是我的 包雪晴也冷静下来 小寡妇的日子 确实过得滋润 那你抓紧点 趁早和叶莲离了 把那寡妇娶进来 也好早点让我抱上孙子 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点 前夫 我明天就去找叶莲母女去 前夫知道自己 有了儿子 有娟子在那边催促着 很快就沉不住气 再次来到苗家 叶莲 出来 她站在门口大喊 没敢轻易进去 害怕再挨揍 第32章 成功离婚 第32章 成功离婚 是前夫 叶削削他们 在屋内都听到了声音 叶剑国冷着脸 既然来了 不进屋在外面瞎喊什么 让他进来 在叶家 所有孩子最怕的人 就是叶剑国 因为他当过兵 拿过枪 教训孩子时 也不会光吓唬 是真的会打 前夫走了进来 看见屋里的人 刚刚的胆气荡然无存 爹 二叔 你们也来了 叶剑夜恨不得 走上前抽对方挤嘴巴 谁是你爹 别乱叫 听到这话 前夫反而放松下来 理直气壮地说 反正我今天是来找叶连离婚的 这可是 他先提出来的 不能怪我 叶剑国 日子过不下去就离婚 谁也不会说你不对 但是你不应该打人 现在又着急离婚 你当我们叶家是好欺负的 前夫烦躁地抓了抓头发 什么意思 你们又不想离婚了 叶剑国瞪他一眼 婚肯定要离 但是怎么离 得我们说了算 前夫往屋里张望 叶连呢 让他出来 叶连和两个孩子都在西屋 叶削削看见 自从听到前夫的声音 两个孩子都吓得不敢说话 年纪小的那个 更是紧紧地抓着妈妈的手部松开 这都不用问了 叶连要是离婚 孩子肯定得带走 绝对不能留在前家 叶连听到前夫喊他 站了起来 对着两个孩子说 你们在屋里待着 妈妈去外面说几句话 妈妈 你别不要我 前云双小猫似的乌叶着 叶连语气带着从未有过的坚定 妈妈不会不要你们的 叶连走出了屋子 前夫 离婚可以 两个孩子归我 你之前提出的那些 要求想都不要想 你得写下保证书 离婚后和两个孩子再无瓜葛 以后婚丧嫁娶 也和你无关 几天前是叶连着急离婚 但是现在相好怀孕 着急的人就变成了前夫 察觉到前夫的心思 叶连也不会放过谈判的机会 见前夫不说话 叶连接着说道 这些年我在你家里任劳任怨 就算离婚也是你给我钱 我也不多要 给五十元算作两个孩子的抚养费就好 听到叶连还要反过来要钱 前夫心里的愤怒 已经压下了对长辈的恐惧 大吼道 你还有脸和我要钱 嫁到我们家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要你有什么用 前夫 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凭什么只怪我姐姐 叶长远把要冲上前的前夫推开 前夫 叶连到底离不离婚 你给我个准话 孩子可以归你 要前妹们 叶连本来就没想要钱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她知道前夫的恶劣本质 只有提出更过分的要求 留给对方讨价还价的余地 才能顺利离婚 叶连非常冷静地掏出两张纸 好 保证书我已经写好了 你签字吧 签完字 咱们就去打离婚证明 前夫接过保证书 见上面没有写要钱的事情 立刻签了 叶连将保证书收起来 这是她留给孩子们最后的保障 这年代离婚还是挺容易的 去有关部门签个字 打个离婚证明就可以了 叶连和前夫只用了一个小时 就从夫妻变成了陌路人 还因为他们俩是近几年 第一对办理离婚的夫妻 工作人员效率非常高 拿到离婚证明后 前夫头也不回地走了 叶连则是一字一句地 仔细看了证明上的字 原来 离婚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前家并没有多少叶连 和两个孩子的东西 顺利离婚后 叶家人也不想让叶连 再回一趟前家 李桂兰抱着女儿 妈带你和孩子去做几身新衣裳 从此以后 再也不和那个人渣来往了 叶连喜极而泣 谢谢娘 李桂兰和自家人客气什么 长辈们没有发现 身后叶萧萧几个孩子 正凑在一起说话 叶长远 没想到那个前夫这么好骗 咱们接下来做什么 叶萧萧眨眨眼睛 当然是让她美梦破碎了 那个小寡妇收了钱 总得把戏演完吧 叶长君点点头 那我现在就去找我那位朋友 告诉她可以开始行动了 另一边 前夫拿着离婚证明 迫不及待地去找小寡妇了 娟儿 我离婚了 娟子接过盖着章的离婚证明 调笑道 没想到你动作还挺快 前夫黑黑笑道 那当然了 娟儿 你什么时候嫁给我 你着急什么 今天这个好日子 咱俩喝一个 娟子去外屋端来一盘花生米 一瓶酒 两人坐在炕上喝起来 前夫愈发沉溺在温柔香里 一连喝了好几重 前夫搭着舌头 娟子 咱俩亲一个 娟子见对方醉醺醺的样子 娇俏一笑 没等开口说话 门外忽然传来说话声 前夫在吗 出去耍呀 前夫认出 这是和自己一起玩牌的人 顿时犯了意 人逢喜事精神爽 他今天应该手气不错 娟儿 等我晚上再来找你 我有点事 前夫说着 就要晃晃悠悠地下炕 娟子一把将人拉住 我还不知道你们那点地方 让我也跟着一起瞧瞧 前夫 那都是男人 你一个孕妇去做什么 娟子揪住对方的耳朵 怎么 你嫌弃我 没有没有 咱们一起去 前夫带着娟子 一起去了平时赌博的地方 那人家隐蔽 院子还有前后门 十分方便逃跑 进屋来 里面已经有四五个人在里面了 前夫摩拳擦掌的上了场 他今天手气不错 一连三把都是赢钱 排酒推到一半 忽然有人说肚子疼要出去上厕所 前夫还嚷嚷 不会是怕输钱要溜吧 想什么呢 回来接着玩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你怕什么 说着三三两两的离开屋子 前夫正是头脑发热的时候 刚刚那几把购胎赢好几十的了 这可是平时没有的运气 所以完全没发现 这一眨眼 屋里就剩下了他和小寡妇 砰的一声 屋门被踹开 从外面闯进来几个穿着制服的公安 倒灌的冷风 让前夫清醒几分 看清了这是公安在抓赌 都别动 公安上来就按着人 不知道谁动了小寡妇 他突然捂着肚子 倒在地上 肚子 我的肚子 娟子表情痛苦 抓人的同志有点猛 他什么都没做呢 前夫红着眼睛 敢动老子儿子 啊我打死你 前夫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一把掀翻压着自己的人 拎起地上的凳子 砸向一位公安同志的头 啊 是血 流泻了 第三十三章 房子 第三十三章房子 前夫被抓起来了 叶长俊从朋友嘴里 知道了这个好消息 甚至结果 比他们之前想象的更顺利 他除了赌博 还有严重袭警情节 至少要坐两三年的牢 叶长远拍手 太好了 叶萧萧问 那个小寡妇没事吧 毕竟当时 是他们找人帮忙演戏 虽然给了钱 但若是太连累 别人也不好 叶长俊 你们不知道 那个小寡妇厉害着呢 前夫出事后 她拍拍拍屁股 就和别人好上了 前夫那个泼辣的妈 上门闹事 直接被揍了一顿 叶萧萧 前家人就是欺软怕硬 叶长盛 大姐离开钱家 也算是脱离苦海了 叶长军拍拍 两个弟弟的肩膀 明天 我们就和大姐回家了 你们也马上开学了 开学后安心学习 在学校里多照顾一下萧萧 叶长远苦着脸 啊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而解决完叶连的事情 苗翠方终于发现了不对劲 老三去哪里了 怎么这些天 一直没有见到人 叶长盛瞪大眼睛 三哥不是回家了吗 苗翠方也愣住了 没有啊 送你们来镇上后 一直没见到人 叶建国想起什么 猛的一拍大腿 那混蛋小子是跑了 早就有出去闯闯的心思 估计是 趁着这个机会 跑到外面去了 苗翠方顿时开始担心 怎么一个两个的 都要往外面跑 要是出点事 可怎么办 叶萧萧弱弱的安慰 爸妈 三哥都是个成年人了 应该不会出事 苗翠方心里又是生气 又是着急 警告家里的孩子 你们以后出门 一定要先和家里人说一声 要是谁敢一声不吭地跑出去 非得把你们腿给打断 院子里的孩子们 都不敢吭声了 虽然苗翠方不会打孩子 但是叶建国肯定会动手的 苗凤山看看女儿女婿劝道 孩子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由着他们去吧 不过老三是得批评 怎么也得给家里写封信 不能这么静悄悄地跑了 因为叶长宁的事情 调动了众人的情绪 反倒是冲淡了叶连离婚的事情 开学前两天 叶梅来到苗老爷家 他是听说大姐离婚了 特地回来看看他 不过这时候 叶连已经和父母都回白石村了 叶梅风风火火的 离婚了好 离婚了好 我看咱们家应该放鞭炮才对 叶长远 二姐你过来有事 叶梅拍弟弟的头 萧萧之前让我帮忙 找学校附近的房子 我已经找到一处闲置的单位房 环境还不错 离学校近 接你们过去看看 而且萧萧要入学 也得提前打招呼 我已经去联系校长了 又有老爷的面子 校长答应让萧萧插班进来 叶长远 萧萧什么时候说 要找房子的 叶萧萧走上前 确实是我拜托二姐的 因为学校住宿环境不好 我想 这租个房子 咱们都能住外面了 叶长远 那咱们还等什么 快去看看吧 苗凤山笑呵呵的 既然你们二姐都安排好了 那我就不一起去了 要是缺钱的话 来找老爷拿 叶萧萧手里的钱 足够生活到高考结束 所以一点都不担心 生活上的问题 至于到了大学 现在的政策 学费全免不说 还能拿奖学金 谢过苗凤山的好意后 叶萧萧把自己的书 和衣服收拾起来 如果房屋没有定下来的话 那就先放到叶梅家里 想到自己 还有位没回来的师傅 她又写了封信 放到药铺 上面写明 自己已经开学了 每逢星期天会回来一趟 叶梅是 骑着自行车回来的 但是没办法 烧上三个少年 好在半路上遇到罗子车 他们便借坐一段路 叶萧萧第一次来县城 虽然街道还是沙土飞扬 但是比村里和镇上 都要宽阔 每隔几条街 也能看到四五层高的家属楼 城市出具规模 百川一中 是县城最好的高中 也拥有县城最好的教学资源 里面学生多 教师多 但水平参差不齐 每年考上大学的人 寥寥无几 叶梅找的房子 就在一中后面的家属院里 房子原本属于一对教职工夫妻 但是人家夫妻手里还有别的房 这处就空了下来 整个家属院都是三层的楼房 四五年前盖的 现在还不算破旧 叶梅拿钥匙打开门 我找的房子在二号楼二百零三 里面有两个小卧室 一个和厨房合在一起的客厅 一个厕所 这里房租贵 就是因为每家每户有独立厕所 周围邻居也都是老实为多 我是想着小姑娘住的话 晚上安全些 不然的话 胡同里面闲置的老房子 可多着呢 叶萧萧走进来 对这里还是挺满意的 只是卧室里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二姐 屋里怎么没有床啊 叶梅 应该是屋主搬走了 床的事情好说 让你们姐夫找木板 并两个新床抬过来 叶长远 这里挺好的 就是不知道房租多贵啊 叶梅 我和屋主商量了 住到高考后 一起支付八十块钱 每月的水电 自己单独付 叶长远吓了一跳 这么贵 叶长盛也皱眉 有没有小一点的房子 我和长远继续住校就可以了 叶长远 是啊是啊 叶梅无奈笑笑 你们两个臭小子 也知道省钱了 这钱二姐帮你们出了 叶萧萧则是觉得 价钱在自己承受范围内 她刚刚一路走来 还观察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每层楼都挺安静的 没有特别吵闹的动静 二姐 我们叫这个房子 我有钱 不用您出 八十块钱 都快购叶梅三个月工资了 她肯定不能随便收下这份好意 叶萧萧早就把钱准备好了 从兜里数出八十元 交给叶梅 二姐 我们付款钱和屋主签个合同吧 免得中间出什么问题 叶梅 这个没问题 这屋子还得收拾收拾 你们先去二姐家住着 叶萧萧 二姐 你先回家吧 我想去看看有些东西卖 等我们忙完就去家里找你 叶梅 那也行 这要是你拿着 不过你们买东西的时候 出去买把新锁吧 屋主原来的锁头 就给他放好 叶萧萧答应下来 第34章 走亲戚 第34章走亲戚叶长远 此时已经不想再额外花钱了 听到叶萧萧说买东西 劝道 萧萧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买什么东西 家里的就铺盖就能用 这不是现成的吗 而且 因为叶萧萧第一年来叶家 她的铺盖 可都是新做的 叶萧萧送给对方一个白眼 远哥 你是不是傻 去二姐家 咱们也不能空手去啊 就算是叶梅乐意 时间长了 叶梅的公婆和丈夫 难免不会有其他想法 叶长远没有往这方面想 每年二姐回家的时候 爹娘也会给他们带东西的 至于自己上门 那从来不会单独拿礼物 因为二姐每次都说不用 不过萧萧说的也有道理 叶长远和叶长盛对视一眼 都没有说话 县城确实比较大 这里有一整座供销大楼 里面无论是衣服还是食品 应有尽有 叶萧萧去买了一斤红糖 两瓶白酒 需要的锁头 然后又去肉连厂割了五斤猪肉 由叶长远带路 三人去了叶梅的家 叶梅住的地方也是工厂分配的房子 刚进大院 就有邻居注意到了兄妹三人 几位坐在门口宅菜的大妈 打量着他们 因为面生 所以大妈多问了一句 你们是谁家的亲戚 叶萧萧 我们要去叶梅家 大妈热心地帮忙指路 叶梅家呀 你们去楼上最里面那家就是 叶萧萧甜甜道谢 谢谢大娘 不客气 小姑娘嘴可真甜 等到兄妹三人走远 大妈们才凑在一起 窃窃私语 叶梅家的亲戚都还不错 上门来还拿这么多东西 我那小姑子都在家住了多少天了 可是屁都没有 谁说不是呢 虽然不计较那一两顿饭的 但是有没有心意是两回事 哎 咱们没有那么好福气啊 这边 叶萧萧三人 已经到了叶梅家门口 她刚敲门 屋里就响起声音 来了 开门的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 看见叶萧萧明显一愣 姑娘你找谁呢 叶长远从后面冒出头 大娘是我 长远 这位是我妹妹萧萧 这是长盛 你见过的 叶梅婆婆一拍手 哎呦 长远啊 你姐当当出去买菜了 说你们会来 都快进来做 大娘 这是给家里买的东西 叶萧萧把礼物递过去 都是自己家人 来就来了 还买什么东西 叶梅婆婆虽然推拒着 但是笑容很是明媚 叶长远也感觉到 和以前的不同 虽然以前来二姐家时 对方的公公婆婆 也非常客气 但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 叶梅婆婆接过东西放好 嘴里又念叨着 听叶梅说 你们准备在外面租房子 哪里用得着这么麻烦 家里还有地方 挤一挤是能住下的 其实 若是只有叶长盛和叶长远 住进来后 家里还不算拥挤 但叶萧萧是女孩 必须得分开住 这样就没有多余房间了 只有客厅挤一挤 会很不方便 叶萧萧不管对方是客气 还是真心 只笑着说 谢谢大娘 不过我们已经租好房子了 我和两个哥哥住进去正好 就是家里还缺两张床 得麻烦二姐夫帮忙做两张 叶梅婆婆爽快地说 那个好说 你二姐夫是在木工厂干活 碎料多的是 抽出半天时间就给你们弄好 没聊几句 叶梅就带着孩子回来了 王小虎今年八岁 正是活泼的时候 看见叶长远 直接扑进对方怀里 舅舅 喊完人又对着叶长盛 长盛舅舅 最后 目光落在叶萧萧身上 有点疑惑 这个姐姐没有见过啊 叶梅 这是你小姨 王小虎摇头 不对不对 我小姨不是这样子 叶梅好笑地摸摸儿子的头 这个就是你小姨 以后咱们家就剩下一个小姨了 王小虎还是有些不理解 但乖乖喊道 小姨 叶萧萧 真乖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叶梅的丈夫和公公也回到家 叶梅婆婆用叶萧萧他们带来的猪肉 做了份红烧肉 所以叶梅公公一进屋就喊着 今天是什么日子 舍得做肉 你这个老头子 以为我平日多吝啬呢 是梅子的弟弟妹妹来了 这肉啊 是人家带来的 是长远和长盛啊 来就来呗 下次别买东西了 叶梅公公也是为和善人 嘴上说着别带东西 只不过在看到那两瓶白酒的时候 顿时咧开了嘴 这礼物是送到她的心坎上了 就好这口 叶梅之前听说叶萧萧他们带了东西来 还有些觉得弟弟妹妹们见外 但是看见公公婆婆 今天比以往更热情的态度 忽然觉得 自家这个小妹妹还真是会做事 因为租住的房屋那里还没收拾好 叶萧萧几人就先在叶梅家住了一晚 一日一早 叶梅和自己丈夫帮着去置办东西 王东强做了两个合适尺寸的简易床 送到房子里 铺盖是从家里拿的旧物 床单和窗帘则是叶梅送来的 她在布料厂工作 时常能用便宜价格买一些瑕疵品 期间房屋的主人过来了一趟 把租房合同签了 说都是学生 这房子她租得也放心 这么简单一收拾 家里还真的有模有样起来 叶萧萧一间屋 叶长盛和叶长远睡另一间 看着布置好的房子 叶萧萧觉得除了缺少电器 和自己以前生活的地方也没什么区别 最重要的是 这里有电灯 晚上学习也方便了 你们三个晚上回这边住 白天要是吃饭 还是在学校食堂吃 这样也不用开火 我看你们也不会做饭 叶梅走前叮嘱道 若不是她家里学校有些远 她是要招呼弟弟妹妹去家里吃饭的 叶长远 知道了二姐 你别担心我们 这里可比学校好多了 叶梅 萧萧 明天你先去校长室找校长 她会给你安排班级 叶萧萧点头 让叶梅和姐夫早点回家 等到家里就剩下三人后 叶萧萧开自己的学习资料 都摆到桌子上 让空荡荡的房间多了些烟火气息 晚上的时候 叶长远躺在床上 和叶长盛说悄悄话 盛哥 有钱真好 你说萧萧怎么那么会赚钱呢 叶长盛 萧萧聪明 叶长远 是啊 你说城里孩子是不是都是这样 燕燕去城里以后 也会变得和萧萧一样 聪明漂亮吗 叶长盛皱眉 还提他做什么 他都不算咱们家人了 叶长远 难道你就不想燕燕吗 叶长盛翻了个身 让自己面向墙壁 刚开始是会挂念和担心 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 这思念越来越淡 更何况 对方还做过那样过分的事情 如果真的想着家里人 就不会这么久 都没有信 是对方先放弃家人的 第35章 清新脱俗白莲花 第35章 清新脱俗白莲花 百川义中开学的当天 门口十分热闹 许多学生家长 扛着行李卷 送学生们住宿 以往叶长盛和叶长远 也是这里面的一员 但今年他们俩能在家里吃完饭 再慢悠悠地往学校走 虽然他们所谓的早餐 就是从楼下买的包子 但能在早上多睡半个小时 用热水洗脸 这方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叶长盛把叶萧萧带到校长室后 自己就先回班级里了 叶萧萧自己进去 校长 我是来报到的学生 叶萧萧 校长坐在办公室里 面前还站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 身上穿的衣服很不错 能看出家庭条件 要比叶家孩子强上许多 校长先让叶萧萧进来 然后和面前的男生说 这次的数学竞赛成绩不错 你很有希望被保送 回去好好学习 做两手准备 清亮的声音传出 谢谢校长 我会继续努力的 叶萧萧和对方擦肩而过 看清楚了对方模样 长得不错 丝丝纹纹的很端正 一看就是好学生 而且这个年代 竞赛生的含金量很高的 成绩不错的话 有很大希望保送大学 你就是叶萧萧啊 怎么想起来高三转学呢 你的学习进度 很可能和我们不一样 但是我看你之前 在京城三中读书 那边的教学资源不错 所以也就同意你插班了 校长推了推眼镜 手里捏着叶萧萧的资料 欲重心长的说 你先到九班去吧 距离高考还有半年时间 要努力啊 好的校长 其实去哪个班级都一样 叶萧萧只是想保留学籍 参加高考而已 他完全有信心 考出个好成绩 上辈子的苦也不是白吃的 有些知识都形成肌肉记忆了 叶萧萧现在还不知道 高三九班是怎样的存在 他从校长室出来 往教学楼走去 教学楼一共三层 高三班级在三楼 这里的走廊 教室 黑板都很破旧 且带着年代感 叶萧萧就算读小学的时候 也都是电子化教学了 所以进入教学楼后 处处都觉得惊奇 他路过高三一班的时候 看见了叶长盛 叶长盛 怎么样 你在哪个班 叶萧萧 高三九班 叶长盛皱眉 九班 校长怎么能把你分到九班 会影响你学习的 叶萧萧摊单手 我先去看看吧 如果接受不了 会和校长说的 叶长盛点头 那好吧 遇到麻烦 就来一班找我 或者去五班找长远 叶萧萧表示 没问题 开学第一天 到处都是乱哄哄的 上课领打了三遍 走廊都没有安静下来 叶萧萧走进九班的时候 里面忽然安静了一瞬 然后忽然想起 此起彼伏的口哨声和哄笑声 咱们搬来新同学了 新同学长得不错呀 不知道是哪的人 以前没见过 叶萧萧扫了一遍 居然在这个班里 看见了熟悉的人 村长的闺女张儿妮 坐在倒数第三排的位置 但是她旁边的人 也不是白石村的孩子 白石村很穷 不是谁们家都舍得 送孩子读书的 而且上学对一些孩子来说 其实是煎熬 非常乐意主动放弃 张儿妮看见叶萧萧了 但是她不乐意搭理对方 这个叶萧萧勾引她得数哥的事 还没算账呢 她才不愿意帮对方结尾 叶萧萧的尴尬 也没维持几分钟 因为老师很快就来了 张霞是这个班的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校长早就交代了 插班生的事情 你就是新来的同学吧 先坐到第二排中间的位置去 其他同学都安静了 第一节课自习来十个男生出去班书 好的 老师 第二排中间确实有个空位 叶萧萧不知道这里为什么没人坐 但老师安排了 她只能听话 后排的男生听到班书 全都轰挤了出去 跑出去的人何止十个 叶萧萧的同桌是个腼腆的女孩 她对着对方笑笑 女孩就害羞地低下头 我叫叶萧萧 你叫什么 女孩说话断断续续的 我叫王王莹 叶萧萧 我们是同桌了 以后请多多关照 王莹 好 好的 只是王莹刚刚说完话 就有个纸团砸到她脑袋上 叶萧萧向后瞅去 扔纸团的人正是张尔妮 张尔妮 你做什么 张尔妮嚣张地大叫 没什么 手滑了而已 你喊这么大声干啥 想帮小结巴出头啊 小结巴 叶萧萧看向自己的同桌 王莹的头已经恨不得钻进桌子底下 身体微微发抖 一句话都不敢说 叶萧萧明白过来 这是年代版的校园霸凌了 果然无论什么时候 都会有坏孩子 叶萧萧看向张尔妮 她有名字 叫王莹 张尔妮不屑 有名字怎么了 我就喊她小结巴 小结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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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尔妮 你喊什么呢 整个班就听见你在说话 不想上自习的话 不要打扰其他同学 张霞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回来了 张尔妮立刻闭嘴 脸色涨得通红 坐下后 带着院读的瞪了叶萧萧一眼 你 姐 我 等 这 叶萧萧玩耳一笑 两个酒窝出现在脸上 显得更加天真无害 却在转身前 一字一句地冲着对方做口型 我 等 这 你 张尔妮要被气死了 第一天 基本就是报到家领书 没有老师讲课 上课的时候 班级还能勉强维持安静 下课林一想 酒班的学生就都跑出去了 叶萧萧百无聊赖地翻着书 她那害羞的小同桌 时不时地看她一眼 但是不敢主动说话 期间 叶长盛和叶长远过来看了她一次 见没什么事就放心了 而班级里的其他同学 就算对新来的同学非常感兴趣 但这毕竟是内敛的年代 没有人主动上前打招呼 本来能挺愉快地度过这一天 直到一个讨厌的声音响起 萧萧 你真的来一中读书了 要不是二尼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呢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李德树 带着刻意的笑容 站在叶萧萧面前 张尔妮气呼呼地站在一旁 德树哥 你不是来看我的吗 还有他欺负我 你帮不帮我报仇 李德树家里有钱 已经在县城置办了房子 而且托关系 把李德树送到了场子里工作 能出现在这里并不奇怪 叶萧萧只是没想到 对方会特地过来找自己打招呼 什么情况 自己难道拿了好艳艳的剧本 可惜他不喜欢这种斯文败类类型的 更何况这是个披着人皮的人渣 叶萧萧面色冷若冰霜 和你好像没关系吧 李德树将笑 怎么会没关系呢 咱们毕竟是一个村的 要互帮互助 叶萧萧挑挑眉 指着张尔妮说 一个村的就要互帮互助吗 那他今天欺负我 李德树立刻板着脸 对着张尔妮批评道 张尔妮 你平时胡搅蛮缠也就罢了 在学校里居然还不好好学习欺负同学 要是让人贵书知道 肯定要揍你 张尔妮哪里见过如此清新脱俗的白莲花 又听到李德树对自己的呵斥 直接哭着跑出教室 李德树 你欺负我 我要给你告我妈 第36章 毒蛇 第36章 毒蛇李德树看都没看对方一眼 而是妖宫似的对着叶萧萧说 别搭理他 真是越来越傻 萧萧你看 我帮你教训他了 这算不算互帮互助 叶萧萧勉强点头 算是吧 李德树面色一喜 那我能请你吃顿饭吗 叶萧萧冷酷且无情 不可以 我还要上课 李德树虚伪的面孔差点没维持住 故作轻松地说 那就等你有时间的 他毕竟是校外人士 不能多待 说完话后就离开了 叶萧萧也平静地度过了剩下的时间 这一天虽然什么事都没干 但是叶萧萧体会到了 陆寒川说的条件艰苦 是怎么回事 学校的黑板和桌椅都非常老旧就不说了 学校的厕所还是那种汗厕 因为天气冷 洗手的水龙头也流不出来水 教室里有炉子 但是没有煤 只能烧柴火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添一次 如果熄灭了 想要再点燃就非常困难 让叶萧萧苦恼的是 每周生炉子是值日生的活 值日生要负责带柴火 早早来班级把炉子点着 这样的条件下 孩子们哪里能安心读书 叶萧萧已经明白升学率为什么这么低了 第一天放学 叶萧萧和叶长盛 叶长远会和去学校的食堂看看 然后就在打菜窗口 看见了发黑的馒头和不见荤腥的白菜 土豆 虽然叶家的饭菜也都是家常菜 但是苗翠芳和苗老爷的做饭手艺都不错 平时也是变着法的给孩子们加菜 叶萧萧还是第一次吃到又硬又冷又难吃的饭 差点哭出来 叶长远也叹气 好舍不得家里的饭菜啊 叶长盛则是看出叶萧萧的不适应 提议道 不如我们自己买菜做饭 叶萧萧心说 以为我不想吗 我那是不会 叶长盛 我会做饭 叶萧萧眼睛一亮 但是想到 现在正是高中的关键时期 叶长盛可是要考大学的 哪能让做饭给耽误了 我再想想吧 总有办法的 高三生活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开始了 叶萧萧虽然还没有找到办法解决吃饭问题 但现在的生活还不是不能忍受 唯一比较可惜的就是 九班老师除了班主任 其他老师都不太在乎教学质量 而九班明显也不太喜欢学习 不管是上课还是下课 课堂上都是乱哄哄的 今天是星期五 叶萧萧的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 他已经和叶长盛他们约好 今天放学后就回老爷家 开学一个星期 叶萧萧并没有交到什么好朋友 所以体育课上 他也是自己单独行动 百川仪中的操场不是很大 但是靠着一个小山坡 平时学生就是从这里去山上捡树枝生活 体育课也有老师组织去干活 主要就是捡干柴 美其名曰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 叶萧萧的捡柴的动作不太熟练 甚至是有些娇气 张尔妮和班级里的几个同学 嘻嘻哈哈地从身边路过 鄙视地看了他一眼 叶萧萧 这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吗 你 你和我 我一起吧 王盈从叶萧萧身边路过 终于鼓起勇气开口 叶萧萧 好啊 这小山坡虽然不大 但是荒草丛生 还有许多枣树灌木 叶萧萧都看见带刺的灌木了 王盈还往那边走 你怎么总往没人的地方去 那边不是 有很多树枝吗 王盈结结巴巴地说 那边 那边是张尔妮他们的地盘 叶萧萧皱眉 咱们就去那边 她才不怕张尔妮呢 叶萧萧和王盈刚过去 张尔妮几人就不满地呵斥他们 谁让你们过来的 这是我们的地盘 别再过来了 再怪揍你们了 叶萧萧看着这一群年纪不大的孩子 觉得这种行为很无聊 这地方这么大 你们又不能捡完全部的树枝 而且 这里不是你们家的地 凭什么不让我们过来 叶萧萧才不搭理他们呢 拉着王盈 我们就在这里捡 王盈低着头 趁着旁人说话的时候 已经弯腰 飞快地捡起柴火来 你个小结巴 说了不让你捡 还敢动 张尔妮往前一步 上来就要推王盈 叶萧萧拦住对方 别再过来了 我拿针扎你啊 张尔妮瞪大眼睛 看见叶萧萧手里真的有针 你真卑鄙 叶萧萧 彼此彼此 啊 安静捡树枝的王盈 忽然倒在了地上 发出一道有气无力的呼声 张尔妮插着腰 干什么呀 我还没动手呢 二妮 有蛇 蛇呀 快跑 张尔妮那群小伙伴 看见一条黑白花的长蛇 从王盈身边跑走 便一边惊呼一边跑远了 张尔妮看着那条蛇 往自己脚下爬来 一动都不敢动 别 别咬我 叶萧萧把手里的针弹出去 正中那条蛇的头颅位置 只不过她功力上前 并没有将蛇杀死 只是加快了那条蛇离开的速度 张尔妮吓得瘫软在地上 叶萧萧则是跑过去查看王盈 对方的手腕上留着两个牙印 我 我 王盈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别动 叶萧萧扯出王盈的腰带 给她在伤口上方捆住手腕 然后拿出银针 在对方的穴位上扎了几下 回头对着张尔妮喊 你过来背着她 张尔妮 我 背她 废话 我能背得动她吗 叶萧萧比王盈纤细很多 虽然个子高 但没干过体力活也是真的 而张尔妮五大三粗的 一看就很有力气 叶萧萧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就把你自己扔在这里了 张尔妮从地上爬起来 不就是背人吗 我背就是了 她是不是要死了 刚刚那条蛇肯定毒 要不然咱们别管她 看着王盈发黑的伤口 张尔妮又有些退缩 叶萧萧 别废话了 在墨姐 让你尝尝我沙包大的拳头 张尔妮不情不愿地 背着王盈下山 走到一半三人 便遇到了上山的老师 刚刚跑走的那群孩子 已经把山里有蛇的事情 告诉了老师 叶萧萧先把毒蛇的品种 告诉老师 老师 咬她的蛇是黑白环蛇 被尽快送到县医院治疗 体育老师直接背过王盈 你们别乱跑 一会儿等下课直接放学 老师送她去医院 体育老师看着还挺靠谱的 而且叶萧萧帮她把穴位封住 没让蛇毒蔓延 只要坚持到医院 肯定没事 叶萧萧便放心了 张尔妮背着人没走几步 还在呼吱呼吱地喘气 叶萧萧打量她 你体力不行啊 张尔妮伸出手指着叶萧萧 你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第三十七章 师父回来了 第三十七章 师父回来了 萧萧 我们听说有人被毒蛇咬了 你没事吧 叶长远和叶长盛一下课 就来找叶萧萧 叶萧萧实话实说 是我们班的同学 不过情况不严重 只要送医及时应该没事 叶长盛松了口气 又叮嘱道 你别自己去山上捡柴 等到你值日的时候我帮你 叶长远也拍着胸扑说 对 还有我呢 你肯定不会点炉子 到时候 我去你班帮你 叶萧萧对着两人笑笑 知道了 咱们早点走吧 到家都要天黑了 三人都背着书包 里面带着书和作业 刚出校门 叶梅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知道你们今天要回家 这两斤肉 你们拿着回去 叶萧萧摆手 二姐 家里有肉呢 叶梅把东西 塞进叶长远手里 这肉是托朋友买的 不要票 所以多买了些 你们拿回去吃 叶长远咧着嘴笑 谢谢二姐 叶梅挥手 走吧 路上别乱跑 注意安全 叶萧萧三人 从县城走路回松林镇 现在可没有路灯 走到家里的时候 已经天黑 苗凤山知道 三个孩子肯定得回来 一直在家里等着 看见三人回来 立刻去端饭菜 苗凤山 锅里热着饭呢 特地给你们留的 叶萧萧特别真心实意 老爷 我好想你做的饭 苗凤山 学校怎么样 还适应吧 叶萧萧正在往嘴里扒饭 适应 除了学校的饭菜 不好吃之外 都挺好的 苗凤山 咱们县城的条件就这样 要是咱家里能放开手的话 让你们娘去县城帮忙做饭 叶长盛直接否定了这个提议 俺娘那么忙 不仅在家里做活 还要照顾家里俩小的 哪能让他来帮我们 叶长远倒是微微瞪大眼睛 那让俺娘来 我觉得俺娘比较闲 叶长盛敲他头 胡说八道 大娘哪里闲了 你以为家里不用他照顾 爷爷奶奶可还住在你家里呢 叶长远叹气 那怎么办 要不然我学学怎么做饭吧 两人商量半天 也没有商量出结果 吃完饭后 只能先睡下了 一日 叶萧萧吃完早饭后 先去药铺看了看 宋光景已经回来了 师父你回来了 叶萧萧进后院 看见宋光景在屋里 外屋队堆着许多 大大小小的木箱子 怎么样 百川一中的 学习环境还好吧 叶萧萧 都挺好的 对了师父 昨天我们班有个同学 在学校后山被蛇咬了 宋光景一听这个 顿时犯了职业病 把手里的东西放下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蛇吗 咱们家有 专门针对蛇毒的良药 今天你就学学 怎么配解蛇毒的方子 叶萧萧 好 他把那黑白环蛇的模样 和宋光景说了 宋光景便教导叶萧萧 如何配药 学了半日 宋光景让叶萧萧休息休息 师父 你这箱子里的东西要收拾吗 宋光景不太在意 这都是从前的一些旧物 没用的东西多 有几本古术你能用上 他打开一个箱子 尘土飞扬 里面都是些纸叶泛黄的古书 叶萧萧却知道这些医术的价值 他在里面看见一本医书 在他以前生活的那个年代 曾拍卖出几千万的价格 虽然是不同时空 但是部分历史和现实有所重合 也能证明 宋光景身份不一般 好好看书 当然高考也很重要 你一定得考到精华大学去 宋光景再次叮嘱 叶萧萧 宋光景以为自己的话 让徒弟有压力了 又说到权力以赴便可 就算考不上精华大学 他也会想办法 让中医系收了叶萧萧 只是担心提前说了 让自己徒弟心里松懈 所以让对方现在 以努力学习为主 而叶萧萧经过内心的挣扎 也已经有了决定 我知道了师父 我会努力的 宋光景 好孩子 师父给你个红包 叶萧萧摆手 师父 你过年前不是已经给了 那个是压岁钱 这个是红包 宋光景并不在乎这点小钱 他说 我回来看了 你没少来药铺收拾 这也是你应得的 叶萧萧只好收下 在药铺学习了一天 周六下午 叶萧萧三人 就要赶路回县城 因为一中开学 家属楼大院热闹起来 叶萧萧他们租住房子的隔壁 住着一对中年夫妻 里面的男主人 就是一中的老师 女主人目前没有工作 每日待在家里 经过几天的相处 和叶萧萧他们兄妹 也熟悉起来 你们回来了 叶萧萧知道对方姓孙 叶萧萧倒是想到了什么 他等到孙阿姨吃完饭去洗碗时 自己也拿着盆子跟去水房 叶萧萧在一旁闲聊时地问 孙阿姨 平时张老师上课的时候 你在家都干什么呀 我也没事干 平时就接送两个孩子 做做饭 洗洗衣服 有时候去接点胡纸盒的活 打发打发时间 胡一百个纸盒才得一毛钱 这活确实赚不到钱 而孙阿姨家 只靠着丈夫微薄的工资 平时生活不算很好 叶萧萧了解情况后 说出自己的打算 孙阿姨 我和两个哥哥都是高三学生 平时作息时间和张老师一样 孙阿姨要是方便的话 能不能每天做饭多做一点 我们三个年纪小 都不太会做饭 阿姨要是方便的话 我们三个每月 给阿姨一些辛苦费 孙玉珍一听这话 也仔细想了想 萧萧你说真的吗 要是不会做饭 你们买菜 阿姨帮忙做也行 怎么好收你们的钱 叶萧萧却说得明白 孙阿姨 如果真的这样 那算我们聘请您 肯定要给工资的 孙玉珍腼腆地笑 那你们看着给 阿姨不计较这个 叶萧萧想了想 那就每个月五块钱行吗 饭菜钱另分 孙玉珍 没问题 这五块钱 可是胡纸和一个月都赚不下的 更何况 说着帮忙做饭 其实只是顺手而已 这边解决了吃饭问题的叶萧萧 也非常高兴 终于能对得起自己的胃了 第38章 纠缠 第38章 纠缠有孙玉珍的帮助 叶萧萧他们的伙食 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在上学的时候 叶萧萧看见王盈已经回来了 王盈看见叶萧萧进教室 主动从自己的书包里 掏出一个发卡 谢谢 你救我 这是礼物 叶萧萧 不用客气 我们是同学 救你是应该的 王盈说话很慢 这是 我送你的礼物 我爸妈还想请你吃饭 叶萧萧把那个蝴蝶结塑料发卡收下了 吃饭就不用了 你给我的礼物 我很喜欢 王盈听到叶萧萧拒绝的时候 非常失落 但看见对方肯收下礼物 顿时明媚起来 这时候 张二妮从叶萧萧客桌前路过 看见了王盈送出去的礼物 王盈 是我被你下山的 你怎么不谢谢我 王盈下意识地害怕 直接自闭了 张二妮气死了 我还不稀罕呢 说着 张二妮就跺着脚 回到自己座位 自从后山毒蛇出没 把张二妮那群人吓到了后 上学的日子 就变得风平浪静 每逢学校能大休的时候 会比平时多一天假期 学校让住宿学生回家拿每周饭费 叶萧萧和两个哥哥 就会回到松林镇 叶长盛和叶长远 偶尔会回道白石村 叶萧萧则是很少回去 因为路程太远 每次回去 对于叶萧萧来说 太过艰难 更何况 他还要跟着宋光景学医术 叶建国和苗翠芳也非常理解 这天放学 叶萧萧三人刚出校门 便看见了梳着油头 穿的人母狗样的李德树 叶长远 李德树怎么在这里 叶长盛来接张二妮的吧 他们俩不是有娃娃亲吗 叶萧萧则是抱着书包 准备绕道走 李德树身边 还站着几个差不多年龄的青年 李哥 这里面哪个是你看上的姑娘 李德树神态得意 等出来你就知道了 那水灵灵的模样 和其他人一点都不一样 旁边的人不信 我看咱们县城的学生都一样 你来找学生 还不如去看看新来的售货员呢 那妖娜脸蛋 都是一等一的角 李德树 雍之俗粉 叶萧萧正打算绕过门口的人 李德树忽然喊道 萧萧 他旁边的人也都瞪大眼睛 李哥可以啊 这妞真亮 这白净的 看着不像是咱们本地人啊 叶萧萧一点都不想搭理李德树 低声说 咱们快走 不过李德树的动作也快 快跑几步拦住了叶萧萧 跑什么啊 今天是周五 你们是要回白石村吗 我这里顺路 拿车带你们 叶长远把叶萧萧拽到身后 我们不回白石村 李德树歪头看向叶萧萧 那你们去了 我都顺路 叶长盛忽然喊 张尔妮 李德树在这里呢 很快从远处跑来一个胖胖的身影 德树哥 我来了 李德树 张尔妮直接抱住李德树 你 你松开我 张尔妮比李德树壮多了 等他松开李德树后 再看叶萧萧几人已经没影了 李德树好不容易摆脱了张尔妮 已经猜到自己又白来一趟 心思愈发烦闷 李德树的兄弟们也看了一出好戏 甩开张尔妮后 李德树请兄弟去饭店里吃饭 颇有种戒酒消愁的意思 李哥 到底哪个是嫂子 旁边的兄弟打断李德树的自贞自矣 李德树 当然是长得漂亮的那个了 那个胖丫头 就是虎脚蛮缠 我一点都不想搭理他 有位兄弟讨好的凑到李德树身边 我知道了李哥 你看中的那小姑娘 是不是没有看上你 李德树推他一把 滚远点去 李哥别生气啊 我有个办法让你追到人家 那姑娘不是不乐意吗 那你可以生米煮成熟发 这样他还能对你挨搭不理的吗 李德树皱眉 别胡说 我可是正经人 旁边又有个人笑了声 李哥要想做正人君子也行 我这里还有个办法 李德树抬眼 有话快说 咱们兄弟都让你照顾这么长时间了 也该报答报答李哥 就陪你演场戏 来个英雄救美怎么样 听到这里 李德树陷入了深思 这个办法倒是挺好的 既不会让自己像流氓那样无耻 还能在叶萧萧在面前树立高大伟案的形象 让对方欠自己人情 李哥你放心 这件事情更能帮你办了 李德树故作劝阻 不然还是算了 那怎么行 我们这就打听打听 那姑娘都什么时候离笑 李哥 你就做好娶媳妇的准备吧 李德树默许了 叶萧萧还不知道 李德树居然如此无耻 不过叶长盛已经开始盘问了 他之前来过学校找你吗 叶萧萧 这是第二次 叶长远 什么 他什么意思 叶萧萧摸摸下巴 四哥 远哥 明天我和你们一起回拜师寸 叶长远 你就算回去 也逃脱不了李德树的纠缠 不然咱们找地方修理他一顿吧 叶萧萧 是要修理 不过得找别人修理他 想着李德树这件事 叶萧萧这次 连回村的路都不觉得远了 他们一大早从苗老爷家往回走 到村里的时候 已经中午了 苗翠方在家里炸油糕 准备三个孩子走的时候 多给拿点 叶萧萧和家里人打了个招呼 然后抱起叶宝成回屋 叶萧萧从兜里逃出奶糖 宝成 小姑姑对你好不 叶宝成甜甜的说 好 小姑姑对我最好了 那你听小姑姑的话 帮小姑姑个忙 好 开春后 白石村这边的温度还是很低 但是晴天的时候 外面不算了 王美丽坐在大门口嗑瓜子 她旁边的大榕树下 还坐着好几个村里的老太太 叶宝成紧记小姑姑的胶带 兜里揣着一包糖 从几位奶奶面前路过 王美丽 这不是宝成吗 一个人跑出来我啊 这兜里姑姑的装着什么呀 叶宝成拍拍兜 是我小姑姑给我的糖 王美丽 宝成我问你 你家城里来的那个小姑还在不 在你家咋样 叶宝成看见对方真的问起自己小姑姑来 立刻高兴地说 小姑姑很好 她去念书了 还和美丽姑姑一个班级嘞 王美丽一愣 这个她居然没听闺女回来说 第39章 学习成绩 第39章学习成绩叶宝成摇着头 有模有样地说 但是我小姑姑最近非常苦恼 王美丽 肯定是不适应咱们这里的生活 叶宝成才不是呢 是有一个叫李德树的人总是纠缠她 我小姑姑说了 要是对方再纠缠 她就要报警了 王美丽声调提高 李德树那不可能 那是我家的女婿 叶宝成眨眨眼 小姑姑就是教她这么说的呀 而且话已经说完了 叶宝成也不想再和这些奶奶说话 挣脱王美丽的手 就跑了 美丽啊 李德树不会是看上城里来的姑娘了吧 你也说了 人家那姑娘和仙女似的 肯定比你闺女漂亮 王美丽也不再聊天了 脸色阴沉得很 我闺女也比仙女差不了多少 没有心思聊别人的八卦 王美丽拍拍屁股 回了自家院子里 身后有人窃窃私语 你看 她着急了呢 李德树家多有钱啊 她肯定得牢牢把握住这个女婿 她闺女啥模样 咱们还能不知道 仙女 爱不住边吧 这边 王美丽回屋 狂妄一声推开张二妮的门 张二妮 我问你 是不是李德树最近对你不冷不热的 张二妮 妈 你怎么知道的 王美丽恨铁不成钢 我早就说 让你退学和李德树结婚 都是 你那个爹 非让你读完高中 你那成绩都掉车尾了 肯定考不上大学 费那金做什么 张二妮非常委屈 学习成绩差 也不是她的错啊 王美丽 闺女 我和你说 你一定得把握住李德树这个金闺序 错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了 张二妮从炕上坐起来 妈 她现在都不打理我 还能娶我吗 别怕 妈给你想办法 王美丽虽然爱八卦 但是非常精明 李德树当时为什么要和她家闺女订娃娃亲 那还不是人贵是村长 李家在村里开发林场 有些手续要经过她丈夫的手 两家既然有利益关系 那这婚事就跑不了 叶家院子 忽然来了位不速之客 苗岁方正扫院子呢 看见人热情招待 二妮来了 是来找萧萧丸的吗 张二妮重重点头 是的 苗岁方给她指路 她屋子在那间 你去找她吧 张二妮进屋 看见小屋虽然不大 但是摆着整整齐齐的红木柜 柜子上放着很大一块梳妆镜 还摆放许多瓶瓶罐罐 有雪花膏 化妆盒和香水 口红 平时她妈都舍不得给她买 叶萧萧正坐在炕上看书呢 张二妮来串门 还真是让她意外 叶萧萧 我告诉你 李德树是我的 我们俩马上要结婚了 你离她远一点 叶萧萧放下书 心里挺高兴 没想到见小这么快 王美丽母女的行动力不错 她拖着脸 那你得抓紧时间 我现在是对她不感兴趣 但谁知道 再过一段时间会怎么样呢 你没有廉耻 张二妮对上叶萧萧那张脸 心里七上八下的忐忑 难怪李德树喜欢 自己对上这个小妖精 好像确实没有竞争力 廉耻值几个钱 你最好能管好你的 准老公 叶萧萧满不在乎的样子 又把张二妮气到了 张二妮转身走了 反正她妈说了 她马上就能嫁人了 自从张二妮气势汹汹来宣誓主权后 不知道那边是否真的采取了措施 反正李德树真的没有再出现过 临近高考 学校调整了教学进度 老师宣布 五一假期过后 学校会增加早晚自习 不过酒班的学生 并不关心自习的事情 他们只想着什么时候放假 好了 都听我说 张霞维持纪律 这周星期四和星期五两天 学校组织考试 考完事后 劳动节放多一天假期 另外 这周是大休 你们一共有三天假期 教室里响起鼓掌声 夜消消震惊 劳动节居然只有一天假期 还让不让人活了 不过现在 好像真的没有五一黄金周这一说 就连学校放假 都是自己调整的 像是工厂单位 平时都是单休 但是部分地区 播种和秋收 反倒是会放很长时间假期 张霞宣布完消息 就让大家下课了 王莹掏出课堂卷子 认真地坐了起来 叶萧萧就看见上面十道题 已经写错了九道 他叹口气 这就是九般的水平吧 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 王莹真的在认真看题 怎 怎么 叶萧萧伸手指出来 你这个题做错了 王莹不好意思地擦去答案 哦 叶萧萧 剩下的也擦了吧 王莹脸通红 都错了吗 我最近有在好好看书 世界上怎么会有我这么好的同桌 叶萧萧拿出草稿纸 在上面写下正确解题过程 递给王莹 王莹 谢谢 叶萧萧 不客气 晚上王莹在家吃完饭后 招就去找自己发小一起学习 王莹拿出她同桌的草稿纸 认真看起来 李博文本来都对王莹的学习成绩不抱希望了 看他还不认真看书 直接皱着没提醒 好好看书 王莹 我在看我同桌给我的解题过程 李博文无语 你们久班还能有人解除这套卷子 他扯过草稿纸 刚看上一眼就被上面的字迹吸引住了 是那种很潇洒的字迹 但并不杂乱 解题过程也非常简单明了 李博文非常意外 等看到第三道题的时候 那上面居然是另一种解题方式 你说这是你同桌给你的答案 王莹 是啊 我同桌当着我的面写出来的 李博文 他叫什么名字 王莹语气兴奋 叶萧萧 是这学期新转来的同学 他很好 别人嘲笑我的时候 他还帮我 李博文感觉自己 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名字 王莹还在说话 我上次被蛇咬了 也是他第一个救我 行了 知道你有一个好同桌了 希望你同桌能影响影响你 别再让你掉车尾了 王莹 我这次肯定会有进步 第四十章 再见面 第四十章再见面 叶萧萧第一次参加这个年代的考试 拿到手里的油墨印刷试卷后 先前后看了一遍 印刷自己不够清楚 但是不影响作题 叶萧萧拿起笔 一道道地坐下去 因为环境简陋 考试就在自己班级里进行 这里的课桌还是连体的 考试也没有拉开距离 叶萧萧写完卷子后 看见王莹还在那里奋笔记书 自己便先交了卷子 当然 班里比他积极的人很多 一见他交了卷 后面立刻跑出来四五个男生 出了校园就没影了 下午考试更快 叶萧萧出门的时候 叶长盛和叶长远 还在班级里没出来呢 学校离他们租的房子很近 出门拐个弯 就是家属院了 叶萧萧便想着先回去 天不算黑 门口的人去不多 叶萧萧思考 要不要自己找点买卖 在学校门口做 现在好像还不流行摆小谈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胡同里 现在天没黑 平时走这里的时候挺安静 也没有什么人 但是今天他刚进巷子 就听到身后的脚步声了 几个戴着白布口罩的男人 出现在后面 叶萧萧立刻把银针捏在手里 这几个人绝对是不怀好意 他一边快步往前走 一边提防着 在快走到巷口的时候 面前忽然又出现一个人 怎么 故意等我呢 叶萧萧反倒是不紧张了 是抢劫还是耍流氓啊 流氓罪可是要枪毙的 你们可想好了 抢劫就更严重了 现在还严打呢 堵着巷口的人一愣 咋和事先商量好的不一样 他们原计划是吓唬吓唬这姑娘 然后让李德树过来 英雄救美 毕竟都是有工作的人 不可能去真的干调戏妇女的事 但是现在 这姑娘不害怕 他们接下来怎么演戏呢 于是 站在巷口的人 给后面的人使了个眼色 让他们再卖些力气 叶萧萧看着他们不动 也觉得奇怪 怎么也不像抢劫 小姑娘碰上我们算你倒霉 把兜里钱都掏出来 你要是不掏 那哥哥们帮你掏 就算戴着口罩 也能看得出男人的猥琐嘴脸 叶萧萧刚要给他们一针试试水 碰 一声枪响传来 刚刚还站在叶萧萧面前的人 直接蹲到了地上 干什么 耍流氓呢 陆寒川一身笔挺军装 出现在巷子口 不是不是 我们开玩笑的 男人一把将自己脸上的口罩扒下来 叶萧萧认出对方了 这不是那天在校门口 站在李德树身边的人吗 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刚刚就是在耍流氓 陆寒川鼓向立体 眉目深邃 站在这狭小破旧的巷子里 仍旧英俊的万众瞩目 他身边跟着警卫员 不用多说话 就直接将这巷子里的人 扭送到公安局 误会啊 这是个误会 我们真的不是坏人 就是开个玩笑 警卫员用枪指着人 人家姑娘觉得好玩吗 就你们这样的 可以就地击毙了 叶萧萧已经想到怎么回事了 对李德树的无耻行为 有了新的认识 没吓到吧 陆寒川走近 叶萧萧摇头 没有 我其实认识他们 不过也不是什么好人就是了 这样的话 将人关着就好了 在你高考前 保证看不到这几个人 叶萧萧 你怎么又过来了 这回还是来抓逃犯的吗 陆寒川 有些其他事情要处理 当然上次的事情也得谢谢你们白石村的人 叶萧萧 你不是也给钱了吗 而且还挺大方的 陆寒川笑 你这是开始读书了 怎么样 学习上有困难吗 叶萧萧拍拍书包 让你给说准了 这里的条件确实不太好 不过 我已经解决了 叶萧萧告诉对方 自己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 现在距离高考时间不足三个月 他能忍耐 陆寒川来了兴趣 怎么说我也算帮了你 不带我去你的房子里喝杯茶吗 叶萧萧看他 别开玩笑了 我家里哪有茶 陆寒川 客气说法而已 就是想看看 你现在住的怎么样 而且现在 自己回去也不安全吧 叶萧萧想了想 说的话有道理 那你要是不着急办正事的话 就去我家里看看吧 本来他想着 先回来收拾东西 因为三天假期 叶长盛和叶长远 肯定要回白石村 叶萧萧到家后 那两人还没回来 倒是看见个意外的人 李德树居然在大院门口等着他呢 陆寒川 那个好像也是白石村的人 叶萧萧撇撇嘴 和刚刚那群流氓一伙的 陆寒川看他 有点过分淡定了 要把他也送进去吗 叶萧萧 这个李德树在百川县 很有些势力 县城公安局 还真不一定能关得住他 当然对你不是难事 但是我有让他更难受的办法 你帮我吓唬吓唬他就行 叶萧萧的表情 像是个小狐狸 一看就憋着坏呢 陆寒川倒是挺好奇 他会怎么做 李德树上前一步 看见叶萧萧立刻解释 萧萧 我那几个朋友 真的是和你开个玩笑 他们不是耍流氓 叶萧萧站住脚步 我怎么没看出来是开玩笑 陆寒川在一旁漫不经心地说 你们是一伙的 要是今天的事情和你有关系 那你们得一起去坐牢 李德树后退一步 语气慌乱 没有没有 和我没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既然没关系 那就少管这事 明白吗 陆寒川似笑非笑地说道 是是是 李德树再也不敢说话了 走吧 我家就在里面 叶萧萧满意了 等到两人离开 李德树才反应过来 妈的 难怪看不上我 原来是勾搭上了别人 不就是穿着军装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抱怨完 李德树又开始为难起来 他应该怎么把那群兄弟救出来呢 那几个人 现在还没供出自己 但是再等几天 自己没办法帮他们脱罪 那可就不一定了 叶长远和叶长盛 从远处走来 他们俩是刚刚从学校放学 李德树看着这两个半大青年 忽然有了主意 拜拜